应从古本 举如来说 明曰姓儿说也 曰姓儿说 即是非相 此明姓体本非相也 若知体之非相 则三十二相 可可见如来也 经云曰姓儿说 即是非相 是明三十二相 此明明者 十之兵 三十二相 可恶其体是姓也 若知此礼儿 能不着于相 则因相便可会体 何必灭相已见性灾 知此 则三十二相本由姓起 故不应坏 而姓本非相 故不应者之意 意的动名乙 何谓大千世界 前已广谈 何谓三十二相 亦不可不知其意 一 足安平相 为足礼 礼边也 无凹 西皆平满 二 千伏伦相 足下之文 圆如伦状 伦中具有千伏 状其重相圆背 三 手指欠长相 为手指端直 纤细圆长 四 手足柔软相 手与足皆软如绵 五 手足慢往相 手足指欲指如有往然 交互联络 有若而压指尖之行 六 足根满足相 根 足种也 俗名脚后根 圆满无凹 七 足夫高好相 夫足备也 高龙圆满 八 岳家砖 应是眼切 如闪 幼赤眼切 未喘 如鹿王相 岳家砖 腿肚也 骨又为之曰肥 鹰飞 鹿王 鹿中之王 为大鹿也 为骨肉云称圆满 不同凡夫腿肚 忽然而粗 九 手过西相 两手垂下 其长过西也 十 马鹰藏相 为南根密藏不露 十一 身纵广相等相 自投之足 其高与张两手之掌相其 十二 毛孔身青色相 一一毛孔 只身青色之一毛 而不杂乱 十三 身毛上迷相 身上每一汗毛 皆右旋而头向上也 十四 身金色相 身色如紫金光聚 十五 长光一丈相 身放光明 四面各一丈 十六 皮肤细滑相 皮肤细腻光润 不瘦沉水 不停文锐 十七 七处平闷相 两足下 两丈 两肩 此位肩窝 吉相中 七处皆平满 毫无缺陷也 十八 两叶闷相 两叶之下充满 不凹 十九 身如狮子相 畏微移严肃也 二十 身端直相 身形端正无眼驱 念一 肩缘满相 此位两肩之全形 不耸不消 缘后丰满 与上七处平满不同 念二 四十尺相 巨足四十尺 常人至多三十六尺 念三 尺白其密相 四十尺皆白净 其枕 尖密 念四 四牙白净相 四大牙 最白而先净 念五 夹车如狮子相 两夹笼满 如狮子夹 念六 得上位相 咽喉中有精液 无论时何物 皆成无上妙味 念七 广长舌相 舌广而长 柔软红薄 斩之广可负面 常可制法纪 念八 泛因身远相 泛者 清净之意 因身清净 静不绝大 远处一闻 念九 眼色干青相 木金色如干青 即清净而光明 有如金金 撒 截如牛王相 眼毛分书圣妙 有如牛王 撒一 眉间白蚝相 两眉之间有蚝 白色清净 柔软婉转 实炫而放光明 撒二 肉迹相 顶上有肉 龙起如迹 死三十二相 又名大丈夫相 又名大人相 一名百福庄严相 未以百种福德庄严一相 修成三十二 虚经百大劫 故曰百劫修相好 福德即是普贤行愿 故行愿品云 此善男子善的人生 圆满普贤所有功德 不久当如普贤菩萨 素得成就为妙色身 据三十二大丈夫相 当之相好 皆大悲 大愿之所成就者也 何故修此相好 以一切有情 无步这相 若见相好 乃生欢喜心 生恭敬心 方肯闻法 方能生性故 又犯王 帝氏 伦王亦有此相 菩萨亦往往有之 但已好不具足 遂不如佛 相好者 非为其相甚好 盖大乡名相 细相名好儿 而带与细 亦非为大小 大乡者 道眼便见 细相者 细心观之 乃知其好儿 细相 即所以庄严其大乡者 故佛有三十二相 便有八十众好 又称为八十随行好 随行 即为其随三十二行相也 菩萨虽亦有好 但不及佛之具足 八十 即 一 无见顶 二 鼻步陷孔 三 眉如初月 四 耳伦垂朵 五 身兼时如纳罗盐 六 古如钩索 七 身一时回旋如相王 八 行十足去第四寸 而有印文 九 藻如赤铜色 薄而润则 十 西谷兼元 乃至 八十 手足皆现有得之相 孔帅 孔帅不拒 详 箭大臣 一章 若三十二相之名 是一大制度论而说 他书或有一同 以上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是印化身所现 若佛之报身 则不止此数 盖身有八万四千乃至无量之相与好也 此大千世界三十二相两科 何而观之妙意无穷 盖我世尊就此两世上 说非 说世明 最为亲切有味 文法者 果能于此悉心体会 可于般若要止 焕然动然也 盖阔之 可分四节 以名其义 即一 约众生以名 二 约因果以名 三 约空有同时并聚以名 四 约就尽了一以名 是也 第一约众生以名者 换言之 即是世尊所以于大千世界 三十二相两世上说非 说世明 之意 皆是就众生分上 亲切指点也 何以言之 世界为一切众生依托之境 若无世界 云和安身立命 也 又若如来 躺不现三十二应身之相 一切众生 从何闻法乎 从何起信乎 由事言之 此两世皆于众生分上 关系最为紧要 可知已 故约信而言 虽本皆愿生患有之假名 然为之假名则可 为之非是则大不可 故约是名 名其虽假名而甚是也 故不可坏 然而当之世界中未沉静 躺一切众生取着此沉香 则心不清净 心不净则土不净 岂能了生死出轮回忽 更须知佛之应身 是法身如来所现之相 即是正了法身 方能现应身 何故现应身 不现此相 众生无从闻法 而如来现应身以说法 原为御令众生 皆正本具之法身 躺众生取着此应身之相 便不能见性以 何以故 以其既不能返照本性 虽敌面对此三十二相之佛 亦不能见如来故 岂不大为佛现三十二相之本 指乎 故皆约非 明其约相虽是 约性却非 故不应着也 如此之典 何等亲切 第二约因果已明者 换言之 是明世尊就此二世力说者 欲令众生明了因果之真实 亦故也 何以言之 此臣凡之大千世界 何来乎 众生同业所感也 此圣妙之三十二相赫来乎 世尊多劫勋修所成也 然则此二皆不外因果法 可以了然以 因果者 所谓原慧而生也 原生故事患有 患有故事假明 然虽未假明 而有因必有果 永永不坏者也 故曰是明 言是明者 为令众生凛然于因果 虽信空而相有 丝毫不爽 不可逃也 若知因果信空相有而不可逃 便应修无相无不相之书 胜尽因 以正无相无不相之书 胜妙果 何谓无相无不相 即是体会因缘所生法 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而二边不着 已和中到第一异地 是也 虽知无相无不相 中到第一异地者 信之实相 本来如是 故如是修持 便是般若波罗蜜也 所以修持圣因 必克圣果 故于大千世界 三十二相 皆说约非 皆说非者 为令众生 既不坏因果之相 而父会归于性 便是空有不着 何乎中到也 第三约空有同时 并具以名者 是名是尊就此例说 为令及闻此法 而得了然于空有同时 并具之所以然也 何以言之 说一非字 是令不着有也 说一是字 是令不着空也 而约非约是 二者并说 是令二边皆不可者 何故皆不可者 因内而此生 外而世界 一阵二报 无非因缘和何而生 当元会而生之时 俨然现一阵二报名香 岂可这空 当元散则灭之时 此生何在 此世界何在 岂可这有 不但此也 不但此也 一阵二报 当其原生之计 既是因缘和何 为之为生 可见除因缘外 别无实法 顾现世民时 即为非有时 顾约有即非有 义父当非有时 即现世民时 顾约非有而有 何而观之 岂非空有同时 并聚乎 既为同时并聚 故者空者有皆非 顾今世民时 即是令文法者 体会空有并聚 皆不可辞之意 而一阵二报 为名相显然众所 共见之事 此即空有同时并聚 则其余可以恍然已 父为众生关系 最密最要之事 此即空有皆不可辞 则其余可以了然已 上两颗 黎明子言说 上是专浅有边 此两颗 空有二边聚浅 乃未断除妄念之极致 第四曰 就敬意以明者 乃是说明是尊说 此两颗 是令众生彻底领悟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之性体而 何以言之 一阵二报 即皆怨生 可知为是因缘聚合之相 故经中谓之事名 事名者 名其甲名为生也 既是甲名为生 可见时谓长生 故经中说之曰非 说非者 名其本来无生也 既无所谓生 则亦无所谓灭 然则诸法本不生不灭 而凡夫不知 弥味时有生灭 随之而妄念分起 事故世尊说 为可怜悯者 更须知身心 世界本无生灭 而见有生灭香 安利生灭名者 无他 时是痴迷可怜之凡夫 妄念变现之虚香 妄念强力之名言而 经云是名者 如是如是 此事名之就尽了一也 事故若离于念 身心世界之名字言说 尚且无存 那有生灭之名字 又那有生灭可说 如此则免一切相而入真实体 何以故 真如性体 从本以来 平等如如 非有非无 非亦有无 非非有无 乃至非一切法 非非一切法 总而言之 其念即非 并其念之非亦非 所谓离四句 绝百非者 是也 经云则非者 如是如是 此则非之就尽了一也 此就尽了一 前面凡言则非 是名处 皆具此意 而先皆不说 至此乃说者 有生意焉 下文云生解意去 可知经文至此 当名生意 顾上来暂缓 所谓有浅入身 引人入圣也 又负此意 就身心世界上说罪便 又负此请示 名持中经意 证明断念以正性 欲断念正性 非奉持就尽了意 则不能也 顾曰经文至此 当名生意 知此 便知此意 为已于此处发之 以前贤早 以后又贤迟 讲经说法 当令文亦无谬 盖亦有浅身 文有次第 若当说时不说 不当说时便说 是位于文有谬 纵令其亦无谬 亦未忘谈 亦有罪过 此意 凡有弘法之愿者 所不可不知也 又上来说则非 只是说则非 说是名 只是说是名 而第四层之意 不然 说是名时 设有则非意在 而说则非时 亦设有是名意在 此意 就近了意也 其指浅相弹性 之为就近了意 须知 但这无罩 但名无存 则所说者 便非就近了意 这中便有罩 名中欲有存 方位就近了意 盖非这非名 则不能见性 而呆这呆名 又岂能见性 闻此就近了意 当悉心体会 则之毫离 谬以千里 至要至要 再将此不坏 假明两颗 与前之会 归性体两颗 何而观之 更有要义 即当明之 须知 前就班若之名 子言说令离 赴就大千世界 三十二相 令不住者 无他 以性体绝呆 以若名字语言 便有能名所名 能言所言 既有能所 也成对待 少有对待之相 便非绝对之体 佛说班若 是令见性 以班若波罗密 原由真如之理体 正治而出生者也 故曰此而令离名言 以名正性 必应 遣相之意 即父因其体之绝呆 故能容设一切 世间出世间法 如其性论 所谓如来藏 具足无量性 功德 故此具 是名相大 能生一切 是出世 因果 故此具 是名用大 可见相用 不能离体 即是 因其体大 所设之 相用 而此不坏 假名两科 所言大千世界 三十二相 正名相大 以其皆由性体 显现故 所谓 无量性 功德 故 又大千世界 为众生 同业所感 是 是 法 因果 也 三十二相 为佛多 劫 俊修 所成 是 出 是 法 因果 也 可见此二 又极 坚明 用大 而且 举大千世界 为严 则 设尽 是 法 一切 因果 举佛之三十二相 为严 又设尽 出 是 法 一切 因果 又 赋 言世界 则 设 一切 广大 象 言 为成 则 设 一切 为细 象 然 则 与此 而名 不着 则 一切 皆 不应 可知 以 与此 而名 不坏 则 一切 皆 不应 坏 亦可 想 以 何以 皆 不应 者 以 相 用 应 融入 性 体 故 何以 皆 不 应 坏 以 体 必 具足 相 用 故 且 由先 说 会 归 性 体 后 说 不 坏 甲 明 之 次 地 官 之 是 明明 开 是 学人 最初 以用 潜 当 功夫 以除其旧染之污 使此心见的清净 乃有 见性之望 并名 自言 说 之相 尚需 浅荡 则 心中 不可有 丝毫 之相 可知 何以 故 性 本非 相 故 然而 但 用 此 弓 防 堕 偏 空 故 更 当 圆融 圆融者 性 相 圆融 无 爱 自在 也 故 皆 说 不坏 假 明 所以 明 圆融 无 爱 之 亦 盖 预言 是 明 而 先 言 非 者 是 明 患 有 不 离 真空 相 非 信 而 不 容 也 故 虽 不 坏 相 亦 不 可 者 相 而 后 乃 能 圆融 而 无 爱 无 爱 者 相 不 仗 信 也 又 父 既言非 又言 世明者 世明真空 不妨 患有 信 非 相 而不 张 也 故 虽不 着相 亦不 应 坏 相 而后 乃 为 无 爱 而 圆融 圆融者 信 不 惧 相 也 如 是 之意 乃 此 四 科 最 精 最 要 之 意 般若 波罗蜜 宗旨 彻底 宣漏 以 正 金刚 般若 波罗蜜 云 和 凤 池 之 所以 然 也 若 未 名 呼 此 则 对于 今 意 纵令 不 无 道 者 一 二 终是 不观 痛痒 则 所谓 解者 便非 真解 既 为 真解 如何 奉 持乎 则 所谓 行者 实 乃 盲 行 而已 如此 虽 勤苦 学佛 必 不能 的 大 受用 甚至 走入 歧途 而不 自知 反之 则 一 约千里 受用 无 尽也 般若 为 佛法 中 根本 之 意 意味 就近了 意 若学佛者 于此 根本 意就近 意味 名 终是在 枝叶上 寻求 既未 见到 又 贺族 云 修道 故 不能 得 受用 也 从来 所谓 三教 同源 之说 无非 就佛法 枝叶上 牵引 附会 若根本 就近 之 意 便 无 从 比 你 当 之 佛法 所以超胜 一切 者 在 此 若 学佛 而不明 此意 终在 门外 故 上云 一切 诸佛 及诸佛 阿诺 多 罗 三秒 三菩提 法 皆 从此 经出 是 明明 开释 佛法 当 从此 门 入 也 儒家 往往 飘窃 佛法 之意 以 谈儒 而又 毁 谤 佛法 真是 罪 国 然 所 飘窃 者 只是 一知 半解 不但 非乐 亦 且 非 全 亦 因此 身 棒 可 忽 其 所 从 飘窃 之路 无非 禅家 与 路 而 禅家 修持 虽 宗 般 若 然 以 不 立文 自顾 遂 不 根 具 教义 发挥 而 其 所 说 又 一位 高 魂 容易 为人 飘窃 附会 者 在此 而 根本 就 尽了 意 不 致 被 人 嫌 扯乱 者 亦 信 而 有 此 何 已 故 儒家 克己 修身 尋 规 蹈矩 岂非 君子 然眼孔 短浅 心 量 狭隘 大都 少有 所得 便 沾沾 自喜 知 其 一 便 非 其 二 故 自 汉 以来 号称 尊 孔 除汉 如 训 谷之 学 尚 于 如 书 有 所 必 意外 其 他 或 拉扯 称 尾 之 言 或 俊 扯 黄 老 之 说 或 飘 窄 家 蓄 于 之 于如 书 近 似者 附会 而 装 黄 之 时 于 如 家 真 亦 并未 梦 见 而 门户 之 真 却 甚 消 成 上 以如 是我 见 甚 生 之 人 虽 闻 佛法 根本 就 尽了 亦 其 不能 领 解 也 亦 可 决 已 是 观 尘 诸 皆 清 禁禅 大德 多年 而 所得 当相 亦 足以 正 于 言 之 非 六 以 然 则 笔 被 若闻 就 尽了 一 叫 纵令 不至 操歌 其 必 亦如 痰 如 里 然 千 之 隐 夜 似 是 而 非 反 令 正 亦 因 之 不 章 而 以 此 又 不幸 忠 之 大 信 也 又 此 四 科 更 有一 要 亦 亦 不可 三科 是 其 所以 然 是 也 头科 云 何 为主 班若 波罗蜜 则非 班若 波罗蜜 是 也 当之 班若 是 人人 本具 之志 即是 清静心 此 清静心 住处 无方 所 用时 无痕迹 本是 把不住 取 不得的 所谓 星月 孤 圆 光 吞 万象 何 已故 以其 觉 呆 清 静 故 原 觉 经 不 云 忽 有 照 有 觉 具 名 障 爱 佛 说 班若 本令人 依文字 其 观 照 正 实 相 但 恐 人 存 有 照 觉 之 至 其 下 者 甚至 向 名 言 中 密 班若 故 特 于 说 名 奉 池 之 所以 时 不 嫌 自 说 自 而曰 班若 则非 班若 如此 一说 只使奉持者 心中 不留一个字 角 不能 沾一丝 鸡箱 真 所谓 快刀 斩乱 马手段 即 此 便是 金刚 班若 迥 互 相 似 班若 以 班若 之 理 见 不 彻底 经论 中 名 为 相 似 班若 为其似是而非也 一切行人 当如是奉持也 上云已是名字者 当已是金刚名字也 故此金刚班若 持已破祸 祸无不敬 持已照理 礼无不显 故能及一切法 离一切相 及父离一切相 行一切法 果能如是奉持 方于是出事法 究竟达其本末边际 未知波罗密者 因此 此佛说班若 则非班若之真实一也 父恐学人不能通达 故更说下三颗 以明其义 彼得动然明白而 有所说法否一颗 是明班若 无言无说也 上云班若非班若 正显其非言说所可及 故意 故意有所说法否 是其见地 达约摩所说 正与问一针锋相对 若知得虽终日说 赤然说 而时无言无说 是不于言说 中求也 如是奉持者 是未班若波罗密也 三千大千世界一科 是明班若静至亦如也 班若非班若 正显班若非时有意法 而法法皆班若之意 以明诸法亦如 孔未能解 故界为尘世界 发各问端 达言甚多者 就相而言相也 而如来说非 说是假名者 即相而无相也 若悟得细而为尘 大而世界 原生无性 当体即非 皆是假名 则成成沙沙 莫非班若 所谓作为尘理转大法轮 于一毫端见宝王沙 所谓尽十方世界 是自己光明 又曰山河 及大地全漏法亡生 皆尽至亦如之亦也 尽至亦如 则是无能摸索 而绝呆清静矣 如是持者 乃班若波罗密也 三十二香一科 是明班若无至无的也 班若非班若 正显般若正智 决性原名 无能觉 莫所觉 而凡夫则曰若无能正之智 所正之果 为何献三十二相 故已的见如来否 发问 答曰不也 乃的是法身无畏 原非色相 但如来以无至无的故 所以大悲随缘 献起无边相好 或三十二相 乃至随行六道 可知种种相好 不过随缘献起而 既是缘起法门 所以相及非相 而是假明 故曰非 曰是明也 若会的非相是明 则如来随处可见 即三十二相 而见如来 可也 若或未然 这于三十二相 终不得见如来也 奉持班若 如是如是 总而言之 班若法门 本如来说 今世以上摩所说 何况班若之法 其不应执着 不代言以 遣其法之者 以清静心中 不可有境界相也 故父是以臣非臣 界非界 使之法法头头 莫非班若 岂别有境界 然而人之不忘乎 班若近者 以佛及证此故也 故更是不以相见如来 若知三十二相 未非相 而是假名者 则是能见诸相 非相以 若见诸相 非相 则见如来 以 知此 则班若非班若之指 可以动名 即云和奉持 亦可动名 盖宗已开示 当即相离相 以奉持而已 若照此意 去分科 则第二 第三 第四 三科 映射在第一科之下 经不如是 而平列者 以平列分科 则空有二边不着 以及浅荡 原容诸意 彰显明白 亦于领会 故也 然以班若非 班若一科 为主之意 经中明有 亦不可漏 故不说之 此外上有别意 亦甚紧要 不可不知者 此请是名持一科 以由福或说至断或 然而当之或有粗细 此中是断分别粗或 故前半部总判约 约尽名无助 至后半部所断 乃具身细祸 故其总判约 约心名无助也 问 此中以名离念 岂非以是 约心名呼 答 此有二意 前后不同 一 此中虽已约心名 然上属于权力 即位上属于开解 入后乃是权修 更于修中显义 以补此中所未及 此前后不同处也 二 此中先离粗念 及起心分别之念 入后是离戏念 即不带分别 与心聚生之念 此又前后不同处也 上来祥明 所以 已尽 贵 三 解显持福 分二 此 初 约命失效 四 明持福多 此 初 约命失效 须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恒和杀等生命不失 宝师上是外财 今则乃以生命失 佛经中名为内财 重于外财远矣 众生最爱者生 最重者命 身指四支等言 由未损及于命 以数难能 况为众生舍命乎 且不止一个生命 乃如恒和杀树 人之一生 只有一个生命 金云以恒和杀等生命不失 其为生生世世 常以生命不失 可知 其为难能也何如 其福得之多也何如 然若诗相未旺 人属有漏 如是之杀生成人者 初未闻其有成佛事也 此次 名持福多 若父有人 于此经中 乃至受持四巨迹等 为他人说 其福甚多 受持依四巨迹等 胜过恒和杀生命失 此合理也 且前两次 皆以保失孝胜 此更以生命失孝胜 又何说也 当之第一次显胜 应福深境性故 但以一个大千世界保湿福得比较 以显其舒胜 第二次显胜 应解会增长 不但知境虚 并知心中本无沉静 故以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保湿福得比较 以显其舒胜 至此则解义更深 以开金刚制 此至既开 便知断其妄念 而舍身死根珠 其功行事前 更为入理 故不以外才孝险 而以内才孝险 应其持说 依四巨迹等 若能开金刚制 奉金刚般若以修持 便能断念 断念便舍身死根珠 而超凡入圣 是彼但能多生多结舍其生命 而未能舍身死根珠者 相去不可以道理计 故持说此经 依四巨迹等之福得 多于以恒合杀生命不失之福得 以此开金刚制 渴望超凡入圣 彼不知迟说此经 金刚制便无从开 而人未能脱身死轮回苦恼之凡夫故也 心四成就解惠 分二人出当机赞劝 四如来应产 人出又三鬼出 飙领解 四成赞请 三劝信解 鬼出 飙领解 而时须菩提文说是经 生解一去 替泪悲泣 而白佛言 从开经至此 所有福段分别我法二执之理事 由浅而生 逐层产发 至详至息 故此一科皆明生解 当机之如是自成者 无非望大众皆得如是 故记暂且劝也 何以故 佛与长老 不辞苦口 反复阐明无助之指者 原欲闻者 大开圆解 盖经指示圣身为妙中道第一意 若不通达其身为 则见地位圆 何能二边不着 何乎中道 经云 生解一去 证明其见地以圆 不同向之偏空以 此其所以自成非慧眼的文 至于替泪悲泣也 此中虽说解义 其实已设有形 盖解行从来不能分开 故约解行并进 并进者 以其必行道 方能解道 必解缘 而后行缘 故也 当之修行不外 文思修三会 如此中之文说 是经 便是文会 何以此文 乃是文会 至下当说 而生解便是 私会 修会 何以故 若不思维修观 便不能生解故 故约说解便 设有形 不但此也 所谓 生解 亦去者 是何亦去乎 即是 生领会的上文 所说 当云和 生性 当云和 奉持 之所以然也 然则 说亦解字 不止 设行 亦设有性 且下文云 信心清静 则生时相 生时相 便是正性 下文又云 得文是经 信解受持 则为第一稀有 乃至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明知为佛者 明其正性也 然则说亦生解 不止设性设修 并正意设在内 以 而且信心清静 则生时相之意 又是说时相之身 便是信心清静 观此 则前次所说 信解形正 虽说为四事 其时乃是一而四 四而一 其理亦可证明以 此成就解会经文 乃是开经以来之规 结处 何以故 上来师资 种种问答 苦口婆心 已发明圣 生意去者 目的何在 无非望闻法者 能开生解而已 其非上来千言万语 得此一刻 使有各着落乎 故约归结处也 不但此也 从此刻 如来应产 以下 凡世尊所说 凡世尊所说 又无非就上来 所已说之 紧要处 加以发挥 加以证明 令人对于上来 所说要指 更加一层信解 则受持 更为得力而已 故此第四科 成就解会 及下第五科 及显经功 乃是前半部 总结之文也 此皆经中之脉络眼目 故欲未提出 欲未点醒 以便灵文意于领会 本经之力 结经者 凡标一耳时云云 皆是表示 更端之矣 此中生解一去四字 约一去言 则皆上闻所有 而约生解言 则是上闻所无 至此方始自成 故约更端也 耳时二字 与上寝世明 持中之耳时 正相呼应 盖请世明持 以前 所明之意 是开之尽须至 开无成至 至请世明持时 乃开金刚至 此至甚深 不亦领悟 此至若开 便断或正真 乃修功之所归去 经云生解一去 便是自成其的 开金刚之至矣 若但开得之 尽须智 无成智 不过是观行位 相似位 不得约生解也 不但此也 此中之耳时 乃之与经出耳时 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时之耳时相应 何以故 若无彼时之请法 何来此时之身解乎 若生观之 此时之身解 以浮于彼时之请法 何以故 因长老能于大众 愧愧之时 独能窥破 佛不住相 因而请法 所以文法 即解而 若在他人 绝不能文说 是经 便得生解义去 此下文 所以云不足为难也 是经文中 以明明点出前后 观西已 不但此也 彼一时开口 即赞西有 此一时亦开口 即赞西有 皆点明前后 相应之眼目处 又观彼时长老 及从做起 愿乐欲文 何等欢欣勇跃 而此时之长老 却替泪悲弃已 前后应待 大有礼制 盖彼时之欢心 正此时悲弃之根也 而十二字 若曰当下说 便是开示 所以奉持之礼 已尽之时 亦即文而生解 悲从终来之时也 文说是经之文 与经出愿乐欲文 此两文字正相呼应 文所欲文 且复生解 真乃万千之信 此所以喜极而悲也 生解与最初之地听相应 若不地听 断难生解 故文说是经之文 非泛泛而闻 所谓文会是也 然此一事 旧长老说 因其本事 第一离欲阿罗汉 早能无念 既聚慧眼 又复解空第一 故于为文是经之先 便能动了魔柱之指 而见如来 所以地听之孝甚为 文便生解而 若再凡夫 纵能地听 绝不能一物彻底 能开之尽虚智 以难能而可贵已 若闻经便而无成 千古能有几人 智如金刚智 更无论矣 即如禅宗六祖大师 闻印魔所著 而生其心 而得顿悟 古今无第二人 然而传授一波以后 尚未猎人羁绊十余年 此正佛祖加倍 磨练其金刚会见耳 若再末世 犹难之难 故夏文云 后五百岁 得文是经 信解受持 是人稀有也 此理不可不知 然亦不可因难自足 佛说后五百岁 持戒修福 能生信心 便能一念相应 信未到原功得母 果能文经实信 便入班若之门已 果能入门 何尝不可顿悟顿断 何已故 诸佛加倍故 素会甚深故 然则何未入门 实信沉静皆虚 不畏所赋 便是班若之出门也 此理由不可不知 亦者亦理 即上来所说 观门行门 若福若断之真实意 是也 去者归去 亦云去向 即下文所谓 信心清静 则生时相 是也 盖亦理千端 归去则依 佛说文字般若 无非另一之起观照 正时相而 若不了解亦之归去 则如入海算沙 毫无归结 亦如行舟无舵 将何去向 则亦无利益功效 之可言以 故但解亦不解去 非生解也 且亦归去言之 若但解归结所在 而不解如何去向 人是如数他家宝 自无半前分 亦非生解 必须既了解亦之归结所在 更复了解此之所在 应如何而去向 是真能生解者已 此生解亦去四字 是结经者所加 盖从下文字成中 得知其能生领解也 故特畏标出 其标出盖有二意 一 使读经者之下文字成中所说 乃开经以来种种妙异之归去 以悉心体会之 二 若不标出 则替类悲气 从何而来 且使之以解空第一之长老 乃因生解此经而悲气 可见经中所说之空 非寻常空有对待之空矣 又使之以长老轻一坐下之大弟子 乃因闻解此经 至于悲气 可见此经真是难遭难遇 其可轻视 更其可不惜心体会 又使之以长老之悲气 由于生解 可见久读此经 而漠然无动于衷 甚至怕谈般弱者 无他 由于经中易去 未能领解故而 由事言之 结经者特标词句 其为景策也 至以切矣 替类而气 证明其悲 替类者 悲气之容也 气与枯易 有泪有声未哭 有泪无声未气 人之所以哭者 忽遭意外大损 如刀割心 傲丧之急 不觉失声而痛 此之未哭 人之所以气者 身性未得惊得 喜愧骄病 感何之志 不觉垂涕而悲 此之未气 长老心悲 不外此理 及由其辅经而喜 追望而愧 既愧且喜 因之悦感佛恩 何此三种心理 遂献悲气之相以 何以见之 此中云文说 何之下文 佛说如是圣身经典 昔日未曾的文 则今日之感谢 佛为之说 身习何性的文 可知已 而昔日虽得慧眼 不闻此经 其身抱惭愧之意 显然若皆 须知当其 凯探望昔处 正其庆幸 今日处 顾曰 长老心悲 是由且喜 且愧 且感 三种心理 所发现也 至如下之三 券性解文中 所言 是长老不但自庆 更为一切 众生喜的 无上法宝 此其 所以广 券性 解受 持也 然则既如此喜愧骄病 能不感激 替灵呼 凡人大梦初醒 回忆从前 莫非如蚕作茧 自禅自负 如额复火 自焚自烧 辅经思习 往往替不自尽 古得有云 大势未明 如丧考彼 大势以明 更如丧考彼 皆此礼也 而白佛言者 英文说 是经而得 身解义去 因身解义去 至于 替泪悲气 于是自成见地 求佛印证 必然之礼也 将替泪悲气 而白佛言 八字连读之 便是垂涕气 而道 观经初长老 为大众请法 即下之广劝性解 可见长老 向是尊垂涕气 而道 便是向变法 借尽未来 一切众生 垂涕气 而道 也 即次科所说 习来会 眼未曾的文 亦是 普告一切众生者 我长老 大慈大悲 亦在 警侧 一切众生 当速发 无上菩提心 奉持般若 方位 少龙 佛种 方位 不负 己灵 若学小法 虽开慧眼 得无正三昧 臣第一离欲 阿罗汉 如我者 尚不免惊喜之感 圣物如我之 闻道恨晚也 而佛说此经 万劫难逢 且亦去甚深 若得闻之 便当如法 奉持以求生解 使之佛恩难报 而庆快生平儿 总之 长老之喜 为众生喜 长老之感 为众生感 其惭愧往昔 悲弃成词 皆为激发众生 须知我背得闻此神身经典 不但佛恩难报 长老之恩 亦付难报 何以故 佛说此经 是由长老为众生 而请说故 贵 赐 臣赞庆 惜有 世尊 佛说如是 甚深经典 我从习来 所得慧眼 未曾的文 如是之经 惜有两见 然赞与同 赞亦则不同 前因诈物本地风光 如人忽赌难得之宝 故赞兮有 经则申解真实意趣 如人以或望外之财 席未得闻 而经的闻 故是望外 庆快万分 故赞兮有 盖前外赌红归 今世内窥唐傲也 此兮有二字 不止赞佛 兼及赞法 并有自庆之矣 下文云佛说如是之经 可知是赞佛说之稀有也 此中又含有四亿 一 难说能说 甚深般若 为佛与佛就近正的故 亦为佛与佛能就近说 而亦佛出世 必经多结 故曰昔有 二 实至方说 此经刚经说 在班若之地久会 若无当机之长老 将向谁说 以说必当机 机缘未熟 说亦无亦故 故曰昔有 三 无说而说 如来摩所说 佛之说此 原令众生见如来 且班若本非言说所可及 故今虽赤然而说 当之时为无说之说 说而无说也 故曰昔有 四 大悲 故说 佛是众生本来是佛 因其媚却本来 遂成众生 事故说 未可怜悯者 故此无畏之法 虽不可说 而假设种种方便说之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岂非稀有 奸赞法者 下文云佛说如是 圣身经典 圣身二字 便是赞词 经典而曰圣身 明其超过其他经典也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如本经上文所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以及词说依四巨迹等 胜过恒河杀生命不失 乃至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等据 其法之稀有可知 至若向后所云 是经义不可思议 以及未发罪上乘者说等据 莫非明其为稀有之法 以其君在后文 此中孤不饮事 云和含有自沁之意 如下文言习之会 眼不闻此语 正是自沁其经的闻而生解也 然则习和道眼不开 经和见地深入 岂非稀有之是乎 和云甚深经典 此经所说 是佛法根本义 是就尽了义 是大智大悲大怨大行之中 到第一意 是第一意空之意 是令性解受持者成佛之意 且一言一字 含义无穷 其身无底 故约圣身 以第一离遇阿罗汉之会 眼而未曾闻 证明其神身也 又班若波罗密身已 而此经乃是金刚班若波罗密 故圣身也 其他如上来所影 佛及佛法皆从此经出等等言句 其神身可知已 习来者 为自证阿罗汉果的慧眼以来也 何谓慧眼 眼者见地之意 佛经说有无言 一 肉眼 凡夫见地也 二 天眼 天人之见地也 天人亦是凡夫 然其所见 超过人道以下 顾明之曰天眼 三 慧眼 见人空里 为之慧眼 阿罗汉之见地也 四 法眼 既见人空 更见法空 顾明法眼 死菩萨见地也 五 佛眼 为佛知之见也 则超胜一切已 经略说其盖 呆说至下文明五眼 实在详 习来但空仁我 而此经是空法我 顾向于此理 未曾契入 顾曰习来慧眼未曾的闻 此中含义 甚多甚要 自当分析说之 一 上眼眼 下眼闻 眼与闻毫无交涉 便可证明所谓眼者 乃未见地 不能做眼耳之眼会 亦不能做眼见之见会 二 眼之与闻 既无交涉 则所谓闻者 亦不能呆坐耳闻会 乃是反闻闻自信之闻 所谓闻会是也 三 既是闻会 则说闻便是说解 然则习未曾闻者 非未一进不闻 乃未虽闻而未得解 等于未曾闻而 四 会其习未得闻 正是信其经已得闻 经何以闻 由其生解 故上云佛说如是圣身经典 何以故 若非生解 便不知此经有如是之圣身故 此结经者所以标之曰 生解亦去也 五 长老皆习未闻 大有闻道恨晚之盖 此事才所以悲弃也 然则经者何以闻而生解 以其关键如来 于法无助 其不取者向学之法可知 又父为重请此大法 其发大志大行大悲大怨之心可知 是其见地迥异呼前 故于此圣身之经 遥能契入耳 六 此经说在大班若经之地九会 何云席未曾闻 又前八会中 长老且转教菩萨 亦不得云席未开解 须知长老经如此说着 无非劝导众生 及其读诵词经 信解受持耳 七 习之八会 虽已得闻 其转教菩萨 虽已开解 而金刚般若 却是至此乃说 故曰圣身 故曰习未曾闻 八 由是言之 上文所言身解 乃是圣身之解 因般若已是身经 前会已教菩萨 使已早开身解义 而此会之经 则未圣身之经 故今日之解 乃是圣身之解 故不经辅经思习 而知必能如是了解 方未彻底 此其所以闻到恨婉也 此其所以替泪悲气 此其所以广劝性解 也 九 长老如是自成者 富有为义 其意云合 开示大众如是圣身经典 且不可执着文字 且不可向外持求 当社尔会心 反照自信 乃得开其见地 了解经中 圣身之义去耳 十 不但此也 更有身义存焉 既是人空眼 不能见法空理 可见人之学道 浅身次第 丝毫勉强不得 而长老道眼 必至第九会使开 又可见十节因缘 亦丝毫勉强不得 不但此也 世尊出世 原为令众生正斑若至 悼涅槃案 乃持之久而说斑若 又持之久而说金刚斑若 可见发大悲心者 亦附性即不得 以基教必须相扣顾 而有一会眼之见 便不得闻 更可见看经文法 必应将其往袭成见 一扫而空 使有契入之望 以意有成见 便仗道眼固 鬼 三 劝性解 分二 此 初 约献前劝 四 约当来劝 此 初 又二 丑 初 明成就 四 明实相 丑 初 明成就 世尊 若负有人的文是经 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 当之是人 成就第一 稀有功德 长老大慈 自得法乐 普愿献前当来一切众生 同得法乐 故圣臣 成就知稀有 令大众闻之 发心信解 虽闻中未名言劝 而劝亦因因已 此证大悲大怨之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辛提心也 若负有人 盖身望有如是之人也 德文是经 含有不义的 何信而的 不可错过此一德之意 清静即是无相 如前已不住六成 身心未身清静心 正明住成便是这相 少这相便非清静已 而既曰不住 又曰身心 又明所谓无相者 非对有说无 乃绝对之无 即是有无等四句皆无 方是无相争权 若彻底言之 并此绝对之无 亦为究竟清静 所以未登出著 指正的一分清静心 由事而攻行增进 越静越细 立四十阶级 至于等觉 上有一分级为细无名 换言之 便是清静心上有为欠 故曰等觉见性 犹如格罗望月 更须以金刚制除之 乃成就静觉 则清静心完全显现已 何云信心清静 未由信此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 而得意心清静也 故此信心清静一句 虽只说一信字 而解行正并设在内 若非官会 执情何浅 若非浅之又浅 至于绝对之无 信心何能清静 所谓官会者 即是奉持金刚般若 黎明子言说 不着一切维系广大境界 并希望圣果 亦付不着 但莫知如法行去 一念不起 果能断得一分虚妄相想 即是生灭心 亦即是念 清静心便献一分 献的一分 便是正的一分法身 而登出著 转凡成圣矣 从此加工至旧静觉 而后生灭灭矣 寂灭现前 则自信清静心圆满显现 名曰妙诀 亦明成佛 亦明入无于涅槃 又可见所谓信未入道之门一语 其门自是广义 非专止大门而言 唐门是门 该阔无疑 又可见解形正三 皆信自知别明 换言之 便是所谓解形正非它 不过信心逐渐增长而光明 至于究竟坚固而圆满而 何以故 约解 约行 约正 必信心具足 而后乃能解足行足正足故 若其信心少欠 上赫能解 能行 能正之可说 故约信未到原功得母也 故前云信解形正 当原容观之 不能呆板 看作似绝也 故本经中开解 静修 成正三科 皆间说及信也 此理不可不知 实相是信体之别明 下文是实相者 即是非相 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三句 即是自是此意 何以信体名为实相 至下当说 今赞从略 信是本具 无生不生 经延生者 现前之意 此与前文生 清静心意同 相应在缠而不显现 经凤持金刚般若 迷云渐散 光明渐露 有如浩月出生 与无以明知 假明曰身 大制度论所谓 无生生 是也 无生生者 无生而生也 论又云 诸法不生 而般若生 与为若解的诸法不生 便是无生观至现前 是为无生而生 此意甚深 有孔未能了解 自更是之曰 无生观至 即是般若 般若实相 皆是法明 既是诸法不生 而般若生 而般若亦诸法之一 何得曰身 不过明其 无生观至现前而 盖法本无生 假明曰身 故曰是为无生而生也 般若生之意明 则实相生之意 可了然以 更当之般若实相 故是法明 而此法非他 即止本性是 故本经实相生意语 便是性光显现 而大论中般若生意语 便是无生观至现前也 性本无生 故无生观至意语 由言性智 性智者 性光也 言观智者何意 明其智由观现而 由之本经之言 性心清静 性心清静者 明其心清静 由于性成就而 经言则生者 则者便也 性心清静 便生实相 由言性心清静 便是实相现前 因其性成就 便心清静 而清静心也 实相也 皆是本性 故性心清静 便是实相现前也 此正显其身 即无生之意 当之说为清静 正因诸法不生 然则少有所生 便非清静心可知 而又明之曰 生者 以其是无生而生 生即无生故而 既然性心清静 便是实相现前 可知实相现前 亦父便是 性心清静而已 然则所谓正的者 可知亦是假名 实摩所正 无所得也 不但此也 所谓性心清静者 亦他人云然 是人心中初步 自以为性成就 初步自以为 心清静 何以故 少有一丝影子在 便是法相 便是取者 便非诸法不生 上的未知性成就 心清静呼 然则经文 何必定要 说一身字 何不禁约 性心清静 则实相现前 岂不直结 当之说一身字 又富含有要义 一 说之为生者 是明性心清静 乃囧脱根尘 性光明要 非同死水也 此与前言 生清静 心同一意味 与表其所谓 清静者 是祭照同时 非至有祭而无照也 而说一性字 又是表其功行 前所谓 解形正三是 并设在内是也 二 说之为生者 是明其刚的 现前之意也 因时相须 分分现 非咒能圆满 若静约 十相现前 太漏洞已 故说一身字 使人领会的 如月之初 从东方现起 而 三 说之为生者 又明其初的 转帆入圣野 因为十相刚刚 现前 便是现的一分 而现一分十相 便是正一分法身 而为登出驻 即分正位之第一步 此事出成菩萨之位 故说一身字 表明其出入圣位 所以下文 紧接约 当之是人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前世最上第一稀有 不云乎 最上即是无上 第一即是正等 菩萨自度度他 自他平等 又赴卑至双运 福慧双修 定慧等持 此皆菩萨修功也 皆平等一也 正等者 言其记正觉 复平等也 佛坐下菩萨位在第一 小乘位在第二 故第一是指正等之菩萨 稀有者 正觉也 凡夫迷而不觉 外道觉亦不正 故正觉是指小乘罗汉 明其能以正法自觉也 能以正法自觉 故曰稀有 稀有者 对凡夫外道言也 若菩萨不但自觉 兼能觉他 故曰正等 具足称之 则云正等正觉 一级第一稀有 佛则自觉觉他 觉行圆满 故称无上正等正觉 一级最上第一稀有 经此中约成就第一稀有 功德 不约最上者 是明其以臣菩萨 即出诸位菩萨也 以其实相刚生 故有此中文一观之 一族正名前来最上第一稀有 应做无上正等绝世 不能做他事也 又此中第一 虽亦可做事 成出诸第一位菩萨是 然而不妥者 以与上来最上第一稀有不一贯 不如人作证等事之 言功德者 功者修功 德者信德 盖明其既已成圣 则照觉曾名 约破自他或言 则功用平等 是未成就第一稀有之功 约自觉觉他言 则信德出张 是未成就第一稀有之德 福德与功德 痛呼一呼 答 不能定说同 亦不能定说异也 何以故 福德专约福言 功德该福会言 福德约赶来之果报言 功德约显出肢体用言 福德多就有味言 功德美就无味言 此所以不能定说同也 然若修功德而这相 则功德成为福德 若修福德而不着相 则福德即是功德 此所以不能定说异也 上来孝显处皆说福德 此处则言功德 何也 答 凡孝显处皆言福德 不言功德者 此有三意 一 词说此经 本是功德而非福德 然因其适应者相不失之福德来比较 故顺文辩 亦孤明之为福德 二 兼以显明修无助行者 虽不应者相 亦不应坏相 故皆言福德 以事修会 应兼修福之意 三 词说此经 所以甚彼者相不失者 无他 即因其通达不着相之理故也 所以皆言福德 以明若不着相 则福德 即是功德之意也 又须知其宝师 生命师之人 本是发大心者 即本是修功德者 不然绝不能如是不失 然但说为福德者 无他 正因其不迟说此经 不能通达应不着相之理而 是其中又含有若其这相 则功德成为福德之意在也 至于此处 原非引着相符得孝险 乃是发明信心清净 便成就第一稀有 须知因其能不着相 乃能清净而得如是成就也 故不能言福德 只能言功德 上科是自成其能生解 若非生解 何之经典之甚深 此意前几祥谈 然但明生解 上是总茂 此刻以下至则明诸佛 方成明其所生解之意去 若专就此刻说 则信心清净句 是生解意 亦间生解去意 则生时相 当之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证明生解去也 当之者 为当之时相之生 便是成就 又当之信心清净 便生时相也 当之二字 虽说在中间 而亦冠两头 言当之者 正因其自得生解 故劝人亦当如是生解也 何谓信心清净为生解意也 因前生信文中 是尊言持戒修福 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皆云文是张句 乃至一念生尽信 而开解文中 附云应生清净心 故长老经云信心清净 正与前文针对 长老以为是尊开口便令发心度重 度无边众生 而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乃至有我人相便非菩萨 此意便是令不取向 其下又令不住六成不失 不住六成身心 无非令不取向而已 何以不能取向 为生清净心也 所谓一念生尽信者 信何以尽 心清净也 可见生尽信 便是生清净心 又可见心之清净 全由于信 事观一念生尽信 一语 亦在明其已得一念相应 何谓相应 为其一念而与自信 清净心相应也 相应之意便是正 而不修何正 不解又何修 而解行正一概不提 但云一念生尽信 可见一个信字 以贯彻到底 即是令人体会 果能实信未应 必得尽信之果也 简言之 信心增长 至于圆满 便心清净以 由事观之 长老信心清净一语 无意味上来 世尊所说诸意之结经 若非生解其意 便道不出 前文又云 一念生尽信者 如来西之西见 是诸众生的无量福德 而于应生清净心之下 赋云 当知世人成就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故长老金云 则生十相 当知世人成就 第一稀有功德 义正与前文针对 长老以为世尊 所以云应不取香 应生清净心者 已必须远离 根成时之虚香 乃能生起 清净心之时香也 所谓的无量福德者 以其成就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故也 最上第一稀有 为佛堪称 其下罪一法字 上右曰当知 皆是防人误会而告之曰 当知世身清净心之人 虽未成佛 却已成就成佛之法 以 其法云合 即所谓离根尘时虚香 身清净心时向事也 当知世人由时信雇 而能离虚显时 一念相应 其功德 以成就第一稀有之菩萨 至此地位 使以超凡入胜 使有成佛之可能 盖必先成菩萨 而后方可成佛 此处之当知正与前文之当知相应 故必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乃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也 此非长老生解一知归去乎 且知信心清净 便生时相而得成就 又非长老生解一知去向乎 由上来长老所解之意去观之 无人亦可恶的 既然正信 便是信心清净 则无人必须开解者 无他 再令信心赠名而已 而必须尽修者 亦无他 再令信心增长而已 盖以信慰主干 解、行、正 则为信之助力也 父有此可恶信慰主干 故曰信慰入道之门 故曰信慰到原功德母 故学佛必当首具信心 而此经全部 是以身性、开解、静修、成正、名其义去 故无人闻得此经 对经中所明知如何谓身性 如何谓得解 如何谓修无上菩提 如何谓成忍 首当依依信入之 然后方谓实性 乃能开解经修而得正也 经中处处间说性自 即是点眼处 无人当如是领会也 更有一亿 不可不知者 信慰主干者 亦再令出发心菩萨得已入门也 然而当之亦即一切 一切即一 华言明此亦 故曰信解行正言之 若以信为主 则一切皆屈于信 若以解为主 则一切又皆屈于解义 其他类推 故文法当身会其用意之所在 若执着明言 死在俱下 为学佛之大计 亦非原容无碍之佛法 即如信自顾要紧 解自意要紧 简明言之 即是信解行正四事 无疑不关紧要 而四字中有以信解为最紧要 以此二事最密切故也 何谓最紧要 学人若能实信 深解 则自能经修而得 否则那有修正之可言 故曰最紧要也 何谓最密切 解因信有 信从解身故也 信自居守 此经亦先说深信 此说开解 且信自贯彻到底 如上所说 则解因信有 自不代言 而曰信从解身者 即如前云能深信心 以此为时 此中便含有信从解出之意 云和深信 以此为时故也 若非了解 得经中真实意 何能以此为时 又此中长老自成 其深解之意去时 开口乃云信心清静 则深实相 意是显明若非深解 便不知信心关系 有如是之巨也 则信从解身 悦得了然已 其他本经中语 可引而证明者上多 自不拒述 前云 陈旧第一席有功德 是出诸位 云和之其是出诸耶 答 此有二点 一 是从上文身字看出 二 有大制度论位正也 当之时相限前便是正无身人 大论卷五十曰 于无身灭诸法十相中 信受通达 无碍不退 明无身忍 暗论中所言通达无碍自在意语 即是正义 然则无身忍心 是因其通达十相 则十相限前便是正无身忍也可知 而十相限前之位次便是正无身忍之位次亦可知已 正无身忍未赐 经论有种种说 前已谈过 经无防众言之 如大论七十三云 的无身法忍菩萨 是名阿炳拔志 阿炳拔志者 不退之意 即出诸事 是说出诸的无身忍也 而华严经则未发的正无身忍 仁王护国等经则在七八九地 以上诸说虽别 其意皆通 盖出诸便得分正 至八的以上 得无功用道 即是无学 而后缘满耳 故言出诸证者 是未分正 言八的等正者 明其缘正也 须知及约缘正言 若细分之 亦有次第 八第九的识的所证 譬如十三页月 虽缘而未尽缘 等觉所证缘已 尚不无为欠 至于佛的 始如月望之月 就尽缘满 而出诸之分正 不过正的一分 则如上贤之月 清光浮身而已 故本经约身识相者 证明其清光浮身 为登出诸也 又须知龙数 菩萨大智度论 说出诸便得无声忍者 乃为缘出诸 非别出诸 缘者 言其见地缘容 别者 言其见地 无论于理于事 虽即今生而成 隔别 隔别 即不圆容之意 更须知见地 圆容者 未虽辅登出诸 其见地 却等于别出诸 故大臣一章卷十二约 龙数 说出的以上的 无声忍也 龙数 本说出诸 乃曰龙数 是说出诸 此语正显龙数 所说之出诸 是缘出诸 而等于别出的诸 天台祖师 观经书一约 无声忍 是出的出诸 得诸 并说者 因其所谓出的 是指别教 所谓出诸 是说缘教故也 即此一语 可见别出地 缘出诸 见地相等 又可见见地 亦不圆者 必至登的乃圆 又可见所谓 正义分法身者 亦大有出入 何以故 别出诸之人 亦必正的 亦分法身 方能为登出诸 然则虽与缘出诸 同约正的 亦分法身 而此一分之大小 则悬疏 何以故 以缘出诸 见地 等于别出的故 当之自出诸 至出的 有三十个阶级 岂非缘出诸 正得之一分 比别出诸 所正之一分 大三十倍乎 所以缘出诸 仁修至初的 其中间三十个阶级 虽皆需一一经过 而经过胜诉 不比别教人之难 然则别教人 即见地位 缘者 当其由实性 修至出诸时 其必难于缘人 亦可想以 上来所说种种道理 皆不可不知者 知此 悦知大开缘解之要义 按大乘一章 观经书 同以别出的 缘出诸 正无身人 夫正无身者 正法身之位也 缘出诸 只正一分 则别出的 亦为正一分 也 可知 如是而言 岂非别出诸 并魔所正乎 然不正一分 不得名为出诸 其亦云和通耶 当知别出的 缘出诸之一分 及其光明 别出诸 虽亦正的一分 而有恍惚 譬如上弦之月 虽献而被云遮 何以故 以其素来 见理见世 皆格别而不容 遂至性 虽见而人格 正如未正 故至初的见缘 使张正的一分之名而 当如是之 其亦乃缘 以示亦故 别出诸 虽约分正 不过差甚于相似而 当知名为相似者 因其所见非真月 乃月影 名为分正者 因其所见非月影 是真月 故胜 然而真月 有影于浓云之中 故差 以其所见虽真 而人模糊 其不同于月影 也几希 此所以胜而曰 差也 然虽相去几希 亦则所见纵即光辉 而为水月 是向对面见皆窥之 故名相似 亦则所见纵即模糊 而为真月 是从信天直接观之 故差而人甚也 当如是之 其亦始彻 丑 四明实相 世尊 世尊 世尊者则是非相 世故如来说明实相 此刻 世世名实相为何 即何以名为实相之意 世实相者 有言此所谓实相 则是非相 言不可误会是说相 既名实相 又曰非相 证明其所说乃信而 如来者 信得之称 如来说 为曰信而说 明者 假明 既是非相 何明实相 故又是明之曰 正以其是非相之故 乃曰信而说 假明为实相而 亦为信不同相 之虚妄 所以明之曰实相也 经文 经文含义无穷 只好逐存而说 自先如上说其依义 以便了其大志 若但做如是说 则不彻底意 可以言之 信本非相 何故假名为实相也 此意须分四层说之 一 实自有二意 一是直实意 二是真实意 直实者 直爱结实也 辟悲 辟悲忠诚满一物 甚未坚洁 则有直有爱 何以故 再不能容受他悟故 此之未直实 然而性体虚灵 正与直实相反 虚则非实 灵则非爱故 故知实相之实 非直实意 乃真实意 真实者 明其非虚妄也 虚妄也有二意 一者 虚是空意 妄是邪意 二者 虚是假意 妄是幻意 出意则为没有 为不好 似意不但非不好 并非没有 乃是假有幻象之意 前云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谓虚妄者 乃似意 而非出意 此意正与真实意对待 然则相是虚妄 信是真实 明明是对待之物 而且信又明明非相 何以又明之曰相耶 虚知佛经中一言一名 无不善巧 何谓善巧 能使人借此名言 可以从此面而打笔面 不致取这一面也 虚知正以性本非相之故 而又能献起一切相 空而不空 此性之所以未真实也 经文事故如来说明时相沟 正显此意 事故尘上非相言 如来指信言 非相是信 明曰时相者 盖曰信而说明为实 以明信非虚妄 而是真实之意也 赴曰信而说明为相 以明信虽非相 而能献相之意也 且由此经文观之 即此实相之明 并能令人领会的性体 绝呆之意 盖信相对待之说 从表面观之云然而 若查其实际而生观之 离如来信体 并无相之可说 可知信体之为绝呆以 经文如来说明时相 经文如来说明时相 由言由如来而说明时相也 正显非信不能说实 非信不能献相之意也 此假明信未实相 所以然以也 二 此刻之意 正与前云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之意 互相发明 盖前文以明 若只见得相一面 则偏于有 若只见得非相一面 则又偏于空 皆不能见如来信 何以故 信是空有同时并聚故 其信论明如来 藏具足空不空意 岂非空有同时乎 故必应能见相及非相 方见如来也 须知应见相而非相 亦应见非相而相 相而非相 色即是空也 非相而相 空即是色也 前文既明色即是空意 此中复明空即是色意 令人统前后而何观之 则于空有同时并聚之意 更可了然 经文出云 是实相者则是非相 明其相及非相也 复云 事故如来说明实相 事故尘上非相 而皆云说明实相 明其非相而相也 相及非相 非相而相 正是如来藏真实意 故曰如来说 故先云是实相者 则是非相 重读十字 后云说明实相也 重读十字 此假名信为实相之所以然 而也 前文见相及非相 便含有非相而相 亦在 但未显说 故此中即明何谓实相之意 而显明道破亦补足之 先说相及非相 后说非相而相 正名成相及非相 而为之补足之意 又须知相及非相 非相而相二意 本互设而并聚 故于说相及非相之下 用事故二字成皆说之 即以明补足前文之意 兼明二意本相连贯之意也 三 佛经中常云 性体空计 因防人物会性体之空位空无 性体之计未枯计 故复明性体未实相也 实者 真实有之 非空无也 相者 是然显现非枯计也 此中正名此意 非相二字言其空计也 何以故 是相皆非 其非空计 殊不知正应是相皆非之故 乃曰如来性体 说明曰实相 说明为实 显其妙占总持 常恒不变 虽空而非无也 说明为相 显其胡来胡献 汉来汉献 虽记而常照也 此又姓名实相之所以然 三也 四 古德说实相之意 为无相无不相 此说圣妙 即为简明 无相无不相 应以二意说之时为圆满 一 信体本不是相 故曰无相 然虽不是相 而一切相皆怨信而起 故又曰无不相 二 虽能献起一切相 而与一切相仍然无设 故曰无相 此名其极相离相也 信故不是相 然不自起一念曰 不是相也 故曰无不相 此名其极不相 而离不相也 四 亦身于前亦 综以明信体离念而矣 无念则无所谓相不相 故念离则相不相 一切皆离矣 然则以信体无相顾 虽明之曰相 与彼人无设也 以信体无不相顾 则明之曰相 与彼又何妨灾 旷相有二意 一味外相 即尽相之意 一味相状 乃模拟之词 明信未相 当然不能呆座尽相会 故实相易语 由言真实相状而 无相无不相 正信体之真实相状也 故明之曰实相 如此是无相无不相 亦故圆满 而如此是实相 亦颇善巧 而此无相无不相 亦语 古得元从此刻经文中领悟得来 故无相无不相 既据如上所说之二意 此刻经文 亦复据此二意 曰出一言 以信体本不是相 故经文曰 是实相者则是非相 然虽不是相 而一切相皆愿兴起 故经文曰 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也 曰此一言 以相不相一切皆离 故经文曰 是实相者 则是非相 非有离意也 实相便是非相 岂非相不相距离乎 相不相距离 如来藏之真实相状 如是如是 故经文申明之曰 以是相不相距离 故曰如来信体说 得明之为真实相状也 此信明实相之第四意也 佛说本性 佛说本性 佳以各种名称 乃至一切法 亦无不用种种与事 安种种名词者 此意甚要 而亦从来无人说及 经为诸君略说之 当之佛之说法 原为破众生之之 因偏私固执 因执而越偏私 众生所以造业受苦 轮回不已 生死不休者 全有于此 而世间所以多烦恼 多斗争 乃至杀人淫臣 杀人淫也 亦莫不由此 世尊出而救世度苦 故守须破此 须知众生 所以偏私承执者 无他 由其智慧短浅 凡是只见一面 遂以为法皆固定 彼之所见 必不可矣 而不知其事偏也 而不知其事直也 故佛为知顶门 一真约 无有定法 以破其偏直之并根 而凡说一法 必用种种与事 安种种名词者 正表其法无有定也 此法自是广义 通设事法出事法而言 若但以为出事法如此 为佛旨意 更当之人之要学佛 学佛之要修观者 无他 以观照圆融之佛理 便能转其向来 所有之观念 以化其偏直之并而 故学佛而不修观 其意至小 何以故 必修观乃能明其理故 应观生 而后见理生 应观缘 而后见理缘 亦父见理生 则观月生 见理缘 则观月缘 如是辗转修习 智慧及辗转憎明 以于不知不觉间 执情见化 而望念前消矣 故所谓浅之者 奇妙用在此 非应浅也 所谓断念者 奇妙用意在此 非强断也 然则所谓在此者 果何所在 当之佛之说法 从不说煞一句 从不说煞一字 且美说一法 必用种种语事 必安种种名词者 无他 未令文法者 必须做面面观 乃名其中之意去也 此极妙用之所在 何以故 借此便以除其向来 只看一面偏执之恶习故 而此经所说 有缘有妙 真乃金刚会见 何以故 果能由面面观 而达于生观 原观 便无或而不破故 且既须做面面观 方明亦去 自不能不多读大臣 以广其文件 更不能不敬意绝招 以领其精为 而定会在其中以 果能如是 不但修各种功行 皆得自在受用 对一切是法 皆得进退欲如 而转凡入圣 以见基于此以 何以故 定会日增 妄念日少故 此事文法的 仅要关键 入佛的最妙诀窍 即当着眼 彼人尽本词指 每说一意 亦必做种种说 反复周密 不厌其想者 无非希望闻者 开祸心胸 多得做官方便而已 盖本来面目 故非言说所可及 且众生久已忘却 若不予无可言说中 多设方便已说之 云和修观 耶 上来是明面面观 升观 原观之意大 如其反之 其病意极大 即如信解二字 每见有人一味主张 但伴信心 老实念佛 足以 一切经典 不许读诵 大乘法宝 更智之高阁 苟有言求教义 喜父法会者 折喝之曰不老实 须知老实念佛 须有程度 念佛的义去 义豪未明 何能老实 如此主张太过 其只顿智学人 且赴违背佛指 以十六观经明言 求生净土 应读诵大臣 明第一意 其次亦虚文第一意 心不惊动也 所以凡依其方法而学者 非不能振作 半途而废 便走入其路而不自知 此不知信从解身之过也 又见有人手不试卷 博学多闻 一步全葬 翻阅不止一遍 却从不曾烧一炷香 顶一次礼 对于三宝不知恭敬 修行一层 故谈不到 及其口中滚滚 笔下滔滔 亦父四世而非 误法误人 此又不知解因性出之过也 此前次之所以不但凡言耳 上来所说是尊说法 从不说煞一字云云 虚知佛非有意如此 乃是智慧圆满 亦是智慧圆满融通 其出此土语 自然如此 不但佛然 菩萨亦然 大德祖师皆莫不然 故无人对于一切经论 古得一切严惧 积极不要紧处 亦不可忽略看过 不可忽略者 为当一一做面面观 深深领会也 更须知佛菩萨见地 岂无被凡夫所能妄讲 纵能生解 亦不过见到千万分之一 纵令善说 亦不过说得千万分之一 虽穷结说之 亦说不尽也 即如上科当知之意 前次已说了三四层 然其中上函多意 经无妨再说数种 亦是说不能尽 一 当知识经不可不闻也 何以故 是人之身实性 成功得 由于的闻识经故 且识经不可不闻 换言之 即是般若不可不学 二 当知信心最要也 何以故 识相之身 由于信心轻禁故 由是可知前来所说 持戒修福 于此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识之语 应三之意 直言之 欲学般若 当生实性 欲生实性 先当持戒修福也 三 当知转凡成圣 不退菩提 非离相见性不可也 成就聚 是名其未登出住 超凡入圣 名为住者 是名其至此地位 菩提心方能不退 即是信成就也 而心清静 是名离相 生实相 是名见性 此所以先说 当知般若不可不学 何以故 不学般若 不能离相见性故 所以又次说 当知先当持戒修福 何以故 不持戒修福 便非实性故 不实性便不能 信心轻禁故 此皆学人 所及应遵行 不如是行 便不能成就 故曰当知 当知者 名其不可不知也 又推而言之 由成赞庆 一科之意而观 若其大心不发 此经不闻 至高只能开慧眼 成四果罗汉 由名成就 一科之意已观 若其的闻此经 信心清静 至低便能生实行 乘出著菩萨 此意学人 所当知者 由事言之 可见经义 实在无穷 实在说之不尽 可见文法 必应作面面观 即如我 以种种义 说明石乡 若文者 但做此事 说明本性 何以名为 石乡领会者 则非比人 反复详说之意也 且若但解的姓名 石像之故者 亦语文者 无大意也 何以言之 石像是大家 主人翁的本来面目 如此真面 本来为正方之 然则云和的正 无他 唯有在反照上 用功而已 不但文石便当反照 更当于 轻叶平淡时 对近随缘时 依此次所说 诸意 深深观照 或单举一意 或融会诸意 皆可 轻叶平淡者 是向自心中观照也 对近随缘者 是向一切法上观照也 果能如是 则受用无边以 当之佛于本性 安立各种名称者 便于人之音名会体也 而各种名称中 石像亦名 于二边不着 空有同时 教义领会 此幼长老独具 此名为言之一意也 彼人父就此名开 种种义而说之者 亦在便于文者 反照用功时 多得领会之方便 非但未解释名义也 由是可知开种种 亦说之之关系 此刻腹有要义 因长老说此 故事事名 石像为何 以及何以名为石像 等道理 时间已指示 用功方法也 何以知之 此中既名相不相距离 则与下文所说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正相呼应 离字大有功夫 无功夫何能离 何能名为佛也 故知此中说 有修功在内也 当之说一非字 便是绝百非 一即是四句皆离 所谓有一离 无一离 亦有一无一离 非有非无一离 是也 由是可知古得 是时相味 无相无不相 此一无字 亦是绝呆之无 非对有说无也 盖相与不相 本是对待之词 有对待 便有变动 有变动 便是有生灭 有生灭 便非坚固 而性体却是万古长痕 就近坚固 坚固则无生灭 无生灭 则无变动 无变动 则无对待 无对待便是绝呆 绝呆者 相不相 虽皆不离乎心性 而心性则超然于 相不相之外 是也 直言之 相 有也 不相 无也 超乎其外 岂非超乎有无之外 则无相无不相一语 是说绝对无 而非对有说无之理 可以恍然矣 然则云何能绝对无之乎 有无四句皆离 是也 故经文曰 是实相者则是非相 说一非字 便是指示修功也 是令学人遇见实相者 当尽心于一切皆非上领会 若领会得实相便是非相 便领会的唐使心中少有相不相的影子 便非实相矣 故事实相者则是非相亦语 异常锋利 不得少处 处者便丧失惠命 直言之 是令学人须于一毫端上气入也 经欲诸君有下首处 在依此理 说亦方便 方便云何 即是须于为起心动念时精密关照 苟一念起而偏于有 即喝之曰非也 或偏于无 亦喝之曰非也 乃至念亦有无 念非有无 皆以非自喝而浅之 此事最妙关门 当之念头不起则已 起则于四句中 必有所者 经一切非之 便是理念之快刀利斧也 岂非最妙关门 至若出世法之六度万行 一一如法精进修行 而曾无戒地于其胸中 一一精进 不坏也 无不相也 而心中若无其事 不着也 无相也 而一切是间法 是来即应 是过便修 虽应而能修 虽修而能硬 所谓提得起 放得下 无论是出世法 少有所偏 皆以非自浅之 如是久久体会 四句皆离之意去行去 便能做到硬时便是修时 修时便能硬时 自然二边不着 何乎中道 而相不相有 无似具皆离 此又是最妙行门也 经中明明曰 事故如来说明实相 便是开示学人既非之而又说者 但明其不必坏而 须知虽说而是假明 如来性体 人以黎明子言说以字正也 而黎明子言说便是离念 离念方便 幼莫过于向为其心动念时观照 以念苟起便一切非而驱除之 岂非得是修功 当之自上科信心清静则生十相以下 正长老之身解义去也 故闻经者当如是身解也 世尊于本性安种种名 长老又独具十相义名而言 皆为令学人便于体认本性 故十相义宜多发挥 大论说十相有四句计 最精最详 最夷之之 以便时常绝照 十相即是性的本来面目 正因魅确本性 故成众生 经欲转凡成圣 不真切体认的呼 寄云 一切时一切非时 即一切时亦非时 一切非时非不时 是明诸法之实相 即此可见菩萨说法善巧 不就相自说 而就识自说 亦也 不就信说 而就诸法说 而也 虚知说未相者乃是假明 不过使人明了本性之状况 而 故不就相说 便是点醒不宜将相自看呆 若其看呆 便以者相矣 其就识字说者 又有深矣 以人知者相 由于误认为时而 若知一切法 时亦非时 非时而时 便知一切法相及非相 非相而相矣 如此说法 岂非善巧 其就诸法说者 须以三亿明之 一 使人的知心外无法也 佛说一切法 但是幻相而无实体 体为尽心 故约万法为心 又约心外无法 故可就诸法以明实相 因诸法之实相 即是信故 就法而说 无意就信而说也 二 使人异于体会也 众生既久望本来 而一切法则为众生共知共见 不如就诸法说 彼得因诸法而无心性 三 使人明了一真法界也 其信论云 因不知一法界故 不觉念起而有无名 遂成众生 亦法界者 亦真法界也 使法界万象森罗 而真如则是亦也 即一切同体之意 若知的一切法之真实状况 莫不空有同时 则上自十方诸佛 下至一切众生 以及山河大地 情与无情 莫不皆以尽心未体 可了然已 以尽心之实相 本是空有同时 故 是知未亦真法界 亦曰诸法亦如 须知一切法皆由心现 心性即空有同时 故一切法无不空有同时而 此善巧之二也 龙树以马名为师 故其信论以约诸法 以名真如 真是一波相传 一切使者 一切法 俨然在望也 此与是破之无 一切非使者 一切法当体即空也 此与乃破之有 又防人闻而 只为亦有一无 非有非无 故又说下二三两句 即者 连即之意 未不可但看第一句 须连第二三句而体会之 其意若曰 请所言一切法实与非使者 非格别而不容也 当之乃是实即非实 非实即非不实而 实即非实 所谓有即非有也 色即是空也 非实即非不实 所谓非有而有也 空即是色也 如是则四句句浅 诸法之真实状况如是 亦即性体之真实状况如是 而截之曰是明诸法之实相者 又明法性本不可说 说谓实相亦是假名而不可者而 常有人闻四句句浅 即空有同时 不免怀疑 以为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与空有同时 亦未无别 何以故 未知空有同时者 其非明其说有亦可 说无亦可乎 又其非明其但说有便非 但说无便非乎 然则何以说亦有亦无 或说非有非无 皆为其偏执而浅之耶 此人如是说来 勿亦 大勿亦 以其不但为明亦有无 非有无 知予亦 并为明空有同时之予亦 故也 当知亦有无 非有无 两句 是成其上文有句无句而来 故为之四句 说亦有亦无 者之用亦 以为第一人单说有 第二人单说无 各偏亦边 诚然有并 我则不如是 我说一切法 乃是亦是有亦是无 既二边之句是 则偏于亦边之并除以 殊不知说有便不能说无 说无便不能说有 而约亦有亦无 自予相为 旷看成有亦是 无亦是 亦既磨人两可 亦复格别不容 故应浅也 说非有非无 者之用意 以为第三人所说 成灾有病 我则亦忽视 我说一切法 乃非是有 非是无 既二边之句浅 则第三人执着二边之并除以 殊不知非有便是无 何又云非无 非无便是有 何又曰非有 其非戏论 且人是看成有是有 磨是无 其格别不容 亦与第三人并同 故应浅也 又复第三人见地 既说有无双是 则人是偏在有边 而第四人见地 是说有无双非 则依然偏于空边 其不应浅忽 双亦四是双照 双非四是双遮 然实际人大不同 以双照双遮之言 明其得忠 而双亦双非之说 指之二边固也 若空有同时之意 是明空时即是有时 有时即见空时 空有圆融 既然非二 便是无边 边上且无 更何从者 与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亦为天渊 何云无别 有有敬者 众生若知得空有同时 可见空有据不可说 若知得空有上不可说 则何所用其分别哉 此佛说空有同时之为意也 盖既已除众生分别情见 且令黎明言而自证而 故无论说有说无 说亦有无 说非有无 一切具浅 以上是约对志意说 若约究竟意彻底说之 言浅则一切浅 言不浅则一切不浅 须知凡言浅者 应直顾浅 若磨所执 则磨所浅 故空有同时 亦不可执 执意应浅 何以名其然也 事观心经 先颜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以名空有同时 使人物此的入班若正至也 而其下又曰 无知亦无得 此即开示空有同时 亦不应直之以 本经亦明明言之 如曰班若非班若是也 即如此刻亦然 先言则申时相 成就功得已 而此刻又曰 实相则是非相 说明实相 亦应防人执着实相 故说非 说是假名 以浅之而 实相 即是空有同时也 当之空有同时 何以不可执 应少有所执 便偏着与有边 而非空有同时已 故应浅也 若闻无此言 而与空有同时之意去 绝不体会观照 则又偏着于空边 而非空有同时已 意应浅也 当如是领会 至要至要 总之 情见若空 说空有同时也可 即说四句又何尝不可 若其位也 说四句故不可 即说空有同时 亦未见其可也 着眼着眼 如上所说实相之 第二意中有曰 此刻是与前文若 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互相发明 由事言之 长老之身解一去 亦可见已 然而长老之所身解者 由不止此 虚知信之别明甚多 经不举他明 而读举实相一明 以言之者 又是发明上来 说法与非法 皆不应去 说非法非非法 说则非是明 等等之意去也 上来是尊如此说者 皆是令不着于空有二边 以原容之 以这于二边 便非信而是相顾 若取法相 即是者我 若取非法相 亦即是者我顾 经长老乃于空有 同时之时相 亦说则非是明 此证 针对上来世尊所说 为之发明二意 以便令领会者 二意云合 一 性本空有圆容 同时者 圆容之意 若者于二边 便于本性不相应故 二 空有圆容 上不应者 以少有所者 便非空有圆容故 何况二边 其不应者 更贺呆言 此读举时相 为言之深意 亦即长老之所以 深解义去也 又如上所说 此刻非自 有离自意 是说修功 是与下颗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相应 当之此约 现前当来劝两颗之文 实无处而不相应 以两颗所说 本是互相发明者 此意志下当说 此 此 约当来劝 分二 丑 出 庆经 劝后 此 事显其故 丑 出 又二 迎 出 自 庆 此 广劝 迎 出 自 庆 世尊 我经的文如是经典 性解受词 不足为难 我经的文如是经典 性解受词 此一语 正是说明习来所得慧眼 未曾的文之所以然 何则 若知经之得文而性解受词 便知习之未曾的文者 非他 以心中有一所得之慧眼 便于此身经自身障碍 以 纵令的文 亦必不能性解受词 则文如不文以 故曰所得慧眼未曾的文也 此言正是说明其障碍 全在慧眼 慧眼何能生障 则全由于有意所得在而 何以故 有意所得 便是法直 便是智慧浅短 则于此三空圣意 岂能相弃 且有意所得 便是自觉已足 便是悲怨不红 则于此舍己度他 且度无度像之妙行 更难相弃 此其所以习来未曾的文也 今则窥见世尊一切无助而到眼开 为众请求说此身经而大心发 故得文而性解受词也 解者了解 受者领纳 一己领会 故解之与受 其意相近 寄言解 复言受者 受词二字乃是何说 盖受持何说 以名当解行并敬也 又持字 富有之持不失之矣 故性解受持一语 是名其不但能性能解 且能解行并敬而不退也 不足为难 是说不十分难 非为绝对不难 不十分难 此其所以自庆也 若绝对不难 不得云袭来会眼未曾的文 亦不致替泪悲气赞叹悉有意 何以不足为难也 盖有三意 一 身执佛时也 尔提面命 或意自意 旷以如来明设受 见闻随喜 便得莫大之福 便生莫大之慧 初不必开是也 而身逢圣慧 福慧素根 一定深厚 如是因缘俱足 所以佛美说法 现作正果者 不可数计 而身在佛前佛后者 为八难之一 长老公为大弟子 故曰不足为难 此自庆之意也 二 以正圣果也 如大品云 班若甚深 谁未能信 达曰 正见成就人 漏尽阿罗汉 能信 经长老寄证阿罗汉果 所以不足为难 此自庆之二也 三 能解空一也 班若一步 皆明第一一空 而长老于十大弟子中 解空第一 是其根性最利 亦于弃入 故前八会 皆是长老未当机 经说圣身经典 亦是长老发起 故曰不足为难 此自庆之三也 宗观下文 亦句上说诸以 何以故 长老自言不足为难 正以显末世之十分为难 以其身不逢佛也 而自己庆幸处 亦及嘉义奖励后进处 亦为我经信御世尊 既正阿罗汉 又解空一 故得性解受持而 以彼墨世众生 既不欲佛 甚难得文 甚难性解受持者 而静得文 静能性解受持 彼真难能可贵 其根性必远胜我 菩萨种性 远胜罗汉 我经何足为其 故曰不足为难也 数行之中 此亦反复勤恳 其鼓舞后进之心 权权即矣 因此广劝 若当来是 后五百岁 其有众生 得文是经 信解受持 世人则为第一稀有 来是 范言佛后 后五百岁 则指佛入计后 第五个五百岁 即末法之初 金则将满三千年 已在第六个五百岁之末已 金中凡言后五百岁 亦不限定在第五 宗以名其事末法时代而已 人言金言 此时众生 斗阵坚固 入道甚难 斗阵者 己是人非 真强斗甚也 坚固者 一味斗阵 劳不可破也 事关中国自诵以来 诵出至今将千年 彼时正入末法之初 讲求道德学问者 门户之真 远过汉唐 于是有诵学排斥汉学之风 有儒家傍毁佛教之习 代后所谓道学者流 又自其斗阵 如陈珠与陆王两派 是也 总不外乎读术己志 打倒他人 有因必有果 促之反被他人打倒 遂有新学将就学 一起推翻之势 连孔子亦受其累 殊不知孔子之真实意 自汉以来 学者并未梦见 即以佛门而论 入诵以后 亦染此风 各宗各派 斗阵胜烈 莫不己宗读事 别宗尽非 越屈越下 至于静经 竟有欲推翻起信论者已 时可痛心 佛门尚且如此 道德学问中人 尚且如此 其他更何呆言 所以奋斗二字 成为格言 殊不知古人 曰努力 曰奋勉 曰自强 即佛教中意曰勇猛 曰精进 此等言句 皆就己身说 有力无病 精曰奋斗 虽意识自强 而含有排除其他意在 此概斗阵习气 越身所致 世道所以越苦也 斗阵云何起 起于执着 执着由分别 分别由我见 而佛法专制此病 今世尊与长老 皆特特就末法时代鼓励 可知今日欲捕救人心 挽回世运 唯有弘扬佛法 以其正事对正良方顾也 然而正已对病之顾 恰与人情相反 以斗正坚固之人 其葬身业重 内因不惧可知 加以去甚时遥 善知事少 则外缘亦付不足 因缘两缺 与此身经 不但受持难 性劫难 即得文艺已胜难 非尽无文法之机会也 其如不愿闻合 然则躺有无此三难者 非久知善根 定为佛浅可知 故曰则为第一稀有 明其若非菩萨是现 即是具有菩萨种姓之人也 则为者便是知义 义中含有成就在 或曰 菩萨是现无论乙 其具菩萨种姓者 何便成就 当知经中先言的文 又言信解受持 是明其三会具足也 其不能成就耶 文是文会 信解是私会 受持是修会 盖居莫是而得文身经 实非亦是 必其素有般若种子 所谓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众善根者 具有如是圣因 方能得欲圣缘也 故得文便能生性开解 见或亦有虽得文而别欲帐元 信心俱难发足 解义未能大开者 只要遵依佛事 持戒修福 必能信解受持 盖持戒是断绝染源 此自立之机也 修福是发展信德 信中本具无量进攻得故 毅力他之攻也 如是被诚和绝 决染源未备成 斩信德未和绝 自他两立 必蒙诸佛设寿 自于此经能生信心 以此为识 以此为识者 未解真实意也 既信且解 自亦如法受持矣 如是三会其修 何换其不成就乎 又观世人便是第一 稀有之言 义中含有不可自报自弃在 此长老尊尊劝勉之意也 此句与上文当之事人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即下文则明诸佛句 正相呼应 丑 四 适显其故 分三 迎 初 正显不着有 四 转显不着空 三 解显明诸佛 迎 初 正显不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上言是人便是第一稀有 何以变得如是 此下三颗 正是名其所以然也 流通本每相皆加亦无字 唐人写经 即已无我相亦直冠下 故下三无字可审也 何以故者 假设问曰 何故为此人便是第一稀有也 答曰 以此人 我人众受四相皆无故 既已皆无 是不着有也 观文相表面 四诞说其空人我相 亦四诞明其不着有 然观下文之转现 则此人不但空人我 且并空法我 不但不着有 且不着空 然标科但约不着有者 顺文相顾 以不着空意 非得下科之转现 不知也 当之此经专名十相 十相者 绝对无外 本非一切相 所谓我法聚浅 空有不着 是也 我法聚浅者 为人我法 我等四相 一切浅尽 空有不住者 我法等相不着 是不着有也 亦明我空法空 非法相亦不着 是不着空也 亦明空空 并我法二空言 未知三空 末世众生 必其具有般若根性 我法等值较薄 方能于着恶是中 得闻此法 方能超出长流 性解受持也 既能性解受持 则我法空有之值自浅 此其所以便是 第一稀有菩萨之故也 故上言则为二字中 含有成就意在者 因此 因此 转显不着空 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是非相 所以者何 自问上文 无字之所以然也 我乡下 自达自是 亦为是所言无 非对有说无也 乃绝对之无 所谓四句皆无 亦即亦空到底 何以言之 因此 人非是见得我 人众受时 有而能无之也 由非灭 却我人众受 而后无之也 乃能见到 我本原生患有 当其现患相时 即是非有 故曰我相即是非相 此句名其非与我相外 别取空也 其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即是非相 礼意如是 大论云 众生所者 若有一毫莫可有 则不可离 以所者处 无如毛法许有 故可离也 此意是说 一切皆是幻相 本无毫莫许是 真实有者 证明其有 即是空也 所以可离 譬如一眼见空花 花处即是空处 何必灭花而别取空 亦尽则花自无 此意如是 约性而言 若解的一真法界 则本无差别 本来长痕 那有我人众受诸相 约相而言 若解得五蕴本空 则知当其限我相时 便是空时 故我相即是非相也 而人相即一切众生之相 亦莫非五蕴假和 本来皆空 故人相众生相 亦即是非相 所谓受者相者 因其相续未断 故臣此相 其时既约相续 可见是念念千流 刹那生灭 非受者相即是非相忽 此人性解受 迟而能如是 便具三空之会以 亦付四具具离以 何则 若未能动彻我人 众受本事幻相 非有现有者 虽能不着 乃是勉强抑制 亦即对有之无 见地既未真 不但用功费力 而根诸犹在 断靠不住 且纵能抑制不屑 亦是法直 如能言所云 纵令内守悠闲 亦是法成分别隐士 是也 其并在一守字 有所守 便有所执矣 何故如是 见未彻底故 经此人既彻见 我人等相即是非相 是能动明一切 相有即非有也 有即非有 故见如不见 虽万象分云 而凶刺泰然 则不带一智 而彼自无 何所用其守哉 摸索手 则摸索直 是无法相也 且不但法空而已 我相即是非相 可见其非于相外 而别取空 是亦无非法相也 其非并空亦空乎 人空 法空 空空 是未会撤三空 故此刻标题 曰不着空也 此人真是大根器 以其能亦空到底 不是知知节节用功的 前又未知四句距离者 何谓也 如上科不着有 此科不着空 是明里有离无也 而约我人四相即是非相 既约即是 可见此人并非将有无 看成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格别不容 乃是见到有即是无 则其智慧已彻 空有同时 岂非四句距离乎 自信清静心 本离四句 无相不相 绝呆圆容 此人经济超乎四句 不空而空 空而不空 圆容无碍 便是契入时相信体 故曰则为第一 稀有之菩萨也 下科正解显此意 因三 解显明诸佛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何以故者 问我人四相即是非相 何故称为第一席友也 离一切诸相两句 是明其故也 诸相即是我人众受 相不止一故曰诸也 而又曰一切者 应不但由身见而起 我人等四相已也 前云 若取法相 若取非法相 即者我人众生受者 可见凡有所取 便成四相 故曰一切也 若曰四句说之 或止有 或止无 或止亦有无 或止非有无 执则便有能执所执 能所辨是对待 对待变成比我之相 执即不一 便成众生相 执情不断 便成受者相 故曰一切诸相也 识相之性 本是相不相距离 故若能离一切诸相 便正法身 故曰则明诸佛 诸佛有二意 一 十方三是诸佛也 二 初诸以上 即果以前 明分正觉 亦明分正佛 已能分正法身 故 初诸智究竟 绝共四十二位 故明诸佛 约初一言 亦为十方三是诸佛 皆因离一切诸相 而得佛名 此人已觉四句 彻三空 是离一切诸相 已 虽未聚智究竟 佛位 而成菩萨无疑 故但约第一稀有 不约最上第一稀有 约四一言 自分正未出诸菩萨以上 以至就尽觉 皆需离一切诸相 以正法身 此人能离一切诸相 使以正得法身 已 虽未知其所正深浅 至少亦是出诸菩萨 而未分正佛 亦即是信心清静 则生时相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故约则未第一稀有也 此中所说我相及是非相云云 便是空有不二 性相圆融 亦即是上来是尊所说诸一知总会 何以故 以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正与生信文所云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遥遥相应 故族正此人能离一切诸相 已见得如来信体 岂非第一稀有 长老所成见地 却与世尊心心相应 此之未生解义去 故下文世尊及应定之 前云此约当来劝三颗 与上约线前劝两颗 其亦互相发明者 事观前文但说一信字 此中则云信解受持 正已发明前虽但说信 已设有解与受持亦在 因信是道远功德之母故 说一信字 便贯到底也 此中言无一切相 又是发明前文信心 清静之所以然也 而相即非相 二边不着 空有圆融 正是实相之真权 此中言则为第一稀有 则明诸佛 亦即前文成就 第一稀有功德之意也 此中言离 上则言非 正相呼应 以相不相聚非 故应离也 前云生实相 又云如来说明实相 此中则云则明诸佛 意义一贯 盖献亦分如来实相 未分正佛 圆满显现 未就尽佛 而前后皆曰明者 又明所谓实相也 诸佛也 皆是假明 即皆不可知 顾应一切非 一切离尔 由是观之 前后只是一意 顾说前文时 应设后亦说之 说后文时 亦应设前亦说之 而一约现 而一约现前言 一约当来言 互相彰显 此又说法之善巧处 如私体力 经中常常欲知 人 四 如来应产 分三 鬼 出 应可 四 产意 三 结成 鬼 出 应可 佛 佛 佛 须菩提 如是 如是 若富有人 得文是经 不经 不不不畏 当之世人 甚未稀有 应者 应可 长老之说 产者 就长老所说 更为产名上来 为尽之意也 凡标佛 告须菩提 具 郑重之意 应下文多 补前一所未发 顾结经者 特标 此具 另注意也 如是 如是 众言之者 应其言之 即当 若分配说 即未上来 赞庆 广劝 两皆不谬 长老前云 若富有人 具 原位 指名 何时 但已对 此刻之劝 当来而言 故叛位 约献前劝 今世尊义 但云若富有人 亦未克止 何时 然于下文 结成时 却归到当来 可知此语 乃是通 指献前 乃至未来 而言也 经者 乍然恶怪 不者 惶惑不安 为者 怯退 自主 天清论 约 经 未聚此经典 非正道 横顾 不 未不能断 一顾 未 未由于经 不 不肯 修学 故 智者 书 约 初文经 不经 四思 亦不不 后修 行 不畏 何论 书 观之 则 不经 即 是 性 以出文经时 不具其为非正道而经 是能性也 不不 即是解 以赐而思议 毫无疑惑而申步 是能解也 不畏即是受持 以不畏而自主 则肯修学 是能受持也 而便其词者 盖有深意 乘以着有之凡夫文说 相皆虚妄 法执之二 圣文说法不应取 一类偏空之被文说 非法义不应取 必至今不 怕谈般若 性解尚无 黄论受持 则赫能同登绝路 不足化成乎 顾依依道破 其不能性 解受持之故 另一切文者 当之法 本无定 佛不欺人 何必经不一味 竖姬的 有性 解受持之望而 顾下文第一 波罗密云云 证明法无定相 五语云云 证明佛不欺人 可见经说 不经步步 不畏者 正未说下文章本 而说下文之用意 又正未断众生之经 不一味 前后语意 谨相呼应也 稀有而约圣 意及第一稀有之意 观若父以下语气 意是应可长老所说者 上言如是如是 已经应定 而父说此数语者 无他 亦再说出众生 不能性 解受持者之病根 以劝勉之而 贵 伤二 产明观行离相议 四 产明说法真实意 四 又二 丑 丑 约般若明 四 约于肚明 丑 丑 约般若明 何以故 徐菩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 非第一波罗蜜 是名第一波罗蜜 何以故具 统观下文人如一颗 第一波罗蜜 第一二字 只般若言 如来说者 表其是约性而说也 约性而说 故约第一非第一 因性体空计 那有此第一波罗蜜 之相 故约非也 约非者 明其性本非相 故不应者相也 吉父约性而说 故约是名第一波罗蜜 因性体虽无相 而亦无不相 一切相皆愿性起 此第一波罗蜜 亦是原性而起者 不无第一之名相也 故约是名 约是名者 明其相不离性 人应会归于性也 如此说法 是此刻经文之本意 未知本意者 因本经中凡约非约是名 皆是发明此意 此乃根本意 未学人所不可不明者也 然而此刻之意 生疾要疾 若但说此本意 便非佛指 因此刻以下皆是产意 未知产意者 即是于本意之外 更有所推产 而发明之意在也 其意云和 是思开口即约何以故 此三字 是尘上文不经 不不不畏 当知是人 甚为稀有而来 可知第一波罗密三句 正是说明不经 乃至稀有之故者 若只说本意 而不将此中 所以然之理发挥明白 则何以故三字 即上文不经云云 皆无着落 上曰当之 此正学人所当之 万不可不生解其故者 不但此也 上文不说性解受持 而便其词曰不经 步步不畏者 以莫视众生有怕谈班若 不能性解受持之并故也 此中不说班若波罗密 而便其词曰第一波罗密者 乃借已产发班若之经理 比一切众生得以名了 数可恍然班若是不必怕 不能怕的 然后方算得是学无上菩提法之人 方有转凡成圣之希望故也 何以故 前不云呼 一切诸佛及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即是明白开示班若万不可不幸解受持 且当从此入门 若不入此经之门 便是自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隔绝 亦复自与一切诸佛隔绝 以 何以故 诸佛及无上法 既皆从此经出 则欲学无上法 欲转凡成圣者 若不从此经入 岂非自觉其路乎 岂是怕得得 所以若但说本意 但说前一层之意 而不将如是之生意 彻底发挥 则是遵辞而说之生止 便而埋没以 上文曰当之 此由学人所当之 万不能不生解其故者也 如上种种道理 皆包含在此三句经文之内 其意之意常今生可想意 而其意之关系重要 亦可知已 欲说明之必须巧设方便 使之言少而易明 须知般若易去千古隐晦 今欲除其怕病 便不能不揭穿其致怕之由 有时不能不涉及古人 亦不能为贤者会以 盖 不将隐晦之意去彻底说明 则今一步未知病跟人在 便人不能信解 不肯受持 其不辜负佛恩乎 声望诸君尽心地听 若不将此终意去彻底明了 亦未免辜负佛恩也 道理既如是今生 虽今欲言少一名 然几句话亦万说不明 一口气亦万听不明 我今先就第一二字 发挥一个大概 让听众心中先有一个底子 然后再步步深入 此意方便知意也 班若波罗蜜称为第一波罗蜜者 因班若为诸度之母故也 班若为母则诸度为子 子不能离母 故修诸度行者 若缺班若行 约因则不能破获 约果则难正法身 当知诸度皆称波罗蜜者 正因其有班若在内 若无班若 不能称波罗蜜也 何以故 不能破获 便不能正法身 而道彼暗故 所以班若有第一波罗蜜之名者因此 由是观之 既是诸度不能离班若 则班若亦非离诸度而别有存在 可知 故第二句曰 非第一波罗蜜 此一非字 是名不可知 班若为别有其相也 然而虽不别有 非无第一之名 故第三句又曰 是名第一波罗蜜 此是名二字 是名诸度离班若不为波罗蜜 则班若不无领袖之甲名也 以上是说明班若名为第一之所以然 并说明曰第一说非 说是名之所以然 此亦须寄劳乃破人 经一部位之根据也 此下便当说之 上文长老以我人 似乡即是非乡 明是人之空有圆容 以是臣其所以为第一稀有 是尊即以应许之以 然是尊美说一法 非为一事 非为一人 虽因是人之稀有而 见及一切众生 所以有我乡者 无他 取法故也 故于应许之后 赴约六度等法阐明其意 以开示一切 有分别法职之众生 先说班若者 正以众生怕班若故也 众生何以怕 以有分别法职 不达班若之真实义故也 所以未知产明者 因此 盖众生咒文班若是第一意空 以为高而难行 故今 又不明第一意空之所以然 故不 觉得与其学班若 不如学他种原经原法之妥 故未 终由佛理未能贯通 物身分别法之而 此真自施善力 深可怜悯 故世尊说明 世人甚为稀有之故曰 我何以为世人甚为稀有耶 以此般若法门 众生经一部位 而世人独否故也 夫此法成高 何怪其精畏 然而此法甚要 又何可自足 我今将诸波罗密中称为第一之班若 更为大众产明真实意 比得了然 我说班若者 为令众生到彼岸而 不到彼岸 便省苦海 而非班若 又不能到彼岸 可见此法极为重要 断不可一味自足 必须性解受迟疑 何为彼岸 诸法实相是也 当知实相者 无相也 故班若虽称第一 而非第一 何以故 第一本无相故 因其本无定相 故说未非也 说未非者 是令众生明了 佛所说法 无有义法能离班若 则班若非可于诸度外 而读经第一也 又当知实相者 亦无不相也 故班若虽非第一 而是明第一 何以故 第一不无假明故 因其不无假有之明相 故曰是明也 说是明者 是令众生明了 既法法不离班若 是法法可明第一 则班若之称第一 乃是假明也 我今将班若经义 如是阐明 则一切众生 当可有此物得 凡我说非 故事令人空相 而又说是明 以显其不无假有之明相 然则所谓空相者 是令空其者相之并 并非坏其相也 大可恍然以 不坏其相 是并偏执之空 亦空之矣 此之位第一亦空 若能通达此意 则知应相是假明 故不可哲 非为无相 因法无有定 故不可执 非为无法 然则此法虽空 其同或达完空 此法虽高 亦非无下首处 上父赫经 何不何谓之有 经则是人 既能性解受持 便是不经 不不不畏 便是通达第一亦空 正所谓于第一亦 心不惊动者 非甚为稀有乎 以上所说 不但说上文 不经乃至稀有之所以然 并将一切众生 不必经畏 不可经畏之道理 亦已并彻底说明之已 树基此刻意去 圆满显出 然而上有要义 不能不说 其亦云合 及前所云千古 隐晦者事也 当之怕班若之病 深已久矣 若不依依揭穿其故 何能除千古来 先入为主之病 由当详说班若亦去 及其圆容 与所谓中道第一亦 无二无别 毫无可怕之处 树基不致自施善力 此虽推广而言 然人是本科经指 亦在破其分别法指 以除怕谈班若之病根儿 经言二圣不空 即为不班若之第一亦空也 可见佛时已然 不但后世已 然佛时指示二圣身部 大臣尚无此病 代后玄奘西度 得欲彼图相宗诸师 乃将信宗之空 与相宗之有对举 第一亦空 是绝对空 何能与有对举 此典祭物 故为相宗方试了意 所谓三十叛教是也 是彼时应土大臣中人 以为能申解义去 误认班若未偏空矣 至于我随唐时之叛教者 亦从不列班若于圆教 未尝不知是第一亦空 然中以为专说空 不如中到第一亦之圆容 古人如此而盼者 亦在推崇其所踪 不无故是异扬 然而异扬太过 未免取这文字像 后人应是古人所盼 更加执着 更加望而身位 故从来无人肯学般若 肯谈般若者 真可悲也 真可喜也 禅宗虽宗般若 然指宗其一荡意味 以用功而不谈教义 所以般若亦去 千古不张 臣随时虽有三论宗 然是宗论而非宗经 三论所明 故是般若 而三论家记专在论的文字上眼球 遂于经中一去 不免隔膜 何以故 未曾直接观照顾 直言之 仍是不免取这三论之文字相耳 所以三论家发挥论意圣经 而经只却浮会骚着养处着 因此 当之般若即位诸度之母 本经且明明云诸佛及无上证等觉法皆从此经出 然则若于般若亦去未明 虽读其他原容经论 即未在根本意上用功 其见地何能彻底 见若未彻 又何能源 今世尊就第一波罗蜜之名而产其意 使之般若亦去 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及其原容 以免众生经不移位 作诗法宝 难道彼岸 无异欲之后人怕不知病根所在 而玄世之者 真大慈大悲也 上来彼人每说则非是名 多约二边不着说 亦即是约原容中道说 此次则兼约第一意空说 亦即是约浅荡说 如此说之 时具苦心 苦心云合 使之中道之与浅荡 与虽不同 亦时无别也 何以言之 名为第一意空者 因其意空到底故也 意空到底者 有一空 空一空也 换言之 便是有一浅 空一浅 浅有 所谓不着有也 浅空 非所谓不着空呼 然则浅荡之第一意空 与二边不着之 原容中道 请问又有何别 由事言之 判教者之说 不可直位定论也 可以了然明白已 而怕谈斑弱者 亦大可以幡然悔悟已 且由事言之 凡判某经未纯元 某经未非纯元诸说 亦未可直位定向 何以故 既法法皆斑弱 则法法皆原 所谓元人说法 无法不原 何必苦苦分别 前言浅荡之 与元容中道 无二无别 凡物认为有别者 无他 尤其看待中道故也 我经更约中道 发挥其意 比得彻底明了 则分别之直 树姬无字而生乎 一切法计皆假明 则中道亦是假明 以假明故 则亦无有定相 则亦不可者 这则亦落四相 上得未知元容中道忽哉 当之中之一言 是因二边相形而有这也 若离二边 中无密处 所以中无定相 相计无定 岂可看待 看待便成法之矣 更当之中之 所以无定相者 因二边亦是假明 亦是相形而有 亦本无定相故也 二边既不可者 那的有中可者也 故真解中一者 无往非中 即空假而皆中也 譬如就空言之 空则不着有意 并空亦空 便是不着空 所以亦空到底 便归中道 如上所明是也 已是之故 班若于华言 法华 其亦去 所以无别 不但此也 亦假到底 亦父如是 譬如知一切法 不无假明 是不着空矣 即父能知其名是假 岂非不着有乎 则亦婉然中道矣 所以密宗 净土 皆从有门入道 而皆是原顿大法者 因此 即以相宗言 亦本是大臣原意 他不具论 观其发明遍迹 依他 原成三性之理 何等原妙 无奈学知者 不向此等处观照用功 专在所所明向上剖析 越剖析 越分别 岁越执着 于是大者小 原者偏矣 可谓不善学者矣 不知用矣去凡情 反应而增长凡情 岂佛说法相知本指哉 其修学秘境之人 若不明自他不二 心土不二之意去 则令大者变小 原者变偏也 亦然 由此可知佛所说法 本来法法皆原 其有见以为非原者 实由众生偏见 非观于法 故学佛者 首须大开原解 观照无往非中之理 以修一切法 则法法皆原意 皆中道第一意意 皆第一波罗密意 即皆的证实相道彼岸意 此之未原中 学人所万不可不知者 请言大开原解四字 即当注意 凡我所说无往非中云云 不过可谓闻者之一助而 必当实实以此原意 于自心上 于一切法上 唯密关照 精进用功 以去其偏执之繁情 然后自己知原解 树基可开 若非然者 则所谓原解 人是他人的 而非自己的 虽之无往非中 而对于一切法 必仍然处途成智 不能无往非中矣 此曾极观景要 千万误呼 不但此一亦然 所说诸意 莫不皆然 总之 闻思修缺已不可 又当之本经之说 说则非 说是明 是明信之语相 非亦非亦 虽原荣而行不 虽行不而原荣也 行不者 如是如是之意 即是亦而而 原荣 则二而亦亦 上来说浅荡即中道 明其与法华亦去同 经则明其与华言亦去同也 何以故 凡言则非是约信说 约信而说 则不应者相 故非之 应不着相而非之者 是明信相非亦也 凡言是明 是约相说 约相而说 则不应坏相 故是之 应不坏相而是之者 是明信相非亦也 何以故 信是体 相是用 迥然各别 故非一 所谓行不是也 然而用从体身 离体无用 由此可知相 乃信之作用而 明得此理而不着 则见相便是见性 故非亦 所谓言 所谓原容是也 然则信相 既然非亦非亦 则是亦而 二而亦亦 亦而 故既硬不坏 又硬不着 因其虽非亦而亦非亦 故需于原容中 见形部 又需于形部中 得原容也 二而亦 故虽赤然现相 而亦然会归于性 因其虽非亦而实非亦 当令原容而不爱行部 行部而不爱原容也 我今如是发挥 则与华言亦去 亦婉然无别 宗华言者 可以不必怕矣 如前来所说 浅荡与中道无二 若名其矣 则宗法华者 亦可以不必怕矣 本经中如云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应身清静心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以及时相二字 并此中我相及是非相等等 皆可以此一说之 即如开经时 说种种众生 说无于涅槃 亦原容之行部也 而又说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则行部而原容也 自不过孤约 则非是名以发挥之 始宗华言者不必其事而 如指定只有 则非是名可名此意 则又非也 总之 得其要而会其通 则无说而不可 即此可恶法无定相矣 更有极要之意 必须一说者 即是浅荡法门 与原容法门 无二无别 何以前云 必须从此经入耶 当之此二法门 里虽无别 而用功则大有力顿 所以当从此经入者 以一切凡夫无不偏执并生 必得极力浅荡 而后乃能原容也 否则偏执之凡情未去分毫 便观原容经论 何能领会 那的受用 至多不过学的一二教乡 作为清谈之助而已 事关自唐以来 禅宗以外诸大德 其道德见地 最令后人倾服者 考其得力所在 己无亦非经过禅门瞎恋者 正以禅门用功 是宗般若空之又空 极力浅荡学人之偏执故也 故无常畏自唐以后 中国佛法端赖禅宗者 因此 由是可知浅荡功夫之要义 一己斑若三空之义 去不可不明义 但浅荡时 应生观原观经中原荣异地 不然 便不知何者未偏 何者未知 何者应浅 甚或自以为是浅 其实反增偏执 此禅门所以虽不谈教义 而必须有严明师有 时时未知痛下浅垂也 所谓痛下浅垂者 即是浅之又浅 所谓白齿干头 还须更进一步是也 经济未逢严明师有 只有自观自照 精密体会经中之明二边不取 性相圆融 或说一空到底 乃至越说越深 如后半步之诸法 一如 一切皆是 无胜无凡 本来无生等等 学人当审量自己程度之所堪 由浅而生 或粘一句 或何数句 以知观照自心 躺自己习气 以及其心动念 于经中一指 少有味和 便是偏者 便及自傍自喝 浅而去之 此用功最妙之方 时不会经验之谈 敢为诸君告 其他圆融经教 如洗研究 无防并观 然以以般若为主 何以故 华言 法华等式表权 表权者 用彰显圆融之语 以明性体视也 故其词具意味 依依皆屈圆融 即说浅荡之法 亦欲在圆融之中 故必已有浅荡功夫之人 即是直见以薄之人 方能彻底领会 不然 便只知其事说圆融 而不知其事说浅荡 所以从此入手者 往往学之多年 而偏执之并依然 虽或依据教乡 说的圆融 而与本分上并无交涉 旷之情味话 其所说者 不过表面文章 有时看似今生 而细暗之 不清不醒 或以为 但是某经如此 其他则否 仍未见其真能源融也 而般若则是遮权 遮权者 用潜荡偏执之语 以明性体视也 故其词句意味 依依皆屈浅荡 虽说圆融之理 亦欲在浅荡之内 所以怕谈班若者因此 所以不将班若 列入圆教者亦因此 由其但看文字之一面 故也 及此一点 便可证明 为在班若中用功 虽学其他原经 其见地人是隔别 而未能源融也 以上所说 班若与他种源经历言之不同 即学之者利顿 所观之为细处 经未扶持正法计 为人人的受用计 故不辞反复详细 为诸君屡屡言之 由是可知班若之妙矣 必当先学矣 何以故 执情浅荡的一分 性相辨原融的一分 潜荡至极处 亦及原融至极处已 会撤三空 便是原融中道 妙哉妙哉 足见班若不但 是学佛的坦途 且是学佛的进路 若不从此门入 岂非不时途径 此所以学佛者多 得自在者少也 凡此所说 是一个字 一滴血 皆从千辛万苦中 得来者也 皆是抠出心 甘以示人者也 而此产义诸经文 是一个字 一刻诸 透源透源 勿当真切领会 不可忽略 请言中国字堂以后 佛法端赖禅宗 不可误会 是劝人不念佛 去参禅也 盖我之赞叹禅宗处 乃赞叹班若处 是劝人学班若 非劝人生禅 要之参禅当审时机 机是机 时是时 非一是也 所谓机者 跟机也 故先当问自己 能受棒喝否 跟气立顿 关系尚小 非具有敢死对精神 无庸谈词 又机者机缘也 故又当问 欲有良师否 参禅不能离师 师不但要明 且要辣 更要有杀活手段 三者不备 便非良师 若其根基机缘 两阶具足 参禅甚好 苟缺其一 而言参禅 未见其意 或返有害 此亦我知实验谈也 所谓使者 如南北朝时 北魏南梁 无不大弘佛法 讲习即甚 然不无取者文字像 故达摩东来 乃不立文字 直指本心 正对食病 经则大都为明佛理 正当广劝读经 要其空书 不立文字 经由非已也 故不如发起大悲大愿 修福持戒 一心念佛 清静世家 弥陀两位大善之事 一面依我前说 以此经一礼 观照自心 浅其烦情 一面肯切持明 求与众生同身净土 满菩提愿 现世修行 无于此法 此事不会 近二十年勉力奉行者 竟以供养诸善之事 又我自开讲以来 所说修行方法多已 不可执着谁是最好 以则其所善者行之 或依依是行 行之绝有效益者 便是对积之最好者 此意用功之窍要也 并未诸君告 上来所说怕谈班 若知重大原因 是由其既未明了经义 又有先入为主之言 遂至欲加部位 越不修学 然此外上有一众大原因 亦不可不知者 则已妄谈班弱者之多故也 妄谈之病 古己有之 于今有列 此辈虽曾学佛 而素叶甚重 佛法又不明 忽若发狂 大破其戒 不敬三宝 纵义行恶 食行其贪甜吃 自以为戒定慧 且曰此班弱之不着相也 于是怕者隐畏口时 更相戒不敢到班弱一字 即有谈虎色便之事已 皆呼 因耶废时 何计之左耶 须知既有望谈之怪状 更应发心修学 发心宣扬 然后班弱之真意 方得大明 真实一名 望谈之怪状 何自而生 不知出此 一位身必顾惧 其病状虽与望谈者意 而并根则同 盖皆误认为偏空者也 以因果论 望谈之最沉重 然除魔眷外 人皆能知而远知 而怕谈者 人且奉以为准神 仅不知其错谬 做令超圣一切法 而为佛法命脉 所观之般若 无人过问 其误法误人之恶因 恐其所招之恶果 未必能清及许也 我是遵动之一切 众生之病 故前言持戒修复者 能生信心 以此为识 是对望谈者 痛下真边也 而今此数科 则又未怕谈者 痛下真边 观前面所言 是凭望谈者 于门外也 何以故 性未入道之门 既是持戒修复 方未入门 则望谈者 破戒造罪 其挥诸门外也 决以 观此数科所言 又是警告 怕谈者 绝不能转凡成圣也 何以故 不经步步不畏 方许其为稀有 则怕谈者之人 为凡于也名义 而前云以此为识 此中又未产意 则是明明开示 欲除免忘谈 怕谈之病 唯有性解受持 勿求明了 经中之真实义耳 又怕者有痕言曰 我岂不知般若知应学哉 臣以漠视众生 仗生业众 为意几疾 不如不谈 免增罪国 此又勿以 世尊不明明曰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能生信心 以此为识 乃至得无量福德乎 故为末世 稀有则可 竟以为绝无其人 且相借塞路 不但轻视众生 且显为佛旨意 世尊借长老莫做事说 无意借怕者莫做事说也 以及此数科中 佛与长老皆特特向后 世古武劝导 世皆玄之怕者之过律 而开示之者 真亲切有谓也 又此中举第一波罗密之名为言 即说非与世名 更有一意 不可不明 盖以班若一名 容易误会 是专就班若一度而言 而第一之名 本是显其贯彻于五度而立者 就此名义 则不可执着 亦得名了也 且约第一非第一 则诸度总义班若 非离诸度而别有班若之义更名 其约是名者 既诸度莫非班若 则第一之称 其班若所得专有 既非专有 故虽是而为假名 此名其不可执有也 而因班若知第一 遂令度度皆臣第一 故虽为假名而甚是 此名其不可执无也 终以明班若与诸度不能相离而已 故此刻既曰班若产意 下刻赴曰他度产意也 说法之善巧也如是如是 明义之周密也如是如是 此刻经文中要义 今再搓其最要者 归纳未数据 以便记忆 曰 此刻最要之义 是至怕班若者之病也 其病有儿 一是怕空 二是怕高 经阐明班若非离于五度而别有 而于度皆是行门 可见班若虽明空意 而空意不能离时行 则班若知觉非偏空明矣 复何必怕灾 又阐明于度离班若 不畏波罗密 直言之 即不能到彼岸 可见班若成高 然而非学不可 则班若知关系重要明义 又其可怕灾 警测知智 谨记勿忘 丑 四 约于度明 分而 迎 出 证明 四 引证 迎 出 证明 须菩提 忍辱波罗密 如来说非忍辱波罗密 于度者 除班若外 其余知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五度也 法法皆应离乡 则法法不能离班若 经于于五度中 读举忍辱为言者 以忍辱最难离乡 其不能离班若 更易领会 顾特举此度 惨明其意 以盖其他 顾标科不标忍辱而标于度 正以佛之说辞 亦在令众生举异于而以三于返也 如是标判 乃尊佛所说 依亦不依闻也 上约班若明 是从正面产明离乡之真实义 盖人但之班若是谈空离乡 者乡者因而生不 经产明并班若之相义当离 则是并空义离也 且班若即在于五度之内 不能独存 而于五度皆是实行之法 则所谓离乡者 乃是法相 非法相义其离也 若明此义 则仅可放胆休学班若已 何必怕灾 此约忍辱明 是从反面产明不可不离相之真实义 观下文所说 若行忍辱法 而不离忍辱相 便生甜恨 甜恨正与忍辱相反 是产明行忍辱法者 若不学班若 便不知离忍辱法相 不离法相 则甜恨生 甜恨一生 则忍辱之功行破矣 变成非法相义 从此可恶 所以必令离法相者 正是令离非法相而 妙疾妙疾 若明此义 则定要用心修学班若已 不能怕已 如此产发 班若之经义 彻底成楼 则班若断断不可不学 更可恍然已 此产艺术科经文 将班若之理 即印学班若之理 产发的经级 原级 透级 亦复系级 物一静心领会 领会的一分 便得一分受用 且此数科 正上来所说诸意之 结晶 此处之意 若能动明 则上来诸意 便依依血量于胸中 以 上科之后 皆说此科 更有疑意 亦在以忍辱之 不能离班若 正成上科 班若非离于度别 有之意也 盖于度即皆需有班若 可见班若是与于度 共行之法 非别行之法也 总之 班若未诸度母 是诸度乃班若子 若无子则无母可名 若无母亦无子可名 母子时互相助成 故班若与于度 必须互相助成 其可离乎 班若空也 于度有也 经说班若与于五度 不能离者 是令学人体会 空有本同时也 故不能离也 空有同时 所以当二边不着 会归中道也 有有近者 以母子论 故应互相助成 然而子时从母而生 无母便无子 故互助之中 人应以母为主 六度亦然 于五度无班若 不畏波罗蜜 故于五波罗蜜 时从第一波罗蜜而生 故于互助之中 亦人以班若为主也 以班若为主者 以空为主也 以空为主 所以虽不应坏友 人不应者有也 所以虽会归中道 而中亦不着也 此佛菩萨 所以以大空三昧位 究竟 以无至无的 为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 盖必能如此 然后可以随行六道 现百千亿化身 虽一切法 赤然而生 而一心湛然 本魔所生 此之谓大自在 此之谓大受用 能度一切苦恶者 端赖乎此 此事班若究竟义 下半部证明此义 经成辩略路消息者 以事班若是佛法中的 彻始彻中之义 非学此不能入门 且非学此不能究竟 奈何怕之耶 且由此可知 若专谈二边不着 圆融中道 尚非佛法之究竟一也 何以故 非空之又空 必有所者 不着边 必者中 尚何圆融之有 旷大空三昧中 并圆融二字 亦不可得也 当之必不可得 乃得圆融也 何以故 不着圆融 乃得圆融 丝毫有香 便不圆而不容易 然则班若之意 就竟如此 其植入道之出门 奈何叛卫大臣使教乎 而班若贯通诸度 诸度离之 非波罗蜜 可见有意法离乎此者 便不能圆满 则是班若之意 圆满之极 超过一切法门 亦可知已 奈何不许其唇员而盼 为别间缘乎 上言六度互助 有有要义 不可不知 盖班若者 理也 智也 所谓官门也 诸度者 是也 敬也 所谓行门也 于说第一波罗蜜后 更说于度者 所以明里是从来不离 官 行要当并敬 而敬 至由虚 双明之意也 故句闻似乎别起 考一时为一贯 本经闻香 大都如是 所谓闻不接而易接 若是为各不相设 则大谬矣 流通本有是名人 如波罗蜜一句 此是明清兼人所加 见甘家时孙氏刻本 其著语云 古无此句 然距里应有 殊不知此处 但说非者 正为下文 阐明人 如若不离乡 人辱法门 便破坏 无存作章本 以显必不能离般若之意 若呼加仪式明句 横耿其间 下文何以顾句 如何接得上 顾着此一句 上下文气 便意其松懈 反将经中止去 意其隐晦 而云句里应有 不解所句何理也 真无知忘作也 当知佛所说法 其可烂字增减 胆何其大 即令流传有误 亦必须确有考证 且所考证者 更要意意实施完美精荡 方可具以教证 其可明知为古本所无 而任意家之乎 凡欲刻印经书 作功德者 不可不知此理 若此人所作 不但无功德 其罪果甚大 因自平思义 善改佛说 误法误人故也 此事可谓千古窘戒 故不但凯切言之 泛语颤提 其意则为安忍 亦曰忍辱 安忍是总名 忍辱是别名 忍者 忍可 为一心正受也 安者 安住 为其心不动也 辱者 会辱 即虐待之意 经先说总名之意 则别意自见 人必能忍 而后其心安住不动 若为所动 便不承忍 故意言及忍 便含有安住不动之意在 学道人在在处处 时时刻刻 皆应心安不动 故无论行何事 欲何境 修何法 皆应一心正受 约出是法言 凡修一种法 而能正受安住 及名为人 如修诸法 本不升官 而得妄念不起 是其心已正受此法 而安住不动 以 故名之曰 无身法忍 义名正无身 或物无身 正字是形容其忍可 物字是形容其心安理的也 曰 是奸法言亦然 如曰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四季古人所谓奸忍 威武不屈 非为顽强对抗 乃是身可杀 致不可夺之意 致不可夺 便是心安不动 此即所谓忍辱也 此与富贵不赢 凭贱不移 皆是表其心安于正 不畏所动也 故曰奸忍 由是观之 可知安忍是统阔一切之名 所谓无论行何事 欲合尽 修合法 皆当正受安住事也 而忍辱则安忍中之一事而 故曰安忍是总 忍辱是别 要知凡举忍辱未言 事意在以偏概全 以别名总 何以故 世间最难忍者 莫过无端受辱 此上虚忍 其他可知故 经论中 或用总名 或用别名 殊不疑虑 大约玄奘意 尽两法师所意 皆约安忍 他人意者 多用忍辱 没有人一事两法 或意其优劣 实则总别虽弱不同 而用以显明正受安住之意 则无不同 正不必与此等处分别优劣 资成便详是两名之意 以便贯通 经文不约忍辱 而约忍辱波罗密 便是显示忍辱时能行般若 何以故 若无般若 不称波罗密故 而能行般若 便是能照姓儿离乡 故曰如来说 非忍辱波罗密也 何故应离乡 下文正是其意 因 四 隐正 分而 卯 初 隐本结是 四 隐多身是 卯 初 隐本结是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我习为歌利王歌节身体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 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 受者相 应身甜恨 何以故者 自己设问人 如应离相之故也 隐世使者 欲以证明忍辱必应离相也 歌利王室 即在本结 本结名为贤结 已有千佛出世 一切贤甚甚多 故得此名 结字有两亿 一 未及长时间 二 未劫难 今世出亿 所谓本结者 止大结言 每一大结 分为四中结 名成住坏空 世界之有成住坏空 由众生之有生老病死也 每一中结 又分为二十小结 每一小结中 众生寿命即短之时 大多数只有十岁 此时众生恶即 生活苦即 养生之物 积皆不生 所生者皆害命之物 世皆恶业所感也 故此众生之数 亦负少及 经言彼时 难善不周人数 共不过一万而已 苦及私善 渐渐回头 寿命亦渐渐增长 然增长 甚不易 以其回头向善 并非猛进 乃是渐渐趋向 为善之徒儿 大约经过百年 始增一岁 由世逐渐增长 至普通寿命 有二十岁时 已经过千年之久 以 众生见为善之能 得善报也 于是为善者日多 养生之物 亦渐繁殖 人数亦渐渐加多 每百年增一岁 每百年增一岁 增至普通寿命 有八万四千岁时 增至极处已 亦快乐至极处已 乐及幼父生悲 应善心见简故 于是每百年减一岁 每百年减一岁 减至十岁 减至极处已 幼父回头向善而增 则入第二小节已 而其一增一减 人父如是循环 节节皆如是照 每百年增一岁 从十岁增至八万四千岁 幼每百年减一岁 灭至十岁 依此推算 每一小节之时间 为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 八十小节为一大节 则一大节之时间 为十三万四千二百八十四万年 燃昼是之 虽约十三万万余年 其时尘节时 世界尚未完成 坏节时 世界已渐渐坏 其时事上纵有众生 其苦可知 至空节时 尚无此世界 安有众生 今言 世界逢坏节时 佛以神力 以此事众生于他方世界中也 仅仅一个注节 是完整之世界 燃又除去简洁至一半 其寿命增长 众生安乐之时间 不过注节中之增洁 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八万余年儿 纵令高寿八万四千岁 终不免生老病死之苦 细思此事 有何可怜 故京城便将此事状态详细一说 大众诉诉觉悟未妙 我世尊将生在注节中之地九简洁 其时寿命 普通未百岁至七八十岁 屈指至今 将三千年已 故京时寿命 七十位最高 四十五十最普通 此报纸上所常见者也 照经上所说 每百年减一岁 既知 与世时时不相远 足真佛与非虚 兼有过百岁者 稀少已及 此必有特别善因 方能致辞 乃是例外 往后将更简易 生活将更苦矣 故身当此记者 唯有劝导大众 同归佛法 果能有大多数人持戒修福 世界力见太平 能重善因 必得善果 虽在简洁 未尝不可或 独立外之圣 佛言一切为心造 又言一切法 莫非幻象 故寿命之或多或少 事事之或治或乱 虽有定数 实则定而不定 是在人为而已 更当普劝发大悲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的一个究竟 则是出世间 皆有一个办法 以 报佛恩在此 就一切苦在此 满菩提愿意在此 愿与诸君共勉之 习者往习 明其为素事之事也 其实 是尊正献菩萨身 行菩萨道 为者 辈也 歌利 范语 经中或曰加罗父 或曰加灵家 或曰杰力 皆是此人 异议则为恶王 由中国之称昏君也 歌利时为南天竺 父丹纳臣之王 为人暴虐 好行惨毒之事 故得此恶名 彼时菩萨为众生 故在山作禅 一日 王绿采女 野外游揽 眷而少气 诸女采花 应至作禅之所 菩萨 菩萨为欲断比贪欲 而为说法 王呼障见寻至 怒则曰 何将换树 又我诸女 菩萨曰 我持境界 久无染心 王曰 汝的阿罗汉果耶 曰 不得 曰 汝的不海果耶 曰 不得 曰 如今年少 既未得果 则具有贪欲 云何观我女人 答曰 虽未断贪欲结 燃心时无贪 曰 仙人福气时果者 见色上贪 旷如盛年 答曰 见色不贪 不由福气时果 皆由信念无常不尽 曰 请他诽谤 云何的名持戒 答曰 有度未谤 无度非谤 王曰 云何名戒 曰 忍名为戒 由此可知 非一心安住于戒 不明持戒 以 王即以剑断其手足而比 曰 忍否 答曰 假使大王分我残职 犹如围尘 我终能忍 不起甜念 群臣真剑 王怒不惜 十四天王与金刚杀 王剑恐怖 常跪颤谢 菩萨发愿 若我时无甜念 令我此生平复如故 做事事已 身即还负 更发怨言 我于来是先渡大王 是故我经成佛 先渡焦成如 盖此王乃焦成如 之前身也 此事见大涅盘经 琵琶沙论 而降略不同 经会而隐之 本经所云割结身体 正只见断耳鼻手足掩也 前言若取法相 即者我仁众身受者 则今言无我相云云 即是显其不着人 辱法相也 不约无人辱相 而约无我仁等相者 因无我仁等相 方能不着人辱相 以明分别我仁 是取相之并根也 无我仁等分别 便是心安不动 乃能认其割结 忍此其辱 故曰 我于耳时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身相 无受者相 耳时 有言彼时 即席被割结之时也 当之忍此其辱 他仁见之云然而 菩萨耳时若无是然 无所谓辱不辱 忍不忍 此之谓忍辱非忍辱 见到忍辱非忍辱 正是般若正至 故能内不见能忍 而无我相 外不见所辱 而无人相 菩萨作禅 本其正道已度众生 经则任人割结 是病此事而忘怀 至生死于度外已 故曰无众身相 无受者相 此因菩萨具有般若正至 则通达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中那有人 我 生 佛 生 死 等一切对待之相 故而四相皆无 四相皆无 则万念俱祭 何所谓辱 何所谓忍乎 去而后方能忍此其辱也 知此 则知一切行门 非障般若不能成就已 知此 则知一切修行人 非障般若不能无挂碍 不能得自在 不能到彼岸已 故曰一切诸佛 及无上正等觉法 皆从此经出也 故曰随说之处 一切天人皆应供养 经所在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也 故凡文而性解受持 为他人说 乃至依四聚迹等 皆得成就稀有 得无量福德也 世间之人 纵令未能仁仁如是成就 但能仁我分别之见少少轻减 则斗争亦必减少 世界当下太平 安居乐业 所以般若是佛教的真精神 是无上法宝 一切众生皆应顶带恭敬 独送受持 不可须于离者 第二何以故 是问何故应离四项 解解 由言断断 知者 知离 解者 解剖 皆分析之意 断断分析 即指手足而鼻 一一被其歌节而言 应身甜恨 反显其不能忍 是思耳识 无故受此其辱 若非毫无忍我等分别 万念俱空 焉有不申甜恨之理 或曰 彼时发愿平复 便能平复如故 必有神通 故能忍受苦痛而 其凡夫所能为 此说大谬不然 乃是邪见 不可不辩 当之纵的神通 能受苦痛 假使甜心意起 亦必不能忍受已 何以故 神通与甜心无涉故 虽具足贪甜吃如邪魔者 亦能得通故 所以佛法不重神通者 因此 佛菩萨虽亦有时显现神通 乃用以表法 或借以感化顽强障壁之众生 不得已而偶益行之 修行时并不注重忽辞 且本经引此故事 亦在名无上菩提 以大慈大悲畏根本 则必须离人我等分别之相 使其心一念不深 安住不动 然后乃得恩怨平等 成就大慈悲定 此定成以 然后乃得 虽欲极大之逆境恶缘 不生甜恨 甜恨毫无 然后乃得普度众生 满菩提愿也 何以故 众生刚强难度故 故菩萨之修忍行 亦在于此 岂但有神通力者所能梦见 不然 如下文所云 一日三时已横杀生命不失 此人具有绝大神通可知已 此人不具苦难 亦极难能以 然而不如文此经典性心 不逆者 何耶 证明其若不幸 解受持般若法门 分别心必不能浅静 分别心未静 便是未达一真法界 正空济之性体 则绝不能成就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纵能舍无量无边数生命 人为有漏 人方欲缘而退 何以故 为达一真而空济 便是无名未断 则其信根 尚未成就故 然则有神通力者 纵能忍辱 其与菩萨之所以能忍辱者 根本上完全不同 其可相提并论 故此下更引多生之事 以正忍辱之非以 非久久修学般若 得大空三昧 正恐呼吁极大逆进恶元 甜心少动 尽弃前功 所以迟说此经 祈福过彼舍 横杀生命者 其理在此 宗以明不修班若法门 不能离一切相 弃第一异空 终不能成就大慈大悲之菩萨尔 如是知者 乃未正知 如是见者 乃未正见 至于发愿平复 便得平复如故 则有三意 一层深境一层 一 佛家被固 所以有愿必满者 因此 二 大慈悲固 所以蒙佛家被者 因此 是观歌节之后 乃发愿来是成佛 先渡大王 可见所以无一丝甜恨者 尤其已得大慈悲定耳 定云何得 无分别心故也 三 心轻禁故 所以无分别心 得慈悲定者 因此 盖修学般若 观照一真法界 无相不相 公行生存 一心清净 心清净故 法界清净 此时悲愿之力 伟大无边 有愿即成 为之诸佛 加倍也可 为之为心 所献也可 何已故 以正心 佛众生 三无差别故 如约神通 此正佛门 大神通 所谓漏尽通 是也 岂必有漏之通 所可同日与灾 前段 即第一句 何已故下云云 是名离乡 乃能成就 所修之法 即是离法乡 正所以成法乡 后段 第二句 何已故下云云 是名不离乡 是足破坏 所修之法 即是不离法乡 反令其成非法乡 前段是证明 后段是反显 何反正之亦观之 其非离法乡 正是离非法乡乎 简单言之 便是离乡 乃不堕空 不离乡反而堕空 阐明此意 正是向怕者当头一棒 因怕者无非怀疑离乡 必堕空而 今乃之事得其反 如此破斥 锋利无比 而般若离乡之意 产发至此 亦毫无疑运义 然非是尊如是善巧 已发明之 谁能动小 此意若未动小 则于离乡意 中未彻底 将中不免有发生疑问时 则笔文经 便能不经步步不畏之人 其必申解此意义 真胜未稀有也 由是观之 上文虽但说非人辱波罗蜜 即含有是名人辱波罗蜜之意在内 可见佛之说法 说在此面 亦透笔面 面面俱远也 又可恶的 凡则非是名双举之处 与虽平裂 亦实侧重则非边 此意换言以明之 更可了然 千步云呼 则非是约信说 是明是约相说 然而信是本 相是末 有本方有末 因空乃现有 故知当侧重则非边也 故离法相正是离非法相也 此即前言佛法 以般若为主者 以空为主之意 何以故 性体本空即故 此佛菩萨 所以以大空三昧位 究竟也 所以无之无的 而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虽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人无之亦无的也 何以故 少有所得 是人为得故 佛言应身甜恨 不但为产明上来所说之意 也 上有要义不可不明 当之甜恨为修行人之大计 世尊为欲警戒发菩提心者 无论在何时 欲何境 修何法 皆断断不可生甜 姑救人汝 以说明之而 其救人汝说者 因人汝及一身甜 以及甜心一身 忍行便破 此等事理 人所亦小之故 救亦小者说 以为例 彼得会通一切 此佛之为意也 不可误会 但是忍辱不可生甜 其他便无妨也 何谓甜恨为修行之大计也 因甜恨正与菩提冲突固也 菩提者觉也 平等也 慈悲也 而甜恨之身 由于是之不如己意 便是这我 上赫平等之有 事事莫非梦幻 如意不如意 何必认真 此而不知 上赫觉悟之有 其违反慈悲 更不代言 故甜心意起 菩提种子 便完全消灭 修行人 妄施菩提 轻则懈怠被持 重则到心全退 纵令未退 然以甜心行之 绝不能成正果 佛言 妄施菩提心而 修诸善 摩索设持 普贤菩萨说 菩萨过失 莫胜于甜心者 以前所积功德 虽多如森林 甜火若生 意其烧尽 皆见华言经 可不惧哉 可不惧哉 当知贪甜吃三毒 吃味毒根 吃疾无名也 因无名故起贪甜 而贪甜二毒 甜毒之为或犹拒 何以故 其性暴裂 不发则矣 发则虽尽反 以前所为 亦不暇顾及 故修行人 当痛戒之 佛说此经 为开众生正治 致吃也 开经便说不失 致贪也 而甜有味言 故特于此不发之 钱曰行不失 应无助法 经曰生甜恨 有有四香 皆所以显明 非开般若正治 要其这相知吃 贪甜无有可除也 应生者 是所必至之意 依这香 是必生甜 亦生甜 是必所修进破 然则修行人 非学般若 令其在在处处 时时刻刻 心如虚空 不可以 此佛说此刻之本 之也 其地人 如应然灾 当之世间 万事 莫非对待 如因果 人我 男女 阴阳 生死 治乱 乃至染静 圣衰 苦乐等等 无疑是出对待外者 应对待故 即亦申起分别计较 俗眼计认一切 对待者未实事 分别计较 遂至劳不可破 此所以有贪甜也 若能于对待中 看出消长淫虚的道理 为之消息而通便之 以治理一切事事 不能不服其为世间圣人 然虽能利用对待 终不能跳出对待的圈儿之外 佛法则不然 既一切莫非对待 便于此中 看破其莫非彼此相形而有 既皆相形之事 则是一切虚幻不实 有疾非有疑 然而不无虚幻显现 非有而有也 故计超乎其表 而不畏所居 人父随顺其中 而不费其事 超乎其表 是畏不着 不如是 不能正绝对之性体 此大智也 随顺其中 是畏不坏 不如是 不能就轮回之众生 此大悲也 一切大臣经典 皆说如是道理 而班若说之有详 金刚班若说之有经 学佛人能见己此者 约开道眼 道眼若开 即当养其道心 云和养烟 当令心如虚空 超然成表 如虚空者 不住向是也 经言 施不住相 浮如虚空 其义正令离相 彼心如虚空而 必须生空 法空 而后心空 生空者 非为无我人众生也 但不着其相 法空者 非为无法 应行之法 人依依如法而行 但行若无事 行诗而望其为诗 行忍而望其为忍 乃至行六波罗密 望其为六波罗密 约如无事 约望 未不着能行 所行之相也 是即我法双空 并空亦空 初学故不亦己及 然不可为难 须实时体会此意 令其心空空洞洞 是未要者 超然成表者 不与尘世上一切 对待之事里 私混 心中常存一百托之意 物令间断 是未要者 当之能不私混 乃能见见心空也 赋于此迹 提起一句万德鸿鸣 一心而念 亦不分别谁是念 谁是佛 但令念即是佛 佛外无念 此心本以令如虚空 则此即佛之念 亦负弥满虚空 而上与十方如来 下与法界众生 其习相通 如此 为之有念 可 为之无念 可 为之佛即念 念即佛也可 为佛与众生 在此心也可 为此心与佛 以及众生 无异无相也可 更多多读读诵 金刚班若波罗蜜 以熏席而常养之 令其道 眼日一开 道新日一故 是未班若 净土痛修之法 此法与一真法界相应 与十相相应 与空有不着 性相圆融相应 与第一意空相应 与心净土 净之意意复相应 诸君是之 当有受用处 盖此事 随顺对待之因果法 而修觉呆殊胜之因 可证觉呆殊胜之果也 经中上来说 吾我仁似相处甚多 然皆是约正面说 即是约得意说 其约反面受害说者 只有开经时所说 若有我相人相众 众生相受者相 即非菩萨 然是言其当然 经约应身甜恨 则说其所以然已 何以故 若身甜恨 便非菩提心 亦即非觉 是依然迷途凡夫也 故曰即非菩萨 由此可知 欲出迷途深净土者 亦安可不与我法双空 加之亦哉 因无论住我相 或者法相 少有分别计较 便是住成身心 心有尘染 那的清净 尽心未能 净土不生也 圣物曰 净土法门 不必高谈般若也 佛之言说 故事原妙 应作面面观 而佛所说之法 亦无不原妙 亦应作面面观也 盖佛所说之法 无不亦法 含舍多法 所以多法 复能归去亦法 此华言 所以名义及一切 一切及亦之亦也 故本经约 无有定法 故不可知 如前言 不失 统设六度 须知忍辱 一统设六度也 如约 忍明为戒 是忍度 即戒度 以 听其歌 节与节 来 是度知之源 是以忍辱 为不失也 甜恨不深 而忍可 便是禅定 何以故 忍可不动 岂非定乎 定故不起田也 而下文曰 五百事忍辱 则今敬也 无我人等相之为般若 更不代言 故举忍度 设于度尽 推之诸度 度度皆然 故本经虽未明言经敬 禅定 时已设在不失 忍辱中矣 当之戒 敬 定 三度 离舍 忍两度 便难成就 何以故 戒之能持 由于忍可于戒 舍去染源 定之成就 亦有舍昏散 而震受不动 且若不能舍 不能忍 尚赫经 尽之可言 故失 忍两度 时一切行门之主要 此本经 所以但举不失 忍辱未言也 又不失所谓舍也 若这乡 则必不肯舍 由之这乡 亡者必不能忍 其非学般若不可 甚未明显 故本经但约 此两度以名离乡也 此两度既为行门之主要 若此两度能离乡 其余行门 自然能不着已 先言不失 后言忍辱 亦据深意 盖舍有潜直之功 破我之能 罪与般若密切 前云持戒修服者 能伸信心 以此为时 亦是令学般若者 首当学舍 盖持戒便是舍一切染源 舍向来恶习 修服便应施舍 先令学此舍心 以潜直破我 乃能增长般若种子 此其所以于此张句 能伸信心 以此为时也 此不失所以应先言也 而持戒 戒学也 能伸信心 以此为时 会学也 以文相论 使以俱戒 会二学矣 而定由魏严 定功为忍方臣 故于证明臣就昔有时 就忍度以示意 使之欲臣菩萨 戒定会三学 必当完全具足 然而必能离乡 方能成忍 此所以忍说在后也 由此可知 所谓六度者 约是相分说 虽有六种 而亦则互相助成 关系密切 用功时必须一贯 何以言之 戒为修行之机者 以其作用 能舍就染之乌也 舍及不失意也 持戒之意 便是心能于戒 忍可安住 故约忍明为戒 而忍可安住 便是心定不动 必其一心忍可于 所观之法 而后会生 故约定生会 然亦必具有 浅直破我之会 乃得成就 安住不动也 亦及事与法随的随舍 绝不这相自满也 可见法 法互生互舍 苟缺其一 六皆不成 行人不可不明此理 一切行门中 舍忍二度 故为主要 而舍游为主要中之主要 何以知其然也 事关本经说 忍止一二处 此处 及最厚颜的 成于忍据 而说不失最多 其意云合 以舍能潜直破我 则最能消夜除障 最能彰显般若 正至故也 由此可知 佛法如海中 舍是先锋 如最初需持戒 修复以学舍是 亦未厚尽 如最后 并无上菩提 亦不住是 且修忍 亦非舍不成 任其割结 非舍而合 不但此也 法与非法不取 便是一切皆舍 舍之庆尽 则如如而不动以 的成于忍意 当如是之也 卯 刺 引多生事 虚菩提 又念过去 于无百事 做人辱仙人 于尔所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过去 通知歌力王 以前之时 佛经中 所云仙人 是通知一切 修行人而言 并非专指外道 顾佛意 称经先 前云凡举人 如未言 亦在以别 民总 顾出知名 有会 如事实者 皆当作 安忍意会 如此科 所说 忍辱 非必定 为无百事 皆如 歌力王 之事也 且是 遵行 菩萨 道时 不失 生命 不可 数计 其指 无百事 滋不过略言之而 如未一句 半计之法 舍命亡驱 或烧身 以贡佛 或弯身 以燃灯 以及歌谷旧歌 捐身四虎 等等 无非 上位佛法 下位众身 经云无百事 做人 辱仙人 亦在显明 多生 多事 不失生命 皆行所无事 其心 安忍而不动也 而所者 如许之意 只无百事 言 如许是能安忍者 由于如许是修班若 离乡法门 故约于尔所是 无我相云云 尹多生事 亦在证明上来 欲歌力王室之能安忍 由于九修班若 始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者 得所尊一也 总而言之 关门之班若 行门之舍忍 未学道药门 何以故 众身之为众身 应有贪甜 吃三毒 而班若至吃也 舍得至贪 忍则至甜 为三毒之病 根甚深 非多多修舍 贪何能破 非久久修忍 田起能除 然而若非经修班若 具足三空之志 以去其者相分别之于吃 择舍 忍意终不能成 而借静定三度 亦有名而无时已 故金刚班若独举舍 忍以名离相 使之者相辨是三毒 故当离相舍 忍以拔除之 若三毒拔 则借定会三学权 而法报应三生 亦可显议 然则班若 布施 忍辱 三波罗密 其六度万行之主脑灾 行人当之所先物也 上来第一波罗密 一科 是说离法乡 即并离非法乡 此产名虽空而时不空之一也 忍辱一科 是说离法乡 正是离非法乡 此产名因空已成不空 亦即不空而空之一也 由此可恶 经中凡言非者 正已成其事 凡言是者 是以行其非 故约无有定法 所以与法应摩索住 当之一切是间法 出是间法 莫不如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也 所以依依宛然而有时 时依依当下即空 而依依当下即空时 正依依宛然而有 此之未空有同时 故依依法皆不可 只为时无 亦不可只为时有 故曰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何以故 莫非虚妄 非时有也 不无虚妄 非时无也 所以法与非法 皆不可说 皆不可取 其有所取住者 非他 由其心中有人我 等对待分别之相 而 故曰若心相 即为我人 用生者 而心有分别 便是无名 便为平等一真法界 故发菩提心者 应我所注焉 然则上两颗产明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之意 无意为以前所说诸意 作一会总之说明 已将无助真权 发挥透彻以 故此下集成事作一总结 而生明之曰 以前所有言说 所有法门 莫非真实 不狂不义 何以故 因真如实相 本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故其显现之一切法 亦莫不如是 而如来所说之法 即是根据此理而说 故曰真实 故曰不狂不义也 故修行者之于一切法 皆应如是体会观照 而亦无所注 方能不为本性 而得心清净 生时相焉 躺不能如是体会观照 则无名不破 故曰如人入案 躺能如是体会观照 必破无名 故曰日光便照 已是一切众生于此金刚般若 不可不幸解受此也 自将刺客之所以生起 即刺客之要义 先说以概略 则灵文教义 则灵文教义领会以 四 四 阐明说法真实义 分三 丑 出 总结前文 四 证明真实 三 众以御明 丑 出 又二 赢 出 结成无助发心 四 结成无助不失 赢 出 又三 卯 出 标结 四 事成 三 反显 卯 出 标结 事故 须 菩提 菩萨应离一切乡 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观上来概略中所说 可知总科标题中之说法 是两件事 说者 言说也 法者 法门也 事故者 承上 启下 之词 离一切乡 即上文长老所说 离一切诸相 所有我人有无以及法与非法等等对待之乡 无不接离 故约一切 应者 决定之词 明其非离境不可也 前长老言 离一切乡 则明诸佛 是明离乡乃的大有成就 是约正果说也 此长老所以身解之所去也 是尊应许之后 皆说第一波罗蜜 即忍辱两颗 是明应离一切乡 以修六度 是约修应说 此颗即成其义 而结归到应离一切乡 而发心 则更尽一步以 盖修六度 是成就之音 而发心 又是起修之音也 是说到本源上 无论果位 修功 因心 而离乡则始终一贯 故长老既身解其归去 是尊更阐明其有其 使之既离诸相方明诸佛 是故应离乡已尽修 应离乡已发心 则班若未贯彻始终之法门 离乡是转凡成圣之途径 当可动明已 本科之节前义 不止如上所云 但节前来数科已也 当之应离一切乡 发菩提心两句 直是未经出所言 发菩提心 应如是柱 如是降伏其心 诸易点经 何以故 应离一切相发心 所以应降伏其住相之心也 不但此也 且将经出达语中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云云之意 以并结成 何以故 度无边众生 另入无余涅盘者 发阿那多罗三秒 三菩提心也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应离一切相也 易若曰 前达所云 另度无度相者 应必应离一切相 然后所发者 方为菩提心而 何以故 未能离相 绝不能度尽众生 亦绝不能另入无余涅盘 则所发者 便成虚愿 此前所以又云 若有我人等相 即非菩萨也 故此中不曰 发菩提心应离一切相 而曰应离一切相 发菩提心 亦甚景策 前不云呼 菩提者 觉也 平等也 慈悲也 若其相 则其心便非觉 非平等 非无原词 非同体悲 虽曰发心 其所发者上的 为之菩提心呼 故决定 应离一切相 然后 乃为发菩提心也 下文 不应注色 身相 为处法身心 应身 摩 所助心 三句 世事 世事成此中 应离一切相 之意 对比而言 则此中所云 亦是标举之词 故科目曰 标节 标者 明其 其下 结者 明其 尘上也 卯 赐 世 尘 不应注色 身心 不应注身 相 此科世事成上文 应离一切相 然不作别说 即隐前约 因正显中 发无注心之文 略辩其词而说之者 此佛之说法 所以玲珑 剔透 面面俱原也 盖如此而说 不但可以是 明上科之意 兼可产明 发无注心 一科之意 以免文前说者 地理不容 即戒以回应前文 作意结束 善巧即以 生者 生起之意 发菩提心者 心故不应持散 意不应沉默 若其沉默 则六度万行 从何起修 故特特说 意生自以示意 此科之意若曰 请言应离一切相 相发菩提心 应离何等相耶 相应云和离耶 无他 既是发起平等 慈悲之决心 则心生起时 便当摆脱色身 等等对待之沉静 而不应注者 则一切将皆离已 但应生起于所有对待的沉静 亦无所住之心 然后所发者 乃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也 离文云 应摩所住而生其心 是分而说之 以显空有二边不着之意 经文云 应生摩所住心 则何而说之意 略发其词 亦则更经更透 窘不同前 盖律文前说者 若将无住 身心打成两绝 避至或止无住而堕空 或止身心而至有矣 即不如是 但另于无住身心未能圆容 则空有二边不能双明 纵能二边不着 何乎中道 而中边之相 儼然存在 如此 则虽不着边 却仁之中 既有所知 便是分别 人若似相已 故今未知荣成一片曰 前云应无住而生心者 除非二世 乃是应生摩所住心而 此意是明生心时 即是无住时 无住时 即是生心时 如此 则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 空有同时并聚已 若能空有同时 则既无所谓空有 便无所谓边 亦无所谓中 而实在在处处 无亦非中 所谓缘中事也 至于缘中 则我法双空 四句句浅 乃无相知极致 方位发离一切 相知无上菩提心 初发心人 岂能如此 正因其不能如此 故约应 未应如是知 应如是学也 前约应正显中 发无住心一科 本是开经以后 所说诸一之结血 经此一科 既是结成前文 无住发心之意 更加以下科 结成前文 无住不失之意 则其为开经以来 诸一之总结 血可之意 故标科曰 总结前文 前发无住心文中 诸菩萨摩赫萨 即只发菩提心者 清净 即为离一切相 当之清净心 即是本性 所谓本来面目是也 乃是始法界所共聚者 故又名义真法界 但六凡众生之清净心 久未分别人我等等 对待之相所障 故不能显现 若相离得一分 则清净心便显现一分 前所云信心清净 则生十相是也 十相 亦本性之别名也 分分离时 名为分正觉 最初离得一分时 便是分正觉之第一位 名为初驻菩萨 是为转凡成圣之第一步 亦名正定聚 正定者 注意也 聚者 内意也 严其已入圣果之类 永不退转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名正定聚也 至此地位 方称性根成就 因其性根成就 故得不退 因其出臣不退之圣果 故名出注 由是立尽四十一位 断罪后一分无名 则一切相方能立尽 清净心乃圆满 见前 是名就敬觉 亦明觉 称悦 佛 可见由 夫至 敬觉 其功行为 一离香而已 云何能离 依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而已 世尊为恐学人于上来所说文字般若 未能深解 则从何观照 故说至此处 更为融通潜意 以便观照用功耳 诸君当之 无被记受持此经 必应将佛所说义去 彻底领会 令心中寥寥动明 然后修一切法时 欲一切尽时 乃能运用以利事而练心也 由应于行柱坐卧时 穿衣吃饭时 迎宾送客时 时时处处 常将所领会的义去 存养心中 悠游含勇 物令间断 物将精益与此心 融成一片 即此 便是熏习 便是观照 不必定要打坐观照也 如此用功 便能使无名剑剑剑薄 便有增长菩提之功 浅直破我之能 且必须如此存养有素 然后运用时 才凑薄得上 此即前所谓养到心也 如此培养 其道演艺更的增名义 此事最亲切有味的修行方法 毫不费力费事 而能得大受用 千万误呼 前文经文 若连接说之 其意更明 经在将前后文成一贯 为诸君说说 以便彻底领会 约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应令本具之自信 清静心线前 云和的线 即是此心不应献起六尘境界 应不住沉境显现其心 树积见的清静 由此可知 所云清静 非未审空置计 令心不起 但应离一切相而 离何等相 即是不与有分别对待的六尘境相上 住者身心 且不但应离境界相 并应离无住身心 分为二世之相 而身魔所住心 何谓身魔所住心 唐永家元觉禅师 有一颂 正好一座住解 颂曰 恰恰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 常用恰恰无 第一句 身心也 有也 照也 第二句 魔所住也 空也 遮也 何而观之 便是身魔所住心 亦即是空有相及 遮照同时 第三句 即无住而身心也 所谓即遮而照 即空而有 第四句 即身心而无住也 所谓 所谓即照而遮 即有而空 何三四两句观之 则是遮 遮 遮 空 有 无住 身心 据不可说 而又恰恰是身魔所住心 此即存名自在之意 当之身无住心 即是身清静心 身清静心 即是身时相也 奉持金刚般若 应如是性解受持 应如是为他人说 彼自他如是如是离一切相 便如是如是显现共聚之清静心 如此 方位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也 前发无住心一颗 说在庄严佛土之后 经结成无住发心一颗 则说在六度之后 此又点醒修六度正所以庄严佛土 故此中产明应离一切相 发心修六度 亦正所以解显前亦 应离相以庄严佛土也 菩萨所以庄严佛土者 亦在上求下化 故上求下化 皆应离一切相 佛经中有曰 尚无佛道可成 下无众生可度 此意即是成佛而不见成相 度生而不见度相也 总之 身魔所住心 是离一切相之真权 所谓原离是也 原离者 一空到底之位 一即是离四句 绝百悲 一即是礼无碍 是无碍 礼是无碍 事事无碍 一即是双遮双照 双明双存 遮照同时 存明自在 当如是慧也 又将魔所住 射入身心中说 一级警侧 盖指示学人 躺于魔所住外身心 则心即有助 一身则成非 唯乎唯乎 下科返现 证明此意 卯 三返现 若心有助 则未非住 若心有助 证明若于魔所住外身心 则身心便有所助 以 助者 取者之意 若于魔所住外身心 便是其心有取 取则者相 故曰则未非住 未住则未非也 何以故 住便有相 与上言应离一切相违反 故非也 将此两句经文 一气读之 亦甚明显 盖若心有助 则未非住 由言心若有所住 便是非所应住 故曰住则未非也 此意 正与开经时所云 菩萨但应如所交住 一阵一反 遥相呼应 心若有助 便非如所交住 故曰则未非住也 前言应如交住 是谨涅其上文 所云应魔所住来 可见如所交住之言 不过因问者 有应云何住之问 姑且随顺说住而 其意 实为无住之住 换言之 即是应住于魔所住 由此足正应亦无所住 若心有助 住则未非已 或曰 如意不然 经义是说若心于一切法 有所住 则未非住般若 盖明一切法皆不应住 但应住般若而 大般若经不云呼 不住一切法 即是住般若 若将两处经文印证 可见此处是明印住般若 若住般若 非不住一切法不可 顾约若若心有助 则未非住 顾知乳亦不然也 或人之语 大错大错 尤其未明经义故也 惊恐或者有见大般若经所说而生误会者 不得不隐而彻底说明其意 当知本经上来特说第一波罗密及忍辱两科 证明般若不离一切法 一切法不离般若 即此便可证明则未非住一语 断不能做非住般若会 何以故 既是般若与一切法不能相离 则大般若经中所云不住一切法 即是有不住般若在内 而又曰即是住般若者 应向不住即是四字上领会 盖为一切不住即是住而 宗以明般若应以不住为住之义 此与本经所说但应如所交住 与义更同 旷大般若经此两句外上有两句曰 不信一切法 是明信般若 当知一切法皆是佛说 岂可不信 若何四句而读之 便可悟之 亦是显明一切法不能离般若 一切行人不能离般若之义者 若看成不须一切法 但执意般若 则佛法扫地尽以 有事理乎 至于本经上来明明说般若非般若 又约第一非第一 起得约应住般若乎哉 总之 凡读佛经 欲明佛理 必应身解缘解 否则便恐恶法恶人 而般若法门 由应加义 因其理既甚身为 其与又甚缘活 断断不可以其见亏 不可以偏见侧也 又有一非住之言 是说则为非住菩提者 亦大谬误 佛与长老 为明菩提心意不应住 特特说后半步经 讲至后半步 便明其指 滋不罪 总而言之 住即是取 亦即是者 既一切不应取者 故一切皆不应住 而有住便非而 或又曰 金云不应住 色身相未处法身心 则离相似 但约有边说 不知说一法字 便设非法 钱不云呼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故说极法 即设非法也 且明言应离一切相 若不将有无四句设境 不得约一切也 凡此等处 若不升官原官 便是浅说般若 无论望说浅说 其最盛大 故今成辩 为剖析而详说之 此结成无助发心 无助不失 两科 即是总结前文 故其中含义 多而且要 若不足曾发挥透彻 亦去便不容冠 云和作官 旷助成身心 正是凡夫击习 即不易除 而不应助成身心 又正是对并发药 即观紧要 则应云和乃能不住 万不能不多 说方便 使有下手处 若非然者 虽般若道理 说得极是 亦未空谈 听得极明 亦是白听 故此等处 说者听者 皆应及端注重 不应怕烦 不容少呼者也 长老所问发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云和助 云和降伏其心 是分开各问 盖发心也 助也 降伏也 明明三世 然与虽分三 意义一贯 何以故 长老问助 亦在心得 安助之方 恐不能安助 故又问云和降 而问云和助降 又正是问应云和发心也 故是尊达义 义未荣达 是观出达降 中语义 便可恶之所谓降者无别 即是降其助相 故约 若有四相及非菩萨 于收节处 特作此语 正是点醒此意也 四达云和助时 则约但应如所交助 而所交却是应摩所助 生观其义 又可恶之 因众生处处住者 故令无助 令无助者 正所以降伏之也 使已将住与降伏 容成一片义 其下所说 无非发明应摩所住之义 说至此处 复影前之义说者 略辩其词而生透说之曰 应身我所住心 且曰 若心有住 则未非住 由此更可恶之 无助二字 乃金刚般若知主旨 以不经千言万语 可一言以弊之曰 无助而已 世尊何故要如是荣达 读经者何故要如得其 阿 中之主旨 以不如是 则用功不能恶药 不恶其药 云何着手也 复次 此中所说离一切相 便是无助之义 所说离便是降伏之义 约应离一切相发菩提心 是将住 降与发心 融成一片义 亦若曰 上来所说诸意 不可但以为发菩提心后 应降伏其住相 当之发心时 便应离一切相而摩索住 方位发菩提心而 的此一节 则上来诸说 更加紧策 文法者明得此意 则知发心时 便不容含糊 因心既真 自不至朝于屈之果 所谓出发心时 便成正觉者 如是如是 当如是性解受此也 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相 为触法身心两句 是尊重谍言之者 实惧深意 因尘是众生之环境 不离此六 助成身心 乃无使来之击习 而欲了身托死 又必须被尘合觉 故特重叠一再言之 令尘尽中众生 需将不应注三字 深身体会 时时关照 情情远离 树基建能做到不住耳 色身相畏处暂至 先言法字 将云和离乎 无论是间法 各有应尽之则 苟不尽则 又落因果 云和可离 旷佛法义法也 正要依法修行 更何能离 故知所谓离 所谓不住 乃不着之谓 非谓不行其法 然而既需尽心已行 将如何行去 是谓不着也 所以非有方便不可也 经约行解两面 再说方便 行之方便云和 以是间法言 凡所当位者 自应尽心竭力 不错因果 然首当家义者 无论如何艰难困苦 绝不可起劳怨之心 无论如何成绩悠长 绝不可存居功之想 不幸失败 亦绝不可因之烦恼忧愁 楷叹愤恨 必须此层做到 方能达到前次所云 是来辨应 是过即忘 得于不着相应而 以出示法言 要在无论修得如何久 如何好 如何完备 而绝不自视 绝不自满 如此乃能达到行所无事也 然而众生所以处处住者 有有我相 我相则生于我见 是故欲根本解决 非破我见不可 而欲破我见 非明佛理不可 何以故 我见起于愚痴 而无我之理 破我之法 唯有佛典说之最经最详 故非佛法 不能开其正智 削其障壁 化于痴 而处我见也 故欲行为上真能不着 必应了解佛理 然而了解书不亦也 是以我见言之 云和有我见耶 我见之害云和 云和能处我见 云和方位无我 以绝头绪纷繁 旷与此相关之事理 甚多甚多 若知意而漏余 必执偏以概全 偏执即是者也 故欲了解佛经中 一事意理 必当先去此等偏执 要知必能容为众意 乃能通达一意 此所以应作面面观也 必面面观 乃能见入生观缘观 而得生解缘解也 然则解之方便云和 首当多读多诵 最好便读一切经论 然泛泛看过 毫无益处 亦非尽人所能 自孤举必不可少中之 及少数言之 如原诀 人言 人家 地藏等经 皆应多读 华言 法华 若不能禁读 或读一种 若不能全读 或读数品 皆可 华言经中之谱 咸行愿品 由当奉为日格 至如本经之不可依日离 更不代言 论则大臣其信论 大臣只观 两种 亦当列入日刻 轮流读书 而净土三经一论 亦不可不读者也 凡曰读者 当至成功敬读 悠游含永读 其中仅道之具 须实时存养于心中 令与自心明合为一 此最妙之观门也 断断不可视同俗书 图像文字中谱辩 越谱辩则值越重 仗越深矣 何以故 因其无非本其多身矣来之 我借凡情 推测不度而 如此 不但增长偏执 更恐生出大邪见来 旷佛菩萨所说之理 本超凡情之表 今以凡情揣夺 如何能明 因不明固 甚至深大悔谤 多无见欲 不止对诗信心已也 所以向文字中探讨 是学佛之大计 故圆觉经云 以轮回见 侧圆觉海 无有是处 智若古得著书 若欲研究 则应广览 因其各个有长有短 必须会通其意 切记偏执 易语读精童 不可专向文字中 普遍寻求 唯有如上所说 智成功禁读 悠悠含有毒 存养观照 思慰罪药 由须以行持住之 首当持戒修福 家已经情忏悔 礼尽三宝 请求加倍 消我肃障 开我证件 且发大悲大怨 广度众生 则感应自速 更当肯切念佛持着 养障加持之力 除其障壁 如是解行并尽 久久不屑 则障见见清 心见见空 会见见开 观照之功 随之而见身见缘 我法二执 亦随之而见化见除 法与非法 亦得见见不着 所谓水道渠成 有不其其然而然者已 故不止佛理动明已也 此以法言也 智若色之与身 有目则有见 莫非色也 有耳则有闻 莫非身也 相未处立此可知 虽必至无人之境 而山间之明月 沐浴之而成色 江上之清风 耳欲之而成身 云何远离乎 须知心不清静 即令必聪赛明 其意境中 正不知有多少色身相味 处幻象显现 必须如上所云 解行并静 久久熏席 令其道眼明 道心静 而能反见反闻 则色身等静 方不于心中陷起 然后对静欲缘 乃得见如不见 闻如不闻耳 更当知佛之说 此二句 只若心有助 则未非助 原是未发菩提心 修菩萨行者说 因其济发大悲大怨 少龙佛种 欲度依依众生 竟成佛道 则生生世世 不能舍众生 若不离一切相 便为生死流转 而大道心退矣 且济不舍众生 便不能舍沉静 而一言极静 便有顺有矣 若未能生无助心 离一切相 一欲逆境 能不退乎 如设立浮于六十节 发大心究大行 因人起眼 以弯一眼 父所一眼 遂致退大修小 是其名正 躺欲顺境 或为人亡 为天人 为地势 亦须离相 乃能道心坚固 不至为乐境所转 旷菩萨一面下化 一面人当上求 如我世尊多节以来 一句头火 伴继亡躯之事 不知经过几许 皆是由能离相之也 以世之故 必应不住六成身心 而后乃离一切相 相离而后信险 信险而后 乃能不动到场 现身成沙 满其上求下化之菩提本愿 此世尊所以言之又言也 由事而谈 发大心修大行者 不亦难呼 虽然 有甚方便在 难而不难也 方便云合 念佛求生西方事也 当之念佛求生法门 正未发大道心者说 兼畏于众儿 世人不知 乃小看之 大悟大悟 其信论曰 众生初学是法 指大心大行言 欲求正信 其心切弱 以住于此娑婆世界 自卫不能常执诸佛 清晨供养 据卫信心难可成就 抑郁退者 当之如来有甚方便 设护信心 为以专意念佛因缘 随愿地生他方佛土 常见于佛 永离二道 如修多罗说 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 比世界 极得往生 常见佛故 终无有退 以上是 不知离乡者之方便 即是位于众儿说者 若观彼佛真如法身 观法身 正未离乡观性 常情休息 此修习二字 兼止离乡及念佛二誓言 毕竟得生 助正定故 助正定 即是信根成就 观此论文 足正念佛求生 阿门 正未发大心者说 以 盖欲免其切退 故开此书 甚方便知法门儿 清静弥陀而助正定 则不但信根成就 且以分正法身 便能分身百戒 此约出助言 出助以上千戒万戒 十倍十倍增加也 广度众生 无论静缘顺逆 欲知如无其事已 有此甚方便 何必胆怯 而不发大心呼 其已发大心者 又何可不修此法呼 论中所言 往生之相有二 一 既念彼佛 父已所修各种善根 回向求生者 即得往生 终无有退 此即未能离相见性 但以蒙佛设护之力 故得不退 二 既念彼佛 且能观佛真如法身者 毕竟得身 而助正定 此事能离相关性 故得身便助正定 助正定者 言其已登出助也 所谓上品往生 道即花开见佛 勿无身忍者是也 事故无备 若离相与念佛同修 养蒙本师及皆引导师 十方诸佛 护念之力 则一推一晚 顺风扬帆 有不速登彼岸者哉 然则前次所说般若 净土痛修之法 信物忽也 其信论所说 观佛真如法身 不可局看 经言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既是离相而观性 观法身者 观性之意也 亦离相之意也 则观佛法身 即是自观本性 当如是之 细观此结成 无助发心意科 不但回应经出达 降伏中之意 并亦回应达助中之意 即应如是降伏其心 即应我所助行于不失 两大科 语义圣明 无庸凡数 前达降伏中之意 是令发离相大愿 达助中之意 是令修离相大行 何知 正是教令应如是发心 可见前文 表面四弹达将达助 十连发心之位 并达在内 此意 得此中 离一世相发菩提心意语 未知点性 乃更明显 又此结成无助发心意科 虽将开经以来所说者 一并结成 却只是结成关门 故下科又行门 中统的六度之不失 特别说之 不但结成前文 无助不失之意 且以示观行二门并重 不能相离也 而先说观 四说行者 又以示一切行持 应以观会为前倒也 礼记经言 说父善巧 当尽意领会之 前云 前之发无助心意科 未开经后所说诸 一支结血 经此结成无助发心意科 又未总结血 何未结血 总结血 其意虽已说明 然有有未说道者 自在不说之 应是要意 不可不知 不然 亦可不说已 前发无助心意科中 应身清静心意语 未开经后种种离乡 一支结血 也 何以故 离向缘为正性 令清静心 现前故 不现前 便不能转凡成圣故 故曰应身清静心 也 应摩所助而 生其心意语 未开经后所说 空有不着 一支结血 也 何以故 空有二边不着 必须只观并运故 盖摩所助 则心空而记 此之位止 生其心 则心朗而照 此之位观 即宗下所谓 心心记记 记记心心 如此 则定会平等 方与如时空 如时不空 之本性相应 换言之 定位平等 乃能空有不着 乃能正的记照 同时之妙果 佛菩萨正此妙果 所以便界分身 而未常来往 不作心意 而妙应无方也 此种待用 石油修 因时 只观并运 空有不着 来 故发菩提心者 应摩所助 而生其心也 两 应 字要紧 未必须如此 乃得与本性相应 与妙果相应 两 不应 字亦要紧 助成身心 则合成而被决以 信德果德 皆不相应以 此刻中两应字 两不应字 亦当作如是观 以理说来 说至此处 又为前一支 总结学者 以其说道 本缘故也 此意前曾说过 然但说的 修六度是 正果之音 发心是 其修之音 此不过 本缘之一意而 当之所谓 本缘 非止一意 故须不说 尚请世明 持一科 以说道断念 此刻则是 教以最亲切 最初步之 断念方法 故曰说道本缘 上帝 一波罗密一科 明法法皆般若 即是明法法皆应 离相 能辱波罗密一科 是明离相 乃能成人 然但说理 此刻则又 教以最亲切 最初步之离相 方法 故曰说道本缘 盖断念 是见性之缘 而离相又是 断念之缘也 总之此科及下科 皆得是以用功要门 其止道理经为 原妙而已 若但做道理会 其不辜负经指 明得此科之修行方法 下科便能应用 故经就此科言之 曰发心 曰身心 发 身二字要紧 为其心动念时也 心字更要紧 菩提心 摩索住心 真心也 住成身心 望心也 一因一不应 适得是学人 当于心缘上领会 与其心动念时观照 物令错乱修习也 故曰最亲切 最初步 盖如此开示 是令运用斑若正智 以除妄念 比昏扰 扰相之心 见得安住之入手 功夫 故曰最初步 且如此用功 圣未切实 亦得进步 何以故 知得成凡之由 成圣之路 从紧要关键上下首顾 故曰最亲切也 何谓成凡之由 当之一切众生 由于无始 为达义法 借故 明曰不绝 义明根本无明 以无明不绝 故 遂而动念 念起 便于心中显现 能所对待之相 于是仁我 等等分别计较 从此凡心 越着越迷 越迷越着 此其或造业 受报之由 亦及成凡之由也 知此 则知成圣别无他路 唯有离相习念 以除其人我等分别计之而已 何以故 就地跌倒 须就地爬其故 发菩提心 便是发觉初心 菩提者 觉意故 无始不绝 由于已争者相 今若不知离相 何云发觉 知此 则应离一切相 发菩提心之意动明以 可见此意 意高深 意切尽 约高深言 须至妙觉 相使离境 然而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故出发心时 便应如是而知 如是而学 约切尽言 这相则被觉何成 是成凡之由 离相则被成何觉 乃成圣之路 故一切学人 与其心动念时 便应在离相上 切实用功 断不容忽 然而离一切相 包罗广大 从何入手 不应注色身心两句 即只是入手方法也 方法云合 要在不令经中 有色身相 为处法 幻相显现 现即浅之 不令注者 须将不应二字 为密提思 一念起时 当提起正念约 从无时来 由注成身心固 贪甜尽起 有我无人 堕落恶道 不知次数 即身善道 炫富堕落 轮回之苦 无量无边 向苦不自知而 经信文法 意计之之 何人于心见起 不畏苦也 自尚如此 何能力他也 事大不应 一也 附作念约 弥香则成众生 离香则明诸佛 一身一将 一胜一凡 只在一转一间 其间间不容法 经学佛已 于此间不容法之际 全在当机立断 断断不容此等幻香 于心停住 稍纵即是以 何明学佛耶 事大不应 二也 附作念约 经从何来 令心不尽 事大不应 三也 当之有所便有能 心中所现之幻香 非他 即身于能现之望念而 事故上来则所现之不应 加以浅除 无意则其其念之不应 加以浅除也 然则提起正念 便是斩断妄念 如快刀之斩乱麻 何以故 同时不能有二念 正念提起时 妄念自除故 可知说此两句 为离相之方便者 正为离念之方便 亲切即已 知的如是提起正念 便是发觉初心 故曰初步也 上座之三念 一层深一层 一 是以神轮之苦作警告 二 是以力求上进位鞭策 三 是反照心缘 令驱本计 随提一念 或兼提 可向机行之 起心动念时 如是绵密用功 竖机对禁欲缘时 较有把握耳 然欲起心动念时 正念提得起 必须平时 即未动念之时 亦不放松 故父说应身魔所助心 此句是令平时 兴于沉浸一无所着也 此需用前次所说般若 净土痛修之法 以为方便 常令其心 等需轰辩法界 超然于一切 有对待的沉浸之外 即父提起一句佛号 令佛语念 水乳交融 与虚空法界 成一大光明海 但如是莫执念去 心少昏散 便振作而容设之 常令其心等虚空 便法界超出尘外者 性体本如是故 虚空无相不相故 常做此观 令此心空空洞洞 则念佛时便亦得利 水乳交融者 即前所谓不分别 谁是念 谁是佛 但令念即是佛 佛外无念是也 与虚空法界成一大光明海者 我与弥陀 本与十方诸佛 法界众生 同一性海 无彼此 无差别 故今如此一念念佛 便念念上与诸佛菩萨光光相照 同生欢喜 下与一切众生 息息相通 同蒙射寿 则是念念上求 念念下话 故同臣一大光明海也 又赴我心佛心 既同一性海 则亦不分别 极乐世界 在虚空法界外 在虚空法界内 亦不分别 极乐世界 在心内 在心外 故同臣一大光明海也 但莫执念去的 不分别有好相 无好相 得素效 不得素效 但如是所向无前 至成念之而已 虚情提应字 以正作之 不令懈怠 常作念曰 所发何心耶 众生待旧方因 诸佛相其甚切 若少懈怠 则所发心 便成妄语 努力努力 以为策利 此事应门 若其他念 则依前不应 门中所说三种正念 自呵自责 并将若心有助 则未非助二语 肯切提思 绵绵密密 不令间断 须知其念即忘 念佛之念 亦忘非真 何以故 真如之信 本无念故 但因凡夫然念不停 不得已故 借念佛之敬念 致其助成之染念 概念佛之念 虽非真如之本体 却是趋向真如之妙用 何以故 真如是清净心 佛念是清净念 同是清净 得相应故 所以念佛之念 念念不已 能至无念 故曰甚方便 此意前虽略说 以事要义 故父彻底说之 即讲世界 亦是幻香 然而不可不求愿 往生者 竟幻非同然幻也 何以故 清净土 本由清净心号献故 所谓心净则土净也 当之净土净心 本来不二 但约涉受众生言 无以明知 强明曰土耳 求生净土 尚有多亿 不可不明 经略说其最要者 一 在凡夫位 应舍染驱禁故 凡夫分别心位除 若无驱舍 不能振作 此阵前所谓 随顺世间因果对待之理 令种绝呆圣因 以克绝呆圣果 乃佛法之妙用也 至身净土后 则供养他方诸佛 普度便借众生 何尝住着净土之相 可知修因时 令舍染以趋近者 不过借未出身死海 满菩提愿之过程而 二 清净弥陀 成就性根故 由凡夫修至正定句 虚经无数节 若不清净佛 成恐退心 此求生净土之重要原因也 三 行菩萨道 应献起庄严妙相之清净谱 以旧痴迷着相之苦众生故 上应献起 和爱求生 且经之求生 正未宿正无身 乃得献起无边净土也 四 二边皆不可这故 一切染患 上应空有不着 何况净患 盖之心净则途净 不着有也 求弥陀之皆隐 不着空也 何以故 非障他佛之力 自佛不亦现前故 五 得体应其用故 二 圣已有体无用被喝 故大臣修行 应体用具足 当之求生净土之意 直言之 即是求正净心之体 献起净土之用耳 盖一切众生见其往生锐香 自然阿其信心 所以求生净土 自立中 便有立他之用 不但清净弥陀之后 能有献起无边净土之妙用意也 六 性体空计 无相无不相顾 念佛须念至意心不乱 至此 则念而无念 是何心土染尽之可说 无相也 而正当此计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便现在前 无不相也 由此可悟念佛意去 与般若毫无意志 七 知意心作而无爱故 性相本来圆融 染患上无爱 竟患其父有爱 凡约有爱者 以其不知一切心造 取折外相故 若其知知 则不着不坏 性相圆融 一切无爱意 以上皆求生净土 及要之意 知此 则知净土与般若 求生与离乡 与别而亦时无别 盖般若从空门入道者 乃是极有之空 净土有门入道者 乃是极空之有 何而观之 正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故两门何修 正与如时空如时 不空之本性相应 义正是无相 无不相之实相 舍此不图 岂非自悟 观上来所明离相离念之意 可知欲求不住六成 其道无他 要在民相忘怀而已 至于前云 将经中要聚要义 存养永畏 此事用以观照潜直 所谓以患除患之法 与民相忘怀 初无有碍 当之不应住 磨锁住 适但除其病 不除其法也 即色身相畏处 供佛度重 乃至养此色身 皆不能废而不用 若能不着 何爱之友 当如是领会也 上来所说提起正念 即有关系 恐或忽略 经在说明其理 当之提起正念 正至身心 而提正念 即所以习注向之妄念 正是身魔所注心也 名为正念者 以其事根据各大成经 所说之理而来 顾提此正念 便是观会 据此正观之会光 不但能习妄念 并令心不沉默 不似用他法而无观会 纵令妄念暂惜 而心中漆黑者 所可比你也 或曰 念即是观 顾念佛念咒 皆能乐生死见本性 若如是才所说 启念佛念咒 皆不如提正念乌 约 君言似是而非 由于之一漏万 以偏概全 于佛里未能融会贯通 故也 当之密宗仲在三密相应 亦便是做观 若但念咒 不知做观 只能得小小益处 求了生死见本性 则未能也 念佛亦然 上品身者 必须于第一意心 不惊动 以其有观会也 否则只能 仗弥陀设受之力 令得不退 免入轮回 此为净土法门 有此特意方便 为一切法门所无 若欲见本性 必须花开 念佛而后可 而欲花开 必须明第一意 智慧发生而后可 此所以忠下品身者 身净土后 仍需勤修 动经成节 由此可恶 观会之要义 念及事观 固然不错 然必念中有观 方可曰念及事观也 即以观言 附有理观 敬观之不同 理观者 依佛说道理而作观也 如上所提正念事也 既是依据佛理 则观之便能开启正志 故曰观会也 敬观者 依敬作观也 此又有二 一 圣境 二 陈境 观圣境者 净土 如观 极乐 观佛身相好 及十六观经中所说 密宗 如道场观 法界观 及观本尊 皆是 此等圣境 本由静心献起 便与静心不二 故观之能令妄想习 真心献也 至密宗之观阿字 此事观本不深义 乃观理 非观尽义 若观一切成尽 必须依佛所说 观其无常不尽 浅而去之 乃是正观 亦未官会 否则名为邪观 直言之 即不应观也 此等道理 不可不知也 以观理 观尽之意相通 故修密宗 净土 若不能依其本宗 作观 便应常提正念 以不住之 更当多独大臣 开其官位 如前次所说 是也 此理由不可不知也 至于平时修行 若但修般若 成孔见理 少有未缘 落于偏空而不知 犹虑其心切弱 或致退失于不觉 若但修念佛 不但生品不高 且孔未能一心 何以故 不知离乡 必住六成 心有尘扰 岂能一心 故莫若离乡 于求生 何而修之 念佛 身心也 离乡 磨锁住也 此心虽空空洞洞 却提起 具佛傲 正是身磨锁住心也 妙莫妙于此已 吻莫吻于此已 前言离乡 与求生 与别亦无别 无别之意 可片言而明知 曰 离乡是并离非法乡 求生原为正无生 岂有别乎 但般若是开空门 以除这有之病 故但曰离乡 净土是开有门 以除偏空之病 故但曰求生 此语言上 所以不无差别而 离乡求生 痛修以 而前说之行解方便 人当同时并静 若解之一面 得其方便 则可以增智慧 养道心 若行之一面 得其方便 则喜怒哀悦 或不至千动主人翁 亦不至今张极躁 自恃自满 不然 正念必提不起 千万误呼 以上所说 依依做到 修行之能 是尽已呼 远哉远哉 以境中 虽有把握 动中 或不免慌张 故平时修 起心动念时修 之外 更须于 对玉境缘 实用功 以力士 而练心焉 且上来所说 只是修会 而未修福 当之会 是前倒 福位后盾 大白牛车 须聚福会 二轮 乃能运到彼岸也 若不修福 即位与众生结缘 虽成菩萨 众生不能设寿也 旷福不具足 便是慈悲不具足 菩提心以大慈大悲 自觉觉他 平等不二 未本 若不管修六度万行 菩提心既已欠缺 般若正至 亦未必能开 何以故 但修会不修福 仍是我相畏除 既不平等 又不慈悲 诸佛未必护念 是必障碍从身 欲修不得顾 此所以又说下科 印不住以行不失也 因 此 结成无助不失 分而 卯 出 结不印 此 结成印 卯 出 结不印 事故 佛说菩萨心不印 注色不失 事故二字 成上闻来 其语气 谨念若心有注 则未非注 既是有注则非 所以心不印注 一集结成经出 不印注色 身等不失之意也 但隐不印注色 但隐不印注色 一句者 色者 色相 举一色字 便该设一切 境界事相 不必列举一 亦若曰 由是有注 便非之故 所以我前有 菩萨与法 印摩所注 行于不失 不印注色 等不失之说也 盖指示文法者 须将若心有注 则未非注之意 以正经出所说 则其意自明 但举不印注色 不失一句 富有深意 盖色即事相 举此为言 正与上闻印 离一切相发 菩提心相呼应 使之所谓离乡者 是印离其心中 执着色深香 未处法之香 并非印离不失六度之法也 经出说不印注色不失 其上缘无心字 经特加义心字者 又是与上闻入心字相呼应 使得了然 所谓发菩提心者 即是发六度心儿 且是了然 所以不印注六成生心者 正未行不失六度而 然则心不住成 并非审空至即可知 所以前来既说不住 又说生心 且曰印魔所住而生其心也 更可了然 既是心不住成 正未广行六度 则当其行六度时 亦印心不住成可知 所以经文又曰 印身魔所住心也 得此一句 前说诸意 弥附参无错综 七穿八头 世尊如是而说 无非欲使文法者 得以融会贯通 深解义去 以便观照得义而 总之 菩萨心不印注色不失 是景臣有注则非来 而有注则非易语 原是反显印离乡而发心 故说此刻 亦是未阐明离乡发心之意者 盖除不失六度外 既无菩提心之可发 若心于色尘等相 亦有所住 其心便已未尽所转 则不失等功行 必不能圆满 上的未知发菩提心呼 顾印不注六成 离一切相 乃的广行六度 利益一切众生 圆满其所发之菩提心儿 下科菩萨为利益云云 正对此点唱发其意也 佛说二字 亦有深意 佛者 果得之称 菩萨行满 名为成佛 欲知山下路 须问过来人 经约佛说 使之心不印注色不失 乃经验之谈 非同理想 发大心者 应如是性解受持也 菩萨即止发菩提心者 经出菩萨摩赫萨 是其潜力 说至此处 更有要义 不可不明 其意云合 长老问应云何注 世尊乃达以应摩所注 其命意果何在耶 至于无注为本经主要之指 所谓无注则离乡 离乡则正性 此等道理 上来以详哉言之 经约命意何在 盖旧针对问一处说 长老之问 亦在得亦安注其心之方也 而世尊其口便曰 应摩所注 知识所达非所问 岂竟无其方也 亦亦不应问也 非也 非所达非所问也 乃不达之妙儿 何以 故 一切无 无注 正是安心之妙方故 何以名其然耶 法与非法 一切不住 即是离一切相 一切相离 即是不未进转 不未进转 则其心安住而不得 非不达而达之妙达呼 然虽不显言以达 而前则曰 但应如所交注 经则曰 若心有注 则未非注 一阵一反 已将命意所在 逗漏不少 我前是如所交注之意 曾曰 是为不住而住 亦即住于魔所住 思量欲 证明其余相不住之时 即是其心安住之时 故曰不住而住 住于魔所住 非芒无边际于也 前是则未非注之意 又曰 即是非如所交注 盖因其不能如所交之无住 而住于六成 则其心便非安住不动 故曰 则未非注也 既未非注 是其无注之官已破矣 则所修之不失等行 亦必不能广大无边 故此刻仅成其意 而正言以明之曰 是故佛说 菩萨心不应注色 不失也 异常景策 异常醒透 宗以明上来 于发心 于做官 于修行 皆叫以应魔所住 离一切相者 以不如是 则心何于成而不安住 其所发之心 所做之官 所修之行 皆成虚语义 此佛答应魔所住之 真实义也 经臣此处闻辩 彻底说之 上来未说者 遵佛秘义故 当之必一切无住 而后的所安住 必始终无住 而后法身常住 且并法身亦不应住 故曰不住涅槃 小臣应住涅槃 明曰有于涅槃 故必并涅槃而不住 乃是入无于涅槃也 由是可知 若闻的所安住而生住想 则终不得安住已 此佛之所以不显达也 不然前文何不曰 但应如所交而得安住 岂不明胜 然而只将住自唯唯一点 不肯说煞者 无他 以众身处处者故 闻住必深住想故 所以说经者 于此等处 亦应尊佛秘义 不可倾道 然此义 又不可终密 故事遵于达住时 虽不显言 却于他处未知点出 前后共有三处 其中两处 语义罪名 如上来云 离香乃能忍辱 即经莫云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忍也 不动也 皆安住已 必离香而后可 岂非于香不住 心得安住之一呼 故经义彻底一说 使之问答时 是针锋相悔 当尽心领会 佛说之身指 一切无助 始终无助也 禅宗二祖 问安心法 初祖曰 将心来与辱安 曰 密心了不可得 初祖曰 与辱安心静 此与本经问答之意正同 当知应魔所住者 因其了不可得也 会得了不可得 则安心静已 无这菩萨金刚经论中 曾点醒此意 如说降伏其心一科之意 为利益生心住 亦曰发心住 说应魔所住 行于不失一科之意 为波罗蜜相应行住 是也 此证菩萨生解一去 故感作如是说 论中不曰 助发身心 助相应行 而将助自制于其下 其意圣经 证明应修无助 而后所发之身心 所修之相应行 得所安住而 自亦成辩隐而说之 如读此论者 误会为助者发身心 相应行 则大为经之意 亦绝非论亦也 由是可知 大班若经所说 不住一切法 即是住班若 亦是显明一切法不住 即是班若正治安住不动之意 不然 不得约一切不住 即是住也 下文不信一切法 是民信班若之意 更深 信者 不由宜之位 不由宜者 安住之位 此民并安住 以不住 是民安住也 此等处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不可谨逆眼前文字 当统观全止 尽心领会乃得 前云必须融贯重义 方能通达一意 是也 卯次结成应 分二 成 初 总标 次 别名 成 初 总标 虚菩提 菩萨 为利益一切众生 应如是不失 上科说 不应注色不失 恐不得意者 误会 但不应注有 顾父说 此下属科 使之是空有 两不住也 流通本 一切众生下 多一顾字 顾本皆无知 如是二字 指下文 为字独去生 此字要紧 盖名为菩萨者 应其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所为何是乎 为利益一切众生而 既为利益一切而发心 便应如下文所说者 以行不失 何以故 若不不失 与众何以 若不如下文所说 又岂是不失波罗蜜 则少少众生 且不能利益 旷一切众生 上的曰 为利益一切众生 发菩提心呼 此经初 所以说 若有我人四乡 即非菩萨也 由此足正一切众生之下 时无故自 盖名为菩萨 正以其能为利益一切众生而发心 若加以故自 则菩萨是一事 为利益一切众生 又是一事 与亦一其松懈意 为利益一切众生 应如是不失 含有二义 一 至应如下文所说之离乡 行其不失 因离乡不失 方能设受无量 无边众生 利益一切也 此与经初所云 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 以同 然经初是令 发利益一切众生之大愿 以离我人等相 此中是令离能失 所失等相 以成就所发利益 一切众生之本愿 前后两亿 互相助成 缺宜不可 二 是应以如下所说之法 不失一切众生 令皆得福慧双修 辗转利益 皆知离一切诸相 成菩萨成佛 如是不失 是未真实利益 此发心者之本怀 亦佛说之本意也 何已故 一切不失中 法师未罪故 此与经初所云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皆令入无于涅槃 亦同 然经初但令发度重成 佛之愿 此中是令实行度重成佛 之法师 兼以不发经初 应魔所著 行于不失 终未及之意 总之 此总结前文中两大科 皆是旧前说之意 加以阐明 令更圆满 顾标约结成也 不失者 舍己利他之行也 佛法中不但不失 是利他 一切行门 其唯一中指 皆为利他 顾举一不失 舍一切行门 尽 当之本经主要之指 在于无助 无助主要之指 在于潜直破我 而舍己利他 又潜直破我之快刀利腐也 故于官慧则发挥无助 于行持则独举不失 以示观行二门 要再相应相成 必应如是奉持 方是发菩提心 方能证菩提果 菩萨发心 原为自度度他 自他两立 而经出但令度 所有一切众生 而不言自度 此处一旦说菩萨 为利益一切众生 而不言自立者 大有生意 此意前曾说过 然无妨重言以生明之 当之众生之所以成众生 由于指我这相 故发心修行 只应存度他之心 立众之愿 以迫及无始来 指我这相之病 此证转凡成圣之药门也 故不言自度自立 而自度自立 以在其中 幻言之 度他正所以自度 立众正所以自立 佛法妙用 正在于此 一切佛理 皆应如是领会 如但教以一切不住 而其心安忍 如如不动 便应事而成就 但令看破五蕴色身 除贪甜吃 而色身 却应事而康健安乐 但令修出是法 而是间法 亦应事而日真至理 该多数人能知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上者可以转凡成圣 中者亦成大人大志 下者亦是善人君子 则书籍所称五帝三皇之圣 不是过也 乃不信者皆以为厌世 信者亦认为与是法无赦 辜负佛恩 莫此未神 是皆为明佛理之过也 故发大心欲弘扬佛法者 首宜将此意 尽力宣说 彻底阐明 比大众见得明了 多入佛门 则化全世界为大同国 化尽法界为极乐邦 亦不难也 愿与诸君共勉之 总而言之 佛法 皆是说这面就有那面 做那面就是成就这面 不但双管齐下 只是面面俱缘 所以说世间好语 佛说尽也 所以华言会上 诸大菩萨赞叹约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也 成 四 别明 如来说 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又说 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诸相非诸相 众生非众生 此与前说我相即是非相等等 与异正同 经之说此 是令行菩萨道者 应知一切诸相 一切众生 当其有时 便是空时 所谓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 应如是空有二边距离 乃能立意一切众生也 如来说者 约信而说也 信本空有同时 而一切诸相 一切众生 皆不离此同体之性 皆是同体之性所现 故莫不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也 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之意 前已屡说 然此事般若主要之意 若非彻底明了 一切佛法 便不得明了 所有观门行门 种种修持 便不能得利 故今更详细说之 当之一切法 莫非因原聚会 使甲现有相 所以原聚则生 原散便灭 且不必待其灭 而后之也 正当聚会 现有之时 亦复时起病化 无常无定 可恶其并非坚固结实 实是幻现之假象 此之未有即是空 而凡夫不此理 也 误认为时 遂至取着有相 随之流转 此轮回之因也 佛眼则见透 此点 而知界法 即是空 故令不可 这有也 即复之的一切法 所以有种种不同 之相者 是随业力而异 因其造业随时变动 故静相亦随而变化无常 然而造如何因 定现如何果 所有净相之好 丑苦乐 莫不随其业力之善恶大小而异 业力复杂 现相亦复杂 业力纯净 现相亦纯净 丝毫不爽 此之未空即是有 而凡夫不明此理者 波无因果 遂智取者空相 无所不畏 此堕落之因也 即不如是 而如小臣之偏空 则又有体无用 佛眼则见透此点 而知一切法空即是有 故令不可偏空也 不但此也 即复之的业从何起 起于心之有念也 念必有根 根于同聚之性也 念与业时时便易 为此同聚之灵性 则自无始来 尽未来即 不便不易 实为一切法之主体 然而有体必有用 有用必有相 此相之所以虽未患有 而又从来不断也 因其幻而不断 所以既不应着有 又不应着空也 且既知相由夜转 夜作于心 则知一念之因虽为 其关系却是极大 所以令学人应于 其心动念时 观照用功也 又知心念之起 由于未达一真法界 故取相分别 然而性体本无有念 若非反照心缘 其得断念以正体 所以令学人当被诚以和觉 反望以归真也 以上甚深为妙道理 非佛开示 谁人能知 若不信佛 如法受持 又谁能明了 因此一切众生 自古至今 多在谜中 造业受苦 故为利益一切众生 发菩提心者 应知相即非相 生即非生 既不着有 亦不着空 如是空有双离 以行六度万行 乃能利益一切众生也 何以故 住相不失 亦退到心故 这有是住相 这空亦是住相故 故应空有双离也 更应以此相即非相 生即非生道理 普告一切众生 令皆知修二边双离之因 正记照同时之果 是为究竟之利益 菩萨应如是不失也 本歌开口约如来说者 正是指示发大心者 如是空有双离 以行不失 不失此空有双离之妙法 则自他皆得离相见性 断念正体 同归性海 其利益之大 不可思议 何以故 是如来说故 其法与如来信得相应故 一切诸相 一切众生 有种种义 向来各书 多因文辩 念一二义以说之 若不知其种种义 则只明其当然 而不明其所以然 便恐因所见之书不同 至深抵触 经当会催众义 分析而详说之 则闻此一席之话 无意十年读书 想为诸君所愿闻也 此种种义 有常见者 有不常见者 有推而广之者 概括为四条如下 一 相者 相状 为有生之类之相状也 相字 不但至外形之状况言 兼至内心之状况言 有生之类 如今出所言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相 若无相 若非有相 非无相 是也 无色一类 但无业果色而 仍有定果所限之为尿色生 为有色戒以下 目力所不能见 故约无色 而佛眼 菩萨法眼 罗汉慧眼 皆能见之 世尊 世入涅槃时 无色戒天人 泪下如雨 若无色身 云和泪下 如是种种有身之泪 其色心相状 差别意志不一以 故约诸相 再细别之 每一类中 相状又有种种差别 如外形之肥受好丑 内心之善恶至于 为之 如行愿品所言 种种受量 种种欲乐 种种异行 种种威夷 则千差万别 何可算计 故约一切也 然而如是一切诸相 在俗眼观之 宛然现有之时 而道眼观之 则知其莫非色受 想行十五蕴甲合 并现出种种有身之相而 除五蕴运变现外 十五种种差别之相可得 经中所以言当下即空 又曰身即无身也 故约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重读下句 下同 第二条一同 此名身空之一也 此事约有身之相状 身即无身严 故约身空 种身者 种 为五蕴 三数成重 蕴即有五 故名约重 有五蕴重法甲合 而后有身 故名众身 而四身 胎 卵 师 化 六道 天 人 修罗 地狱 鬼 处 知众身 莫非有此五蕴法甲合而生 故约一切众身 普通所说众身之意 皆是指千差万别众多生类而言 此乃一切众身之意 非众身二字 命名之本义也 何谓五蕴甲合 当之不但有身之类 是由五蕴法和和 甲献身相 本来无时已也 即五蕴重法之本身 亦由其他重法和和 甲献成此换相 亦本非时 故约五蕴甲合 何以言之 如色蕴乃得水火蜂四大之所变现者也 则色蕴之为甲合可之 若细堪之 四大又鹤亦非甲 至于受想行十四蕴 受者领纳 想者意念 行者千流 时者分别 寒藏 皆旺心也 何名旺心 因其是由五蕴来 种种计较 种种曲折 及无数之业力 直持不断 因而现起受想行十之 种种动作而 自信清静心中 那有此物 则此四蕴之为甲合 亦可知已 然则不但五蕴之重 本来非种 即甲合成五蕴之 其他种法 亦负种而非种 则身本无身 岂不动然 经中所以言当体即空也 故约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此名法空之义也 此约五蕴重法 当体即空言 故约法空 由此可见五蕴二字 含义之精妙义 蕴者聚集义 应负义 正名色受想行十五者 为其他种法之所聚集 而有身之类 又为此五之所聚集 正所谓原聚而生也 而一切众生 迷于一切诸相者 应从五始来久久 为其应负账毙 遂至执着 任以为实 造业受苦 无量无边 经济之之 便当破此障壁 跳出牢笼 云何破 依此金刚般若离乡显之时已 盖明生空 所以破我执 离我相 明法空 所以破法执 离法相也 而一言己法 便设非法 何以故 若知非法 亦是法之故 以知者之意中 是以非法为法故 故意言离法相 需将离非法相之意 并设在内 如是说者 乃为佛说 如是知者 乃为证知 如是则并空意空意 生空 法空 空空 视为三空 据此三空之正至 名为金刚般若也 所以发大心者 不但要明生空 法空之意 以离我法二相 方能破此障壁 跳出牢笼 并需兼明空空之意 以离非法相 方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菩萨心若通达诸相非诸相 则相虽有而心却空 既不受诸相之牢笼 正无妨显现一切诸相 度弥相之一切众生 而不身为切 更通达众生非众生 则知众生性本空 即同佛 故事愿普度一切入无于涅槃 而无众生难度之相 且度尽众生 亦无众生的度之相 何以故 众本无众 生本无生故 如此 方是为利益一切众生 发心之菩萨 二 以第一条所说众生非众生之意 证明诸相非诸相之意 盖若知得五蕴法之本身 是由其他众法之变现 可见五蕴乃是假法 然则有五蕴变现之一切诸相 岂非假法中之假法 其唯有即非有也明以 故曰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则此两句 亦是明法空义也 若知得一切众生之五蕴色生 皆是四大之所聚合 业力之所支持 清静心中皆无此物 由此可恶约五蕴变现言 故相相不同 而约自信清静心言 则无意无相 然则其可媚同体之分性 直换生之众相 分别我人众生也 故曰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则此两句 乃是明生空之意也 何知第一条所说 则相即非相 使正明生空 兼明法空之意 生即非生 使正明法空 兼明生空之意也 三 相者 我相人相众生 相受者相也 四相不一 故曰诸相 无论取着生相 法相非法相 皆为着我人众受 故曰一切也 而生相是五蕴假合 五蕴即已无实 若法与非法 更是假明 然而不无假明 无实之诸相也 故曰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重读上句 下同 此明生空 法空 空空 所谓三空之意也 此意 当曰行不失者说 故经初曰 菩萨于法应摩所住 行于不失 又曰 应如是不失不住于相 反复说之 已是边具不住也 一切众生 仍如一二两事 然虽众本无众 生本无生 生空法空 但既为五蕴法 假合谢 其 不无众生 之幻相也 故曰 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此意明三空之意 此意 当曰受不失者说 因一切幻相众生 方为五蕴假法之所障蔽 不知是假非时 故此中令为利益 一切众生发心之菩萨 应如是以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之般若法门 广行不失也 四 诸相 为不失之人 所失之物 一切者 仍是五蕴和和 物则品类凡多也 一切众生 如前世 为受失者也 无论失者 失物 受者 莫非因缘聚合 现此患有 故皆约非 是之为三轮体空 轮为运转不习之物 以欲失者 失物 受者 辗转利益 不休息也 体空有二意 一为此三 皆是患有 当体即空 二为此三 相体患有 而性体空即 若名当体即空之意 则能不着于相 若名性体空即之意 则当会归于性 发大心者 能如是以不失 其利益广以大义 总上四事 皆以明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之意也 上文云映如是不失者 盖了的非香非生 则不知有 老的香即非香 生即非生 则不堕空 不知有故 虽不失而不住 不堕空故 虽不住而横失 既二边之不着 负二轮之病运 是为不失波罗蜜 至故菩萨 如是修及相 离相之三 谈 立意一切 无生换生之真也 此刻不但是 尘上不应 入色等不失之意 是空有两不住 兼以回言文 所说诸意 加以阐发而总结之 盖前文有云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者 以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故 前云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又云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故经云映如是 即相离相 以行不失 以如是而行 则自度度他 同见如来 而明诸佛故 故曰立意一切众生 当知此语是 并施者 亦说在内 何以故 施者自己 亦众生之亦故 且前文所云 不住相不失 即时无众生的 灭度者云云 亦因是而其亦悦明 何以故 前言不住相不失 其下即皆明福德 前言无生的度 其与世明其当然 至此 乃依依产发其 所以然已 盖相即非相 可见本无可住 故不住 生即非生 可见众生入无于涅槃 只是负其本性 故无的度者而 总之 得此结成两科之文 前说诸意 亦其原成义 故此总结之两科经文 应当明诸肺腑 朝思继思 情景永卫 有大受用在 行不失等功行时 应如前结成无助发 新科所说应门中道理 常做正念 以为警策 若于六成少有偏者 应如前所说 不应门中道理 常提正念 以自呵则 若少偏空 应依此中所说 提起正念 曰 利益众生 是我本愿 奈何懈怠 只图自了 即此正视着我 我见是其祸之根 此根不除 又恶能自了耶 更应常做凡所有相 空有同时相 众生是眷属 眷属是众生相 常做众生同体相 众生本来是佛相 观行虽开二门 实则相应相成 是观前观门中 说应 说不应 应离一切相发心 不应注色身心等 此行门中 亦说应 说不应 观门可见 不具隐 前说有助则非 此意说空有不着 相即非相 生即非生之说 是令体会 此意以行不失 而得二边不着也 其语意 处处仅相呼应 何故如是 若有观会而不实行 则等于空谈 若但实行而无观会 则等于盲修 二门既相助而后成 所以观 行必须相应也 由是可知 观 行不但不可缺一 亦付不可偏重 解由是可知 观 行两门中所说道理 必应一一打通 贯穿而融会之 如是而观时 便如是而行 如是而行时 便如是而观 少有偏助 则未非助 可以故 不相应故 是未要者 当如是之 丑 四 证明真实 分二 迎 出 明说真实 四 明法真实 迎 出 明说真实 须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此次证明真实一科 是明上来出总结前文一科中 所说无助发心 无助不失诸意 皆由清正而知 真实不妄以劝信也 真者 所说亦如 即不义之意 实者 所说非虚 即不狂之意 若配法言之 真谓真如 实谓实相 世民上 世民上来所有言说 一一皆从真如实相中流出 故曰真语者 实语者 既语与语真如实相相应 故为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也 既曰真语 又曰实语 并非重负 具有精益 当之真如之明 表性体之空迹也 乃专曰性体而立之明 盖真者 非虚妄之意 明其非相也 如者 无差别之意 明其无我也 故上来说 有我人等相 即非菩萨 说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说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说若心取相 无论取法取非法 皆为者我人重受 说应离一切相 说离相明佛 如是等等 亦空彻底之语 是知未真语者 亦在令人 亦如是与以修观行 则离相忘我 乃的气正无相 无我空即平等之真如也 实相之明 表性得之如实空 如实不空也 乃兼约体相 用而立之明 盖实者 非实非不实之意 明相虽非体 然是体之用 用不离体也 相者 无相无不相之意 明体虽非相 然体必起用 用不无相也 顾上来说 无众生的度 而又度一切众生 说与法 应摩所住 行于不失 说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说则非 又说是明 说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说应身摩所住心 如是等等 空有二边 双遮双照 双明双存之语 是知未实语者 亦在令人依如是 与修观行 则合乎缘中 而得气正有体 有用 寄照同时知识相也 既曰不狂语 又曰不义语 亦各据生意 盖众生迷真逐望久语 闻此真语时语 以定经不起言 以为和汉 望而生畏 故尊切以告之曰 不狂语者 所谓佛不狂众生也 又恐闻者未能生解 以为何以忽言非 忽言是 其他自相违反之语 甚多甚多 或有先闻不了义者 必又怀疑何以此经所说 又负不同 故更丁宁而告之曰 不义语者 所谓虽说种种甚 皆为亦佛成也 何谓如语 世民所有言语 皆是如其所清正者而说之也 故无语中 如语为主 使之真语时语 皆是清正如此 绝非影响之谈 何狂之有 言有千差 理归一致 何亦之有 应应劝信 苦口婆心 至已尽已 若不配法说之 有言凡我所说 既真且实 因其皆是如我自正者说之 故与语绝不相狂 与语皆语自正者不亦也 首句如来为言者 正名与语是从性海而出 与语皆语性得相应之以 四地安五者字 正是指示与语却凿 一切众生 不必经 不必不 不必畏 但如是性解受持 为他人说 决定皆恩如我之所清正者而正得之 故下科赋约正得之法言之 以示其真实 而劝信焉 因此明法真实 须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时无须 此刻这语不多 而意运渊寒 当之此事如来所正 不但凡夫莫测高深 即菩萨意味能动小 直是无可开口处 然则云何说也 唯有如长老所云 解佛所说之一耳 然而意运渊寒 渊则其身无底 寒则包罗万象 欲说明之 意即不易 必须依依依分疏而细谱之 逐层逐层说来 或可彻底 听者依应逐层逐层 依依分疏而细谱之 物令吸入豪芒 不得少有含糊 然后修观 行时 方不致含糊而能亲切 方有功效之可其 不然 便是弄动真如 满憨佛性也 且不但应吸入豪芒 由应融会贯通 然必先能吸入豪芒 乃能融会贯通 当之吸入豪芒时 虽是在吸益里 其时已在观心性矣 如上所说 是闻思修的俏要 诸君误呼 如来所得法 此一语便需善于领会 不然 一定怀疑 经假设问答已明知 问曰 如来者 信得之称 既是曰信而说 则战战继继 无所谓法 更无所得 且前明世尊在 然登佛所 彼时方为八的菩萨 尚且于法时无所得 经约如来所得法 和耶 达约 君言成有理 然以此理 以此语 则大物以 物在但看一句 而不深谓下文也 当之下文此法二字 正指所得之法 其法却是无时无虚 无时无虚者 形容信得之此也 然则所得之法 正指信言 其未别有一法哉 由是可知如来 所得法一语 由言称为如来者 以其正的无时无虚之信而 其未别有所得哉 况所谓无时者 证明其虽得而时无所得 所谓无虚者 证明其以无所得 故而的正性 则虽说的说法 亦附和爱 何以故 法是指信而言 得乃正性之位 非未成如来后 上父有得有法 故无爱也 若误会未如来 有所得法 便非无时矣 且稍有所得 便是法之 岂能成如来 则亦非无虚矣 可见佛语本字原容 要在统观全止 尽心领会 当如是之也 此中已将无时无虚之意 说了两种 一是形容信得之词 信何以无时无虚 下当说之 一是形容的信得之词 所谓有得则不得云云是也 当系系领会之 不但如来所证 未无时无虚 是观前明四果中所说 皆是有所得便不得 若无所得而后乃的 则皆是无时无虚也明以 故前云 一切贤圣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证明其同位无时无虚 无时无虚 即不生不灭 下当说之 但有伴们之不同而 伴者 不圆满也 小成伴 菩萨满 菩萨伴 佛门也 总之 如来是信得之称 无时无虚 乃信得之荣 此刻语意 盖魏如来所证之信 无可明言 孤魏如等形容之曰 无时无虚而已 信得何以无时无虚也 当之无时者 所谓生灭已故 凡情空 所谓无至亦无得故 圣解亦空 无虚者 所谓寂灭现前故 体现 所谓能处一切苦固 用献 直而言之 无时无虚 由言济照同时 济则无时已 照则非虚已 不但如来如是 即曰凡夫妄心言 亦复无时无虚也 密心了不可得 岂非无时乎 戒耳一念 俱使法戒 岂非无虚乎 由是可知凡胜 同体已 但因凡夫执实 而不知无时 故不能成圣 小乘又执虚 而不悟无虚 故不能成菩萨 一类菩萨 能无时无虚已 父不能虚实 巨无 故不能成如来 然而毕竟已同体 故 故能回头事案 佛云 狂心不歇 歇吉菩提 无被其梦境灾 一切众生 其速省灾 无时无虚 与不生 不灭一同 本字无生 故曰无时 经义无灭 故曰无虚 亦与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 亦同 何谓无时 有即是空故 何谓无虚 空即是有故 亦与空有同时亦同 以其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 故曰空有同时 故曰亦痛也 若彻底言之 空有同时者 空有据不可说也 无时无虚者 虚实据浅也 虚实据浅 正心经所谓 已无所得 故 菩萨一之儿 得就近涅槃 诸佛一之儿 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之意 故曰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时无虚也 此与世民如来 正得之性 此性虚实据不可说 何以故 虚实有言空有 空有不可说者 即照同时也 即照同时 正是无上正等正觉 此之未如来 以上先将无时无虚平列 说之者 以明有体有用也 今又彻底说之者 以明体未用本 得体乃能起用也 两层道理 皆应彻底明了 以有体必有用故 此本经所以既令不着 又令不坏 学人必应如是两边聚不着也 以得体乃其用故 此本经所以令空而又空 学人必应如是离一切相 亦空到底也 当知开经以来所说诸意 皆无时居亦也 何以故 凡所言说是如语 以故 自悦引述语以以明之 他可类推 如曰 诸相非相 相皆虚妄 不可取不可说 法与非法俱非等 主则非 非一类之意 皆依无时意而说者也 如曰 世明诸佛 则见如来 诸佛及法从此经出等等 凡属世明一类之意 皆依无虚意而说者也 总之 知得无时 则知性本空计 故虚浅荡情直 知得无虚 则知因果如如 故应如所交注 何以故 如来即如是而正 菩萨必当如是而修故 故得此一科 上说诸意 更添精彩 不但此也 上科无语 亦因此科而悦足证明 上云如语 未如其所证者而语也 所证果若何焦 今曰无时无虚 无时无虚者 无相无不相之意也 故说时语 亦相不相聚无之意也 故说真语 真语皆如其所证 其唯不狂语 不亦语也 明胜 无时无虚 语虽平裂 然是尊言此 一时着重两无字 教人应彻底做官 虚实惧浅也 盖如来所得 故为无时无虚 而无时无虚 时由虚实惧浅得来 若存有无时无虚 便是法治 岂能无时无虚灾 故必应浅之又浅 方能证得控济之性体也 然则学人云何着手 当知是尊言此 是教人当已无时成就无虚 是未虚实惧浅之着手方便也 何以言之 无时者不值之意 职则固结不解已 固结者 时意也 无论尽之为时为虚 有有所知 虚亦诚实 若一切不值 则虚实惧浅矣 此意 观之上下文 可以动然 上文云 信心清静则生实相 此事无时无虚之好注脚 心清静无时也 生实相无虚也 而实相之身 由于心之清静 则无虚当由无时已成就之也名义 故前云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又云 应离一切相发心 应空有不住行不失也 故下文云 诸法不失 如人入暗 不住不失 日光明照 乃至最后一记 令作梦幻等官也 故本应全部主旨 再于应我所注也 然则是尊言此之意 是令以无时之官 成就无虚之果 岂不昭然若皆也哉 无时官者 即最后所云 官一切法如梦 如幻事也 常作此官 执情自浅矣 此事破一切凡情之总官 要官 万不可虚于理者 当之如梦等官 说在最后者 适用以总结全经 则全经处处皆应 作此官也明以 则又何能拘 此地之说 而不与此处说明之乎 何故在此处说明 因此处文便 不能错过故也 且此处必应将此总要之官 说出 更有三要义 经在此地说之 一 此证明真实之文 证成上无助发心 无助不失之意而来 而紧接其下者 又及言诸法之过 不诸之功 可见此处 正是上下文之过脉 若不将此不值之意点明 便不成其为过脉 何以故 与上下文所明无助之意 不连贯故 二 况此处所说 既是明其自正 则更不能不将修法典明 何以故 世尊所以明自正如是之果者 亦在令学人修如是之因故 然则若但说平列之意 而不将此意说出 学人云和着手 三 所以说自正之意 不但如上所云 盖意在令文法者 得以明了全经所说 皆是自正如此 正的确凿 绝非理想 故不必经一步位 故不可不幸解受迟 故迟说依四聚迹等 便有无量功德 胜过以横杀生命不失者 此事尊说自正之最大宗旨也 然则若但有平列之意 而无彻底之意者 换言之 即是以无时成就无须的 是学人用功方法之意 则吻者 亦但知的自正之境界 而人不知自正之方法 则又贺足以彻底除人以情乎 综上说种种意观之 则世尊说此 亦在令人既知其自正之境界 并知其自正之方法也明以 然则文法者 乌可不如是领解 说法者 乌可不如是产发乎 然而此意 非身心体会 必至忽略 前云亦未冤寒 不亦说 不亦解者 正指此而言也 或曰 如是作官 不律偏空乎 达之曰 此似是而非之言也 当之修官必应彻底 若不彻底 直何能浅 相赫能离 且上下文皆已不失对语 则是官行并尽 上赫偏空之有 旷世尊于上下过脉 中呼发此意者 正已阵明上下文 应离乡 应空有不住之所以然 使之必应离乡 无助以行不失者为此 云何能离 云何能无助 其方法如此 乃是上下文之 紧要关键所在 则说此正是成就其广 行不失利益一切之本愿 并非仅仅令作此官 何律偏空也 官上来所说 除荣冠本经 及其他各经 种种意外 可知佛说此无时无需 最要知义有三 一是形容信德 二是形容云何的信德 三是形容云何修信德 理是信 修因果 庆无不尽 故此一语也 不但将本经所说道理 该阔无疑 并将所有小乘大乘佛法 一起该阔无疑 何以故 一切贤盛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故 无时无虚 正所谓无畏法也 不但此也 一切凡夫心相 一切世间法相 一切因果法相 亦莫不该阔无疑 因此种种相 皆是有即空 空即有 则皆是无时无虚也 此正法华经所谓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作 如是因 如是元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 就近等也 赢出 欣 欲助法之过 须菩提 若菩萨心 注于法而行不失 如人入案 则 魔所见 此刻是明之时 则不失之功得全虚也 正是无时无虚反面 由此下 二科与一观之 更足证明无时无虚一语 不只说以明正德之境界 时间说以明正德之修公义 法字即经出于法应无助之法 为一切法也 一切法 不外敬 行 果 敬者 敬戒 即五蕴 六根 六成等 行者 修行 即六度等 果者 果位 即注 行 相 地 乃至无上菩提 一间果报 如福德 相好 神通 妙用等 然就六度等 行言之 便设 敬 果 盖行六度 而自以为能行 此注于行也 若行六度 而有淫欲等相 便是注 敬 若行六度 而心存 亦有所得 便是注 果 无论心注 何种 皆为注法 此处法字 不必设非法言 因经文 即是 就行不失利说 使以不取 非法 当之六度 万行等法 因缘 聚合 乃能 生起 即是 原生之法 可见当体 即空 非实也 然行 此六度等法 而得自 他两立 非虚也 事故 菩萨 既不应 舍六度 知识 不畏 而若虚 亦不应 有六度 知相当 情 而直实 直实则 心注于 法 亦 前云 若心有注 则未非注 故有入案之过 案则亦无所见 言其人 再无名 可终也 其但性光 不能显现而已 永家云 诸相不失 升天福 招得来 升不如意 盖不知 关空 必随定转 升天之后 决定堕落 顾约此刻 证明之时 则功德 全虚也 入案 欲被绝 既有法 之 顾被绝也 绝者 名义 被绝 则无名义 顾约入案 魔所见 欲不见性 前云 若见诸相 非相 则见如来 经不知 缘身及空之理 只以为时 而取法相 岂能见性 顾约魔所见 不言有目 无目者 暗欲此人 道眼未开 无名未破 有目 亦等于无目 顾不言也 盖此人 已见地 不明顾 虽学大臣 行不失 既是盲修 入案 必生重障 魔所见 故已入案 魔所见 辟知 当知学佛者 若道眼不开 势必处处 杂以事情俗见 其但六度行不好 且必增长我慢 尽其贪甜 反将佛法扰乱 行得不伦不类 其人一棒 直视于佛法道理 亦无所见 其只不能见性而已 执法未时之过如此 无备当痛戒之 迎 赐 遇不住之功 若菩萨心不住法 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此刻 世明知法无实 顾不住者 则不失功德 便能无须 正是说来 产发当已无实成就 无须之意者 使之如欲的我所得 当如此人也 如此产意 明透极以 如此开示 亲切极以 如此劝信 肯道极以 有目 欲道眼 日光 欲佛智 并指此经 以经中所说 皆是佛之大智光明义故 见 欲见性 种种色 欲信 拒之横杀尽德 盖未住法不失 则应直身障 何能悟见本性 若能心不住法 无实 而又情形不失 无须 是其人道眼明彻 有目 空有双离 须时俱浅 真未能依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者 则由于佛日光辉之中 日光明照 当得彻见如时空 无时 如时不空 无须 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 见种种色 如佛所得也 其功德何 可思义 即以身起下文 成就无量 无边功德 一颗来 此事约无时 无须评列之 亦说之 若约虚时 具浅彻底 亦说者 心不住法 则心空已 无时也 心空无时 则我仍有无等等 对待之相须离以 所谓虚时 具浅也 若能如是 便如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无须也 其为已无时 成就无须 其不开 是分明也 灾 牧日 亦可欲行人 知正志 有牧者 正志开也 正志既开 能破无明 故曰日光明照 无明分分破 便分分现起过 横河 杀术性 尽功德 故曰 见种种色 住法不失 尚且如人入案 然则住者 跟成等境 而不行不失者 当入何等境 介乎 不堪设想以 自将不行之六 住者 开为三类言之 上说 多者为一类 若心住于的好果报 而又不肯不失 吃人灾 此又一类也 其有于根成 亦无所住 而亦不行不失 所谓独善其身者 以示法论 逍遥物外 亦疏不恶 然以佛法横知 则是住于非法义 依然法直 亦是入案 而魔所见者 此又一类也 若心住不失 而不行不失 是无其人 盖未有不行不失 而返取者不失之理也 若不住行果 而不行不失 则其心住根成可知 便与第一类同科 如是等辈 见地若合 前途若合 得此两科文 所明之意 皆可推之 故事尊不说之也 上来总结前文中两科 即将开今来 要一家以产发 融成一片 应皆说明真实两科 正其所有言说 所有法门 莫非真实 以其皆是如其正德之法 而说者也 乃又皆说此欲明两科 更将正德之无实无虚 阐明其境界 指示其修功 前后章句 及其容贯 发挥意理 反复详尽 不但总结中 应离相发心 乃至有助则非 应不住色不失 等等要义 被加心明 并未经出菩萨于法 应魔所住行于不失等文 做一回应之反光 令更圆满 盖经出但明不住行师之福 此中兼明著法行师之过 故更圆满也 且总结后 附得此两科做一余波 即以文字论 如龙吊尾 全身俱活 真文字般若也 所有经义 既以收束严密 故向下即结归 持经功得以示劝焉 贵 三 结成 虚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读诵 则为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事人 惜见事人 皆得成就无量 无边功德 此如来应产中之第三科也 初 应可一科 是应可长老性解受持 第一 稀有之说 四 产意一科 是未经不般若望而生畏 不能性解受持者 产明般若之空 乃是空有皆空 因而融会前来 以说之要义 发挥应魔所住之所以然 并明如是之说 如是之法 皆是如来 清正如此 莫非真实 不狂不义 不不明无助之指 虽修六度 而无明难破 如人入暗 若明无助之指 以行六度 则必破无明 如日明照 反复详尽 无意不张矣 故此第三科 即归节道受持此经之功德 兼以回应离乡明佛之义 无量无边功德 与则明诸佛一同 前半步义去 至此可谓结束的周扎圆满之志 故飙曰结成 结成者 结束圆满之义 亦结果成就之义 当来通知佛后 不言现在而举后世 未言者 亦再辗转弘扬 此经 不令断绝 利益无尽 且亦回应前来后 五百岁之言 以斗争坚固之时 而能受持读诵此经 其素根深厚可知 所以蒙佛护念 皆得成就 能自正显其出泪拔萃 甚未稀有 以人先能知之时 而尽能 故如佛之所得者 而皆得焉 受者 领那义去 即是解也 持者 修持 未如法而行 又知持 未福音不失 既能如法而行 则必利益 一切众生已行不失 故此中虽未明言广为人说 而其意已设在内 受 属私会 持 属修会 读诵 则属文会 对文未读 意念未诵 先言受持者 其意有三 一 受持是程度生者 故守列之 读诵 是程度浅者 顾列于此 盖约两种人言 然欲受持 必先知以读诵 我能读诵 便有受持之可能 顾接的成就 二 既能受持 人父读诵 此约以人言也 文思修三会 具足 精进不屑如此 其有不成就者 三 说此推产无助 一大科 亦在文者 得以开解 故此成就解 会科文 解归到解上 受者 解也 而下即 显经功为 一大科之 总结者 亦赴先言受持 皆是 其以开元解 则性为元性 持以元持 所以为佛制之鉴 而得成就者 主要在此 则为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是人 惜见是人 为者 被也 独去身 此句曰是相言 有二意 一 智慧 是光明意 知见 是互念意 为世人 生弃佛指 蒙佛加倍也 二 为世人功德 为佛正知 除佛智慧 于无能 惜知 惜见者 总而言之 人能受持 读诵此经 若曰理而言 其无名 则受 真如之勋 为如来 其知见 则受 佛智之勋 以佛智慧 惜知 惜见 故曰是而言 皆得蒙佛如来 加倍 皆得成就 无量 无边功德 而悦知之息 见之息者 显其决定 成就也 皆得成就 无量 无边功德 正是回应前文 当知是人 圣未 稀有 当知是人 成就 最上第一 稀有 之法 等意 约皆得者 无论僧 俗 男 女 凡能受持读读诵 词词经 无不如是成就 即不明义 但能读诵者 亦必得知 故曰皆得 何以故 果具有真实信心 至成读诵 先虽不解 后必开解故 所以者何 般若种子已重 蒙佛设受 决定开我智慧故 利益众生 为功 常养菩提 为德 功德二字 指字度度他 少龙佛种言也 故曰无量无边 何以故 无量的 曰数言 立万劫而常恒故 无边者 曰恒言 周法界而无济故 此事诸佛 诸大菩萨 法身常住 妙应无方境界 经约皆得成就如是功德 明其皆得成菩萨 乃至成佛也 总以劝人必须受 直读诵词经 辩得物自心性 无时无须 远离二边 既全性以起修 自全修而正性而 心 无极显经功 分四 人出 约身浮显 四 约灭罪显 三 约共佛显 四 结成经功 人出 又二 鬼出 利欲 四 显圣 鬼出 利欲 虚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初日分 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中日分 父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后日分 亦以恒沙等身不失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 以身不失 此地五级显经功 一大科 乃推产无助 以开解之最后一科 不但为推产开解之总结 亦前半部之总结 而与迈则景成上文申起 因上文言受持读诵词经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何故能如是成就耶 故显经功以证明之 虽然 此一大科技是总结前半部 而前已三次教显已 乃父说此已极力显之者 时因此经之意 不可思议 上虽教显三次 由未言不敬意 故经成上文文辩 父彻底已发挥之 不过由上文引起 非专为上文也 当知显经功 即是显般若正志 此志乃是佛志 所谓无上正等正觉 为我世尊历节以来 为众生雇 勤苦修正所得 即上文所说 无实无虚之法事也 经将此法和盘托出 而成此经者 为未见性者 是以真确之徒暗故 为指引众生到彼岸之方 争故 为以亲身经验告人 彼有遵循故 盖怜悯一切众生 自无始来 明然不觉 常因苦恼 或因让众而不闻佛法 或虽闻而未得法药 则前障未除 后障又起 所谓因病求药 因药又成病 则坐在黑山鬼窟里 如人入岸 而魔所见 有何了其 故经约前八会所说般若之意 而更说此经 真乃句句传心 言言恶药 能令众生开启始觉 以何本觉 而成大觉 果能性解受持 便如人有物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且明告之曰 诸佛及无上正等觉法 皆从此经出 则此经是佛佛传家法宝可知 我世尊应 即欲传授家宝 即欲一切众生皆知此经利益之大 不可思议 正所谓开自信三宝 成常驻三宝 能驻持三宝者 旧即低限度言之 亦足以起发善心 挽回世运 所以又复迪力显扬此经功德 比闻者身难遭享 身欢喜心 努力读诵 性解受持 皆得成就最上第一稀有 此即显经功之最大宗旨也 显经功中 先显能生殊胜之福 若不设意比喻 云和殊胜 便显不出 顾甲利益及大不失之福 以为后文显胜之前提 顾曰利益 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是将一日分为三分 由经人言上五中五下五之类 恒河之沙 极细极多 不可数计 节者 范语节波 未及长时间 经不止一节 乃是百千万亿节 复不止百千万亿 乃是无量之百千万亿节 华言经云 阿森指 阿森指 未易阿森指转 阿森指转 阿森指转 未易无量 阿森指已是极长极多 不可计算之数 又将此不可计算之数 倍倍增加而为无量 岂有数可说哉 则无量百千万亿节 由言无数节而已 每日以一生命不失 以非凡夫所能为 况一日三时 每时亦不止一生命 乃是如恒河沙 不可数计之生命 况不止一日 一年 一节 乃是无数节中 一日三时 以不可数计之生命不失 历时长极以 不失重极以 行愿亦兼即以 此菩萨之行门也 其福德之大 亦其可以数计 而不及闻此经而生性者 何故 此理下详 贵 四 显圣 分三 子 初 约福总是 四 举药别名 三 解显经圣 四 初 又二 丑 初 闻性及圣 四 词说更圣 丑 初 闻性及圣 若富有人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其福圣彼 不逆者 不为也 闻得此经 深信非依此行不可 便发起依依如法行之之大心 是为信心不逆 即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 此中虽 此中虽但严信 含有身解在 若非身解 绝不能发此不逆之信心也 初发此心 故不如下之已经起行 然起行使本于发决定心 故发心 其福并得超恩 常见不失无数生命之菩萨 此中无字 正指下文和丹如来 当的菩提 果不可 可思一言 故非他福所可比拟 承 此 迟说更甚 何况书写 受持读诵 为人解说 发心及圣者 正应其决定起行也 则已经起行后 其福更甚 自不代言 何况者 显其更甚也 书写者 未广布也 古无课本 专赖书写 使得流传 故但就书写言之 如今发心弘扬此经 无论目刻 时应 千版 其功德与书写者同 非定要书写也 先知已书写者 明其如法发心 先欲度重 而先以此经度重 又明其发心 即为少龙佛种 受持读诵 虽若自度 时亦度他 应受持即是解行并尽 而所行不外离乡三坛 离乡三坛 正为利益一切众生故也 读诵 亦所以熏习圣解 增长圣行 非为别事 为人解说 是行法师以利重 此经甚深 发心为重解剖无谬 乐说无碍 令闻者得名义去 启发其性解受持之心也 此句说在后者 不能受持读诵 无从为人解说故 何而言之 是说此人既能传步此经以利重 负能依法实行以利重 更能广行法师以利重 足证其真是信心不逆 故出发此心时 便甚彼多结不失无数生命之菩萨 其所以圣之礼 下文是尊自言之 即教义 缘起 何丹 三者具胜故也 其意在下 精意无防说其概要 以便贯通 此经是即缘即遁法门 故曰教义圣 是为缘遁根基说 因佛种不断 故曰缘起圣 何丹圣者 是观此人信心不逆 便是基教相扣 非斑若种自身后之末半 是其会圣 书写受持 乃至解说 正是不断佛种 是其悲 其愿 其行 皆甚 悲至行愿 依依俱足 故能喝丹如来 是为何丹甚也 而彼常劫不失生命菩萨 虽难行能行 行愿兼故 然若不具般若正智 便只能成五通菩萨 终不能理智双明 得漏净通 而正就尽绝果 一不及也 既不具般若正智 自他皆不能达无于涅槃之彼岸 则无论如何苦行 皆非少龙佛种之行 则利益身中有尽时 二不及也 总之 般若是佛智 便是佛种 故为三宝命脉所观 旷此金刚般若 闻少一多 谈发一去 一一彻底 若与此金不能信心不逆 则见地既不彻底 其悲 其愿 其行 又何能救命圆满 且既不能信心不逆 自不能受持解说 广为弘扬 则佛法就尽意不明 佛种便有断绝之余 此中关系 极其重大 则信心不逆之人 岂比弹之常解苦行者 所能及哉 世尊说此 非为不应苦行也 世民弹之苦行 不具正志 则不能成就尽绝 不能少龙佛种 而信心不逆 弘扬此经者 既能不断佛种 而又空有不着 则如彼苦行 亦能行之欲如 此能者 彼不能 彼能者 此亦能 则孰未忧甚 不待凡言矣 由此观之 可恶观行 二门 虽然病重 而以官慧为主 此般若 所以为诸度母也 更可恶 虽观慧为主 而观慧要在实行中见 经之处处已不失与无助 并说 即明此意 此般若 所以不能离诸度 而别有也 故一切佛 一切大菩萨 虽以大空三昧为究竟 然是于赤然现有时 便是大空三昧 非一切不行 而坐在大空中也 果而 亦不得名为大空三昧以 何以故 大空者 并空亦空故 是绝呆空 非对待空故 此意紧要 正是般若精髓 勿须彻底领会 彻底明了 上来四次教显经功 四次增圣 当之非未经义 前后有如此 玄远之差别 实显性解有 浅身之不同而 此意前曾说过 然关系圣耀 恐有未闻者 况又加入 今次之教显 自当并前三次 彻底明知 如初次于 身性闻中 以一大千世界 宝师显圣者 是就能身信心 以此为时 乃至一念 身尽信者说 以明其技之 趋向佛智 便是佛家业 种书圣因 必克书圣果 将来便不止 作一犯天王也 第二次于 开解文出 以无量大千世界 宝师显圣者 是说在 应身清静心后 是为成就 最上第一 稀有之法者而说 以明人能信解 及此 自他两立 使以成就 无上菩提之法 则大有希望以 顾其功德 过前无量倍 此处成就 非为成就 无上菩提 乃是成就 其法 为已了解之 修行之以 不可误会 第三次 于开解文中 以横杀 生命师显圣者 是说在 产明如何 奉持之后 以明若能 如是性解 且迟说 则其功行 更为边辟入理 何以故 不但知福祸 且知断祸 可望正得法 生故 故不以外 才知七宝不失险 而以内 才知真命 不失险 经第四次 以无数解 常识 无数命 师显圣者 是说在 生解 一去 及自证之法后 以明其 既能信心不逆 便不必经常 实之苦行 便能如我所证的者 而证得之 何以故 上来又未能 依依如法 经则信心不逆 是依依如法 以 何以能依依如法 由其已开解会 知非如此不可 故能坚决其心 实行不为 使已被称何决以 正所谓 出发心时 便成正觉之人也 见华言并 便具有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资格 下文所以 曰何丹如来 当的菩提 故虽上是凡夫 其功德超过 常解苦行之菩萨也 当之世尊 所以如是由浅而生 四次教险者 亦在使人明了 有若和性 受持程度 便有若和功德 所谓功不堂捐 而宗旨则 注重在信心不逆 何以故 若不发决定心 依依依教奉行 则不能赫丹如来 不满是尊说经之本怀故 故一切学人 不但前半步曰 静明无助 应信心不逆 即后半步曰 心明无助 亦应信心不逆 方和世尊说 此即显经功 即说此信心不逆之宗旨 故前云不过 因上文升起 成文便已发挥之耳 其专为前半步 而说哉 当如是之也 事观此一大科 事于上来诸意 以作结束之后 特别宣说 其末曰 事经亦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此二语 旨已收前半步 亦已起后半步 可见前后亦去 原是一贯 而中间所显教义 缘起 何丹 三圣 以及身符灭罪等功德 其的曰 仅前半步有之 与后半步无涉乎 断魔事理 则凡此一大科中所说 其为统冠权经也明以 后半步之末云 与一切法应如是之 如是见 如是信解 不生法相 正与信心不逆相呼应 或问曰 信心不逆 与其信论中信成就发心 是一是二 答曰 论位则不一 发心则不二 当之论中是说 实信位中 修习信心成就 发决定心 即入出注 出注 乃圣位也 经不过出发决定 一经起行之信心 而 信根起变成就 继位成就 上是凡夫 一圣亦凡 相去悬远 故约论位则不一 然而 信成就者 所发决定心 设有三心 一者之心 正念真如法故 二者身心 乐及一切诸善行故 三者大悲心 欲拔一切众生苦故 经信心不逆之人 是信的信心 清净则生时相 信的应生清净心 岂非正念真如之之心乎 又父性的利益一切众生 应空有双离 行不失六度 岂非乐以一切诸善行之身心 罚众生苦之大悲心乎 六度万行 是乐及诸善行 利益一切 是罚苦也 故约发心则不耳 何故凡夫发心便同胜位 无他蒙我本师 受传家法保固而 可见此经 真是大白牛车 若乘此车 直屈保所无疑 以上因恐有见其信论 而发误会者 故特隐而明知 更有不可不知者 此经观行 极缘极顿 果能生解义去 信心不逆 其为缘顿根器无疑 而缘顿人乃是一味 设一切为 为不能决定 为赐以论之也 因其已开佛之佛见 其但出发信心 能与出驻菩萨所发心同 且可一超植入 立地成佛 为在当人始终不逆 何单起来 决定当的无上菩提也 信心不逆中 即聚执心 身心 大悲心 当知此三心 即是三聚境界 盖离相发心 以正念真如 自无诸过 故执心便是舍律一界 离相修不失六度 以乐及一切善行 则身心便是舍善法界 为利益一切众生行 不失 以拔一切苦 则大悲心便是舍众生界 由此可恶经出言持界 与福者于此张 聚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之所以然已 盖持舍律一界 可以发起执心 持舍善法界 可以发起身心 持舍众生界 可以发起大悲心 而修复又所以 助发身心悲心者也 然则欲于此 因信心不逆 决定当从持戒 修复做起 弥附了然已 赴次 三心计句 便能成就三得三身 盖正念真如之之心 能断或而正真 故事断得 成法身也 乐及诸善行之身心 因具政治不能乐及 寄及善行 必获胜报 故事志得 成报身也 把一切苦之大悲心 广结众援 不舍众生 故事恩德 成化身也 信心不逆 成就如是种种功德 祈福之书 甚为何如也 顾下文曰 何丹如来 当的补提 事经亦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也 四 四 主要别名 三 丑 初 约教义名 四 约缘其名 三 约赫丹名 丑 初 约教义名 虚菩提 以要言之 事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信心意 依教书行者 其福圣彼 常解苦行菩萨 理由安在 其要点可概括为三端 依次说明 故约以要言之 此句统冠下文缘起 何丹 两颗 不可思议 执法身言 法身即是体也 性体空计 离名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故必须离相自正 所谓言语道断 不可意 心形触灭 不可思 故约不可思议 事经之中 凡名离相离念 一切具浅之意者 为此 不可称量 只报身化身言 报话即是相用也 正得法身则报话显现 而报身高如须弥山王 有无量相好 依依相好 有无量光明 非言语所可形容 不可称 化身则随行六道 便现莫测 非凡情所能揣夺 不可量 故约不可称量 事经之中 凡名不失六度 利益众生之意者 为此 体相用三大 性本被拒 故纪不印着相 亦不印坏相 乃能有体有用 事经之中 凡名二边不着 空有圆容 福慧双修 卑至合一之意者 为此 此事将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两句 何而观之 以名义也 此两句既名理性 故皆说无边 以名是修 无边者 离四句之意 不但有无二边离 并亦有一无 非有非无之 二边亦离 是之未无边 边见尽无 中道自圆 此权经 所以以无助 二字未 唯一之主旨也 公为一超直入 得未体用原章 盖世经教义 乃是理事双荣 性修不二 能以一超直入 之修功 成就体用原章 之性得者 故约世经 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以上是将 无边功德约自修说 然此四字 亦坚立他说 自他两立 为菩萨道顾 盖法身周含法界 法界无边 旷法身乎 报身则相好光明 无量无边 化身则随缘事现 要应无方 无方亦无边亦也 三身无边 故能变满无边法界 以度众生 卫世经教义 有令人成就体用 无边之三身 以利益无边众生 公也 同正无上菩提 得也 又负辗转利益 辗转正的 其功德亦付无边 而信心不逆者 既依教义奉行 当得如是功德 此其福圣彼之理 有益也 教义圣 是约经说 若约人说 当云熏习圣 丑 四 约缘起名 如来为发大臣者说 为发最上臣者说 缘者 积缘 起者 生起 为教义之生起 起于积缘 名法必对积也 发 为发心 大臣者 菩萨臣 最上臣者 佛臣也 大臣教义 有缘有别 有顿有剑 佛臣教义 唯一原顿 发大臣 为发行菩萨道之心 发最上臣 为发少龙佛种之心 明此经是为此等人说也 若曰教义言 是经前半之意 非进原顿 后半之意 专明原顿 又赴前半非进原顿者 非为有原顿 有不原顿也 乃是一语之中 往往被此二译 故我前云 浅者见浅 深者见深 随人领结 此事尊说法善巧 寻寻善佑之苦心也 故为发大臣者说 为发最上臣者说 两语中 含有二译 一名所说者 有此两种教义 一名为发此两种心说也 曰如来者 明其从大圆绝海中 自在流出也 明其句句传心也 如来即位如是发心者说 则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之人 其发如是心可知 其开佛之见可知 其为少龙佛种也亦可知 此其福甚彼之理由二也 原其甚 是曰说者边说 若曰不逆边说者 则未发心肾 根气肾也 丑三 约赫丹明 分二 迎出 阵险 四 反险 迎出 阵险 若有人能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 如来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人等 则未何单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流通本 成就上有意的字 唐人写经无知 唐宋人著书中 亦无的字之意 足正未明以后人所加 家者之意 必以为出发 惊人 其便成就 不过当来可得成就而 以其脱落 遂加入之 殊不知此中所说成就功德 是指何单如来言 非未便成如来也 经义正以何单如来 为其福圣彼之最大理由 若其何单上未成就 则是圣彼无理由已 何以故 出发心修行之凡夫 其福圣彼常解苦行之菩萨者 因其发少龙佛种之心 修少龙佛种之行故也 何单如来 证明其能少龙佛种也 此而未成 何未圣彼也 且上明教义圣缘起圣者 为何单圣做前提也 盖因其教义缘起俱圣 所以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 便为何单如来尔 倘若何单功德 上呆将来 是其未受殊胜教义之勋疑 不何殊胜缘起之资格 可知 则上言文此经典 信心不逆云云 便成虚语 若其实是信心不逆 而又未成何单功德 教义缘起 上赫书胜之有 则上言是经有不可思议等功德 如来未发大成最上成的说 又成虚语 一字出入 关系之大如此 前云凡读佛书 切记向文字上研究 因研究文字 无非以浅见亏 以凡情测 是必误法误人故也 经观此处妄加一字出入 有如是之大 则不但有误法误人之过 竟犯谤佛谤法之嫌疑 可惧哉 查其所有 无他 教义不明 专向文字推敲故而 何以言之 在妄加者意中 必系误会不可量等功德 即为上文不可思议等功德 故以为出发心修行人 岂能成就 遂加一的字已辨别之 殊不知此处文字 虽语上文字 然即颠倒说之 道理便大大不同 功德亦随之而大大不同 岂可混而未亦呼 精进梦动满憨 至于如此者 无他 教义不明故而 教义云和的名 多读大臣以广其心 勤修安行以消其障 长求加倍以开其会 以如是增上元熏席之力 久久自明 若执文字相求之 则如人入案 有魔所见矣 此事明佛理之要门 故不但言之又重言之 不可量云云 亦运经傲 自当详细投解之 然欲说明此中之意 人不得不将上文之意 摘要重述一遍 两两对堪 教义名了 其重述处 道理互有详略 听者需将前后详略互见之意 融会而贯通之 上文时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句 含有两意 一 不可思议 是说法身 以及是体 不可称量 是说暴化身 以及相用 和此两句言之 未被具体相用三大之性德 一名理体 若将性德系分之 则为法身之体 名为性之体 暴化身之相用 则名为性之用 因其是性具之用 故混而明之 曰信德 曰理体也 此的名义 没有未能撤了者 自成便一言之 无边 是说修功 为离四句也 和之上两句 为信修对举 功德二字 功为一超植入之修功 得为体用原章之性德 宗以明示经教义 有理事双容 信修不二 一超植入 体用原章之功德也 二 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一同上 但前约被具三大之性言 以与无边之修对 经则分而明之 不可思议 可约性体言 不可称量 可约性用言 无边 泛指一切 利益众生未功 常党菩提未得 则无边功德四字 是专约利他言 若对上性用说 此即所谓用之用也 宗以明示经教义 有正体启用 便满无边法界 利益众生 同正菩提 无量无边之功德也 此处则先说不可称量 既说无边 后说不可思议 与上文完全倒患 一不同也 且不约不可称量 乃分开而道说之 约不可量 不可称 二不同也 又不但约无边 父天意有字 而约无有边 三不同也 不可思议则仍旧 如是等处 其意经诀 当知体相用三大 从来不离 其唯一战绩 绝名离相 而未相用之本者 则名之为体 与相 用迥然不同处 胜义名了 若相 用二者 却是分而不分 盖暴化二身 皆由信聚之用大所献 正因其能献暴化身 顾名用大也 而信聚之无量 尽功德所谓相大者 即负于暴化身而行诸外 故曰分而不分 此上文所以何而说之曰 不可称量 此理系读其信论 便可了然 然而相用 虽分而不分 亦负不分而分 故暴化种身 不但所献之相 所起之用 各个不同 而修因时所发之心 亦各不同 因形是同 但因心不同 下当言之 虚细便明 正因其发心不同 故所献之相 所起之用 各个不同也 盖暴化之相用 虽皆由于修离相之六度万行 福慧俱足 而后成就 此名其因形同 然而报身 是由发广大无尽之愿 知的六度万行 原身即空 而能增长福慧 达到彼岸 势必依依修远 所获之果也 化身亦由发广大无尽之愿 知的一切有情 身本无身 而由执迷不悟 未出苦轮 势必依依度 尽所获之果也 此名因心不同也 以不同故 所以此处又分而说之 正因其分而说之 便可悟之此处是 约修应说 与上来何而说之 以名修应克果者 其事里便大大不同意 由上说之亦观之 可知欲成辩界分身 普度寒实 不可量之化身 必当发利益一切众生 以拔一切苦之大悲心 以 故本经起口便说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 灭度之 又曰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 应如是不失也 经曰成就不可量 明信心不逆 即使以发非凡情 所可测夺之大悲心也 发如是心 将来必正如是果已 菩提心以慈悲为本 故先说不可量也 又由上说之亦观之 可知欲成福慧庄严 相好无边 不可称之报身 必当发广修六度万行 乐及一切善法行之身心 以 故本经起口便说 菩萨与法应魔所助行于不失 乃至处处以不失与离相对 举说之也 经曰成就不可称 明信心不逆 即使以发非言语 所可形容之身心也 事关五百岁忍辱及歌利王室 此等难行苦行 其言语所可形容 忍度如此 愚度可知 故非先发大悲心以为之机 身心绝难发起 而不发身心 又何以成就大悲心乎 所以经证先言不可量 即皆言不可称也 首句不可量不可称为言 由含耀义 盖班若是明空之法门 此金刚班若唯一主旨 亦在应魔所助 无助即是离相 离相即是观空 然而开经却因令广度众生 情形不失者 证明空观不离时行 班若不离诸度别有之意 此之位第一意空 经此人发心 亦复如是 大悲心 身心 与执心同发 正是实行经中所说 故曰信心不逆 当之初发心时 尚未断念 正在身面门中 故虽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三心并发 然只有向身面中 尽其修不饶相 不坏相 普利一界之六度 则既与被具体相用 三大知性得相应 复卫成就爆化 二身之正因 不天空 有体无用 且无时来望 非识练心 亦不能除 此皆学佛 仅要 关见 千经万论 皆是发挥此理 而般若言之由今 物当领会 物当造行者 然而一面向 身面门中 实行六度 六度等皆是 原生法 故是身面门设 一面即当 唯密关空 以趋向真如门 不如是 则直不能浅 相不能离 不但不能断念 以正法身之体 爆化二种身之相用 便无从献起 必正体方能启用 且助相以形 不失六度 如人入案 一遇障缘 必至退心 如上人如一颗所明 故景皆约无有边 于无边中 家义有字 今要知至 上文云无边者 明其四句皆理也 当知妄想未歇时 其念变者 者便有边 所谓有边 无边 亦有亦无边 非有非无边 一念起时 于四句中 避着一句 故欲的不着 必须无念 今约无有边者 是明其尚未能绝对无 但能以无字对至 其有边而 盖言是人正在 无助离乡上用功 以求证的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不可思议之法 身性体 故皆约不可思议 性体无便无义 故此语义 父人就已表示其便不已 将无有边 不可思议和读 正是发离一切相 以正念真如之之心也 三心其发 是为信心不逆 既于此经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 便有利益众生之功 常养菩提之德 何以故 因其能行义超直入之修功 求证体用原章之信德 故 无论森 俗 男 女 但能信心不逆 莫不如是成就 故约皆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臣此三心其发之功德 方族以少龙伯种 故皆约则为何单如来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则为者 便是之意 若是当来的臣 经上为臣者 何云便是耶 和尚说种种义观之 足正望加一的字 显为经之意 何单者 直下臣当 权力负责之意 既约如来 又约无上正等觉者 如来为信德原名之人 无上菩提 为绝王无正之法 许其何单词二 盖许其为成绩 佛位之人 堪认绝王之法也 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 其意痛前 其上约人能 即为信心不逆之人也 如是人等 等字与上阶字相应 如来西之西剑 此中无畏字 亦无以佛智慧字 则如来西之西剑之意 游言长济光中 应许之意 上来教义 缘起 何单三要 身福 灭罪 公圣供佛 无不由之 虽说在身福文中 一时统观下文 当如是领会之 因 赐 反显 何以故 虚菩提 若乐小法者 者我见人 见众生 见受者见 则于此经 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此刻文字 乍观之 似无甚紧要 实则字字紧要 其中含义今生 头绪繁重 盖的此一颗 尚说诸意乃更圆满 可见其关系紧要以 华言晶云 剖义为成 出大千金卷 自当依依剖而出之 何以故聚 不但成上颗 只与利欲一颗以下一气相成 此其所以头绪繁重也 小法 为小惩罚 兼止不了义法 正是无上身经反面 乐小法 又是文此经典信心 不逆之反面 故曰反显 为己反面之意 显正面之意也 乐者 好乐 弃何之意 即不逆之所以然 因其好乐弃和 所以不逆也 这我之见 即是我值 既有我值 种种分别随之而起 故曰这我见人见 众生见受者见 此即赤小臣与也 从来皆为小臣我之以空 但与法之未除尔 经直斥之约着我见 书令小臣人 颓然自丧 勿乐小之权非以 此真实语 并非科论 盖小胜以空我见之粗者 即止五蕴甲合之色 身为我之见 此其所以不受后有也 然因其只有我空之法 即止五蕴法 故为之法之 当之我空既未忘怀 未知法之可 未知我见未尽亦无不可 此前所以云 若取法相及这我人众受也 幼父只有我空 即堕偏空 偏空即是取非法 是执非法以为法也 人为法之 此前所以幼云 若取非法相 即这我人众受也 故今止以这我见赤之 痛快言之 心若有取 谁使之取也 非他人 我也 故无论取法 取非法 皆为这我 此前所以云 若心取相 则为这我人众生受这也 不过教之凡夫我执 有粗细之别 何尝尽绝根株栽 事尊言此 乃是婆心苦口 仅策乐小法者 即荡回小巷大之意 此外别含生意 有二 一 前来接云我乡 至此呼云我见 见之与乡 痛耶一耶 答 痛中有意 无论住见者相 者则成并 是之为同 然应有能取之望见 乃有所取之幻象 故这见 是者相并根 是之为义 由是观之 但之浅相 功行有浅 必须浅见 功行乃生 何以故 望见未除 并根人在 幻相及不能尽除故 此经前半步多言离相 相及是尽 故总科标明约约尽名无助 后半步专名理念 念 即见也 念起于心 故总科标明约约心名无助 此事本经前后浅身次第 经于前半将弊时 成便点出见字 以显前后次第 井相衔接 并以指示学人 修功当循序而尽 由浅入身 此为世尊说着我见云云之身 亦也 二 刻时论之 凡事物对待者 皆有连带关系 所以前半步虽但约离相 古里已在离念 何以故 这相由于这见 若不离念 无从离相顾 不过但知离相 不及直向离念上下手者 其功夫更为直结了当儿 前来已屡屡将此意暗示 但未明说 如约应生清静心 信心清静则生时相 若心有助则未非助 以及谍问四果 能作念否 并请示明池中所说 皆是指示离念的道理 其他类此之说不具隐 然则何故不明说也 因一切众生文般若知明空 已经经不生畏 若此经一起口便说断念浅见 其精畏更当何如 不如但云离相 步步引人入圣 至后半步 乃时路骨专名此意 使顿跟人 不致胆怯无入守处 所以前半步语句 亦未魂寒 可生可浅 随人领解 浅得虽只见 可见其浅 但在离乡上用功 不能彻底 然借此意可打落 妄想不少 未始无矣 而生者仍可见其身 不爱意超直入 经则前半步将完矣 不能不将真意皆出 使见浅者将后不至未难 见生者亦之所见非谬 并以指示学人此经前后所明 知事一意 不过前半亦浅一生 后半有生无浅 此又说着我见云云之生意 二也 由此可见说法之善巧 设受之慈悲 以 既乐小法 与此身经 积教不相应 如是尊将说法华 五千比丘群起退席 不能听也 直见浅身 听亦赫能领受 听且不能 黄论读诵 受浅不能 从何解说 顾约 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以上就本科名义以尽 所谓反显者 显赫亦耶 显经功耳 浅云 是今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又说缘起圣 何单胜两科 皆所以显经功也 可谓无意不仗义 何须更显 虽然 孔闻上来所有言说 或有未能容冠 以至卑劣自安 怀疑自主 则经功虽甚 彼将相予以 佛是众生 如同一子 给予一切众生 皆能读诵 皆能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 皆能喝丹如来 无上菩提 故又自作问答 用反面之言词 显正面之义去 虽是彰显上说之种种义 其时皆为显示经之功德 盖上之正显 是直接显之 经之反显 则见皆显之也 何以故具 自问之词 若乐小法者云云 自视之词也 问意有三 一 问 何故但言能持能说之功德 而不及信心不逆者也 此盖文最初显圣中所说 未能撤了 故发此问 以为能持能说 其为信心不逆可知 但前云信心不逆其福甚比 何况受持广说 观此语意 是代持说 以有胜福以 经明成就功德 独不及之 不知其福究竟若何 故以乐小法云云是之 若知得好乐小法 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解说 可知既是好乐此经 其必能持能说也明以 当知前云信心不逆其福甚比 是因其发决定持说之心 故发心便能甚比 若不能持说 其得信心不逆 前约何况者 明其发持说心 便有甚福 何况以持以说 其物有甚福也 非为发心与迟说 其福不同也 然则上科虽只言能迟能说之福 以将发心之福 并设在内意 此事着重乐小法句 如此显意 是教人应当发心 依经实行 则发此心时 便是何单如来无上菩提 以经中所说 乃成佛之心要故 是彼乐小法者 其成就之大小 岂可以同日与哉 二 问 此经甚深 难解难行 何故闻此经典 便能信心不逆受持解说 此盖闻上来 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罪上臣者说 不免退窃 故发此问 以为如此根气 稀有难逢 世尊虽欲传授心要 其如难得其选合 故以听受读诵云云是之 若知的不能听受读诵 由于契入小法 则知欲求契入大法 唯有听受读诵 盖大开元解 成为不义 莫若常听深解者之解说 可以事半功倍 虽获一时未能深入 然听受的一句半计 般若种子已重义 而此听受语习之力 加以读诵语习之力 一旦般若种子发生 将于不知不觉间 三星齐发 虽极顿根 可便为上根立志 经云 佛种从缘起 仗此甚缘 何律之有 此事者众听受读诵四字 如此显异 是未欲入此门者开示方便 得此方便 则贺单如来之资格 虽难而亦不胜也 此事兼有古物能说者之意在 强国人听 故未清法 有愿听者 便应尽力为人解说也 三 问 真如无相 以一切法 不可说不可念故 名为真如 今虽三星齐发 正念 丹如 然由未能无念无相 何故具许为何丹如来耶 此盖闻常劫命师之菩萨 浮游不及 不无怀疑 故发此问 以为常劫命师 虽已无般若正至故 其福不及 然而已是菩萨 信心不逆 虽已受持此经故 其福甚彼 然而犹是凡夫 信根继未成就 保无退心实乎 故以这我见云云是之 若知的人我见 分别心 未能除尽 是因其好乐小法 则知能于无上大法 好乐不逆者 其人我见 分别心 终能静静 决定无疑 所以者何 寻习圣故 既已趋向之如 现虽未能断念 的无上菩提 当来必得故 何疑之有 故下闻云当的阿诺菩提 此事着重者我见句 如此显异 是得是学人 欲除我见 等虚妄相想 非与此一切 无助之金刚 般若信解受持 必不可能 以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故 佛既亦如是 经佛亦决定如是也 总而言之 至尊因防卫生 解义去者 于上来所说 不能贯通 必生障碍 故说此刻 从反面显出 种种道理 史上说注意 更加远 经之书圣 更加鲜明 彼得供入此门 同间此刃 皆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此特说 此刻之宗旨也 不然 尚说三要 已将圣彼之 所以然彻底说了 何必再说乎 事关了小法 这我见 听受 诸语 来得突兀之志 便可恶之如是诸语 其必与尚说者 身有关系 若是此刻 仍为显明 其福圣彼而说 则此诸语 便不能自自经济 皆有着落 世尊又何必如是说之哉 子 三 解显精神 须菩提 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 则为是他 皆应公敬 作礼围绕 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在在处处 有言无论何处 然不约无论何处 而约在在处处者 有应弘扬辩一切处 无处不在之意 一切世间 是约数言 三十年为一世 兼约横言 界限之意 故事间 由言世界 世界而约一切 辩法界尽未来之意也 天 人 修罗 为三善道 言三善道 亦设三恶道 言天 修罗 亦设八部 为辩法界 尽未来 一切天龙八部 四身六道 所应拥护 供养 所以表其拥护也 所应供养 事前言皆应供养一身 接应者 事明依依众身 应当供养 所应者 事明供养 为一切众身之责 以不如此 始所不应 则为是他 亦是前如佛塔 妙一身 前说由未经是经 他是他 但应是同一律 经则名其经即是他 此与前言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亦同 盖塔中必安设立 或佛 菩萨 贤圣僧相 故今所在处 则为是塔者 一名此经为三宝命脉所恩也 父次 设立者 佛谷也 即是报身 佛 菩萨 贤圣尊相 为令众生 瞻理起信 共同化身 而今是法身 故今所在处则为是塔者 又以名此经能成三德 献三身也 如是种种皆是经之书圣功德 故标科曰 解显经神 应有如此书圣功德 故一戒众生 其应吉利弘扬 令在在处处 皆有此经 故今所在处 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 又 塔必在高显之处 安塔之义 在于表彰 使众文众见 以其信心 经云当之此处则为是塔 是交以当之表彰此经 弘扬此经也 所应供养据是总 则为是塔 是是名应供养之故 恭敬作礼云云 是别名所供养之法 其法云合 皆应三页清净是也 恭敬二字是主义是总 恭敬者 虔诚也 即一心归命之意 盖三页以一页为主 若但早生进口 而妄想纷纭 不能一心 尚赫清净之有 故守当设心归一 不向外持 是为恭敬 必恭敬乃能清净也 恭敬是主者 恭敬即表役夜前程 故事三夜之主也 作礼如何掌定礼等 此表身夜前程 围绕经行 亦作礼之一事 围绕时 或称念圣号精明 或唱范背 赞扬功德 此表口夜前程 亦可作礼围绕 皆以表身夜 花 香 云散者 古时天竹 每一花朵或香末 之手盆之空中 以表敬意 我国则多插花于瓶 焚香于炉 亦是一样表敬 散花相识 必声赞颂 如今时尚香 必畅香赞 礼颤时手盆花香 口唱愿此香花云云云 此表口夜前程也 申 口 亦 三夜皆应前程 以表恭敬 故恭敬是总 凡事供养 必用花香者 此有深意 花所以表专言 故佛经义取以为名 如华严经 香所以表清洁 如约戒定真香 又以表熏习 表中达 如约法戒蒙熏 总之 花为果之音 故散之以表种 福慧双修之音 正福会庄严之果也 相为佛之使 故散之以表三夜清静 感应道交也 经所住处 如是书胜 则信心不逆依教奉行之人 其福得之书胜可知 经应供养 则受持读送广为人说者 其为龙天拥护可知 行愿品云 送辞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 天皆应礼境 一切众生 吸应供养 送普贤品如此 送金刚般若惊然 当知词二经 亦表智 亦表悲 日以此二种为恒克 正是福会双修 悲至合一 功德无量无边 前曾以此相劝者 为此 反之 若于此经或毁谤 或轻视 或浅说忘说 其罪业之大亦可知 观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云云 则觉佛人应在在处处 书写受持读诵 为人解说也亦可知 不然 不能在在处处 有此经云 而如今之事 由应广位弘扬 令在在处处 皆有此经 则在在处处 皆有三宝加倍 天龙拥护 即在在处处 皆获安宁云 经虽未亦做到 然有仪妙法 其法云合 发起大心 日日未在在处处读诵 求消灾障 其但在在处处 可或安宁 且在在处处中真 以必不知不觉 发起信心 此等感应 真实不虚 何以故 一真法界故 一切众生同体故 明勋之力极大故 此经功德殊胜 为十方三宝所护持 一切天龙所恭敬故 且人能如是行之 便是舍己利他 便是以开道眼 便是观照一真法界 便是行利益一切众生之离相不失 便是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 便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便为何丹如来 我佛日尊便为受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 其效力之大小尺素 全是当人观行之力如何 今日作而言者 明日便可起而行 诸善之事 勿乎此言 人 赐 约灭罪显 分而 鬼 出 标清剑之音 赐 明灭罪得福 鬼 出 标清剑之音 父赐 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读诵诵词经 若为人轻见 是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赐赐之言 是明赐举之意 虽与钱亦有别 然是由钱亦次第升起 或虽非钱亦升起 而与钱亦互相发明 必须次第说之者 则用赐赐二字 以表示之 若但为别意 与钱并无上说之关系 不用此二字也 此中赐举之意 与钱亦关系之处有三 一 约三药言 二 约申福言 三 约公养 公敬言也 一 约三药言者 钱云以药言之 其下列举教义 缘起 何丹三项 以说明其福圣彼之所以然 然三药中 使以教义为唯一之主要 何以故 因教义书胜 而后缘起 何丹 乃成书胜故 然则教义 既书胜如此 其功德其 只如上所说之身福已在 并能灭先世重罪 得无上菩提 故父说此刻显知 二 约身福言者 上名所申之福 未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即是何丹 无上菩提 然而何丹菩提 由是造端 正的菩提 方位就尽 当之成就何丹功德 便能圣彼菩萨者 以其将由何丹 而正的故也 是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正以其能令性 解受持者 正的无上菩提 故也 且遇正的菩提 必先消其诉当 而是经教义 为罪能消除三丈者 所以能令正的 无上菩提者 在此 总之 消除三丈 福得方位圆满 正的菩提 福得方位 究竟 为此经有此功德 故须复说 此刻已显之 三 约公养 公兴言者 上来 约应详显 之莫云 随说是经之处 一切天人 阿修罗 皆应公养 戒 人也 并说在内 上科 但云 有经之处 一切天人 阿修罗 所应公养 虽亦忠设 有人在 而未明显 顾复说 此刻已返显之 知得为人 轻见 出于偶然 则之应当 恭敬 事逐常然矣 何以知 轻见 出于偶然矣 今曰 若为 若者 倘若也 或者有知之矣 非出于偶然乎 或问 既为人 轻见 天龙八部 必亦 轻见之以 答 此意 不然 当知 世人 能与此 经信心 不逆 依教 奉行 前云 如来 西之 西见 其蒙诸 佛 护念 可知 则 护法 知天龙八部 亦 必如常 拥护 世人 可知 经中 但 约为人 轻见 不及其他 其 只身 灾 为者 被也 轻者 不重之义 见者 不尊之义 不被人尊重 正是皆应恭敬反面 云和轻见 浅言之 如善棒屈辱等 广言之 凡欲困难服逆之日皆是 世人 世人 先是罪业 应堕 恶道 明其被人 轻见之 故也 先是 既造 重罪 之业 其 结怨 于人 可知 或 虽 为 与人 结怨 其为人 所不 此可知 如是 因 如是 果 此其 所以 被人 轻见 也 先是有两亿 亦指 前身 前身者 通指 今生 以前而言 非但为 前一身也 亦指 未迟说 此经 以前 三十年 为一世 厌亦云 前后行为 如同 格式 是也 下科 之今 是 亦然 亦即 今生 亦未 迟说 此经之后 恶道者 地狱 恶鬼 畜生 三恶道也 所作之 最硬堕 恶道 其众可知 爱之 忤逆 十恶 毁放 大臣等言 硬堕者 明其后 是必堕 盖罪报 已定 所谓 定业 是也 此要 亦有三 一 凡人造业 无论善恶 皆是 守者 先迁 为何 恶果先熟 即先被其牵引受报 故此科所说 前身造恶 今生未堕 呆诸后生者 因其前身造有善业 其果先熟 或多生善果之于 伏未尽 而恶果受报之时 有未到 所以今生上未堕落着 因此 然而 有因 必有果 若非别造 殊胜之因 肃正殊胜之果者 定业之报 其何能免 所谓善恶道 头中有报 指针来早 与来治事也 应堕恶道具 证明此意 古得云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此一万世皆空 唯有因果在 由事观之 人生在世 有何趣味 真如木偶人作戏 被业力在黑幕中牵引拨弄 若非摆脱羁绊 则上场下场 投出投眉 坐近悲欢离合 攻旁观者指点 自己曾无受用 曾无了其 不知所为何来也 又观本科所说 可知凡论因果 必通三世观之 乃不知悟 盖人之造业 纯善纯恶者少 大都善恶复杂 因继不依 果碎不能聚收 所以必应通关三世 方知其 有尽而 二 造业 业障也 多恶道 报障也 而是人先是 不知罪业之不可造 或障也 或 业 报 亦未知烦恼 业苦 明或无烦恼 或于我见 故恩烦恼 明报未苦者 曰凡夫说也 明凡夫之报 虽大富大贵 乃至升天 到头免不了一个苦字也 此或 业 苦 皆明为仗者 凡夫不知此三 皆是虚妄相想 自无始来至于今日 执迷不悟 遂被此三 仗其见道 仗其修道 仗正道 故未知障也 所以 学佛唯一宗旨 在于除障 所有小臣 大臣 最上臣 一切佛法 一言以弊之曰 除三障而已 此刻先明三障 以为下刻除障 章本 三 此刻是明业力 不可思议也 受持读诵词经 为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所应供养者 经以宿业故 反而被人倾鉴 业障之力大以灾 当之业起于心 心何以造业 或也 或也者 所谓无名也 无名者 无智慧也 一切小臣 大臣法 虽皆能除障 而为最上臣之金刚 班若波罗密经 尤为除障之宝剑 何以故 金刚者 能断之意 即未断祸 班若者 佛智之称 以佛智照无名 则无有不明 故欲金刚 波罗密者 到彼岸之位 盖起或为造业 招苦之根 或灭则业苦随之而灭 三丈既消 便三得远臣 三身远显 是之位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则达于彼岸已 故观此经经名 便可知其事断或除障 达于旧境之经 所以金功不可思议 下科证明此意 鬼 赐 明灭罪得福 以金事人亲见故 先是罪业则未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此刻证明金功不可思议也 以金事人亲见故 先是罪业则未消灭两句 其人有事未转动业令清授者 见规风转要及长水勘定计 此事不宜局看 若局看之 便与佛只多所抵触 何谓与佛说抵触也 事观上科 于为人亲见之下 即皆曰是人先是罪业 应多恶道 证明其被人亲见 是由素业所致 亦及应多恶道之见端也 其非别用意法 转而令之如是也 张张名胜 此中消灭之言 不可误会为善恶恶业两相抵消 佛经常说因果亦如之礼 所谓如是因 如是果 又曰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足见善恶恶业 各个并存 不能抵消以 即如本经 前云能信词经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中诸善根 若可抵消者 先是罪业早已抵消以 何至今是依然应多恶道 将前后经文何而观之 其为各有因果 各个并存 不能抵消 显然一名 而转利清授之言 含有抵消之意 故曰多所抵触 然则奈何 唯有极力消灭恶种之意法而 何谓抵消 譬如账目 已收付两数 相抵相消 只算于存之数 善恶因果不能如是抵消 只算于存之或善或恶以论报也 何以故 账目中虽各事淫钱 无所不有 然有公定之标准 可以依之将不依者折合为依 故可抵消 若善恶之业 轻重大小至不一律 既无标准 以为衡量折合之根据 从何抵消乎 故经百千节 其也不亡也 何谓消灭 譬如田中诉种 有道有败 经为培植道种 令得成谷 败自发芽 则连根拔去 是之谓消灭 仁亦如是 八十田中 无始来善恶种子皆有 唯当熏其善种 令成善果 则恶种子 无从发生 纵令素是恶种 已经发展 但能于恶果尚未成熟其间 勇猛精进 使善果先熟 则恶果便不能聚成 若久久增长善根 则之夜服输 使恶果久无成熟之机会 将滥坏而无存矣 此曰世间善行 及出世间法不了 一教而言 若依罪上成了一支教 修书圣因 克书圣果 便可将素世所有恶种 连根代业及相成为 臣之果 斩断铲除 其止善果先熟 不令恶果的臣已栽 此中所说消灭 正是此意 经文三句 一气衔接 辗转世成 不能将灭罪 当得 看作良事 则为之为 独自 则为消灭者 就此消灭之意 经义盖为世人 先是所作应 剁恶道之罪业 虽由未剁 然以行将果熟 故意有被人清剑之剑端 若非受持读诵词经 必堕无疑 唯乎待哉 信是人素有身后之般若种子 能依世经 修书圣因 离相见性 亦超直入 顾其殊胜之果 亦将成熟 则本应堕落者 但已经是被人清剑之故 先是罪业就此消灭 因其正念真如 有当的无上菩提之资格 动见罪性本空故也 可见经中当的剧 正是是成罪业消灭之所以然者 须知不灭罪业 故不能正果 然经中是说当的 不是献以正德 说当的者 明其应有决定正的无上菩提之可能 得虽慎重之罪业 以有应堕之见端者 便可就此消灭而 当得之当 当来之意 亦定当之意 献虽未得 当来定的 决定之此也 应堕亦当来定堕之味 然因是无上己果 故不待先熟 但有决定成熟之望 恶果便连根除却已 以其所修 是无我相无法相亦 无非法相功夫 能造之心空 所造之业自灭 所谓罪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空时罪亦亡事也 此证及写经公处 由于未能领会 得经止所在 遂至误会是以人 亲见之故 罪业被其消灭 故有转重业令 亲受之物解也 总之 以今事 重读 人亲见故 先事 重读 罪业则未 重读 消灭两句 世民后世绝不堕落之意 其中故自正是点醒此意者 其可误会成 若非受人亲见 罪业便不消灭耶 上科书为人经见 世民定业不能幸免 说罪业 说应堕 世民业报二账 而业报有货来 故说业报 即设有货账在内 此科所说 世民除三账 盖授持此经 能观三空之理 且有当的 己果之可能 是其观形甚深可知 则货账可从此而消 根本枯则之业便为 故虽不能幸免之定业 以有应堕之间端者 其业利益就此消灭 业账消则报账亦随之以消 应堕者遂不堕以 代至三账除尽 则三得原名 故曰当的菩提 皆所以显经功不可思议也 当的者 格若干事不定 全是其三得何时修缘 便何时得 然虽时不能定 以三账能除故 终有得知之时 必得无疑 是知未当得 此二字迹蒙是尊清许 即是受计 如后文曰 然登佛与我受计 如于来世 当的作佛 是也 彼曰作佛 此曰无上正等觉 名不同而亦同 无上正等觉 是曰果法言 佛者是曰果未言 正此果法而登果未 称之曰佛 如来者是曰果得言 正此果法而信得 元章 明曰如来也 可知曰佛 曰如来 便设有无上正等觉之意 而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即设有佛籍如来意 以非佛如来不能称无上正等觉 故 故三明皆是究竟觉果之称 但或以显究竟法 或以显究竟位 或以显究竟德 故立三明儿 是尊说法 善巧原妙 一语之中包罗万象 其出词图具 譬如风水相遭 毫不经意 而勾连应待 乃成极错宗极灿烂之妙闻焉 即如此刻 如但约受持读诵词经 先是罪业印度恶道者 则未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显经功 余意已足 改代初为人亲见 以今世人亲见故云云 其中所含之意 遂说之不尽 自在略举其无 一令之因果可谓 恶业之不可造 性账金刚般若之力 得免堕落 而由难全免也 二令闻上来恭敬之说者 不可这相 这相则欲不如意试 必至退心 三令欲服逆之事者 亦不应这相 应作灭罪官也 四一切众生素叶和限 令之虽极众素叶 果报将熟 以有剑端者 此今之力亦能消灭之也 五令之因果转变 及其繁复 应观其究竟 不可仅看目前 浅见怀疑也 上身符科中明示三要 以鼓励学人 死灭罪科中 一暗示三要 以告诫学人 一要者 今是受人轻见 是先是重罪所致 凡欲此事者 应身畏惧心 应身顺受心 二要者 受轻见者 若受持读诵词经 素叶可消 应于金刚般若生归命心 应对轻见我者 身善之事心 三要者 仍轻见及应堕之见端 一切学人 应身勤求忏悔之心 而云当的菩提 尤为得也 应身勇猛精进之心 五略三要 接此科要指 佛明经约 行善之者 处事坎坷 旷当滋乱世乎 以此要指使用提斯 数不致未尽远所扰而 请言请求忏悔 当之受持读诵词经 正是忏悔庙门 何以言之 法华云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时相 念即是观 重罪若双路 会日能消除 此经之体 即时相也 经云 信心清静 则生时相 心清静 即是离香离念 离香离念 正是观时相 亦正是除货 消业 转报之无上妙法 此即颤夷中之离颤门也 经中又令行离香之不失六度 以利益众生 行愿品云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于众生尊重臣事 则为尊重臣事如来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故行六度 即颤夷中之事颤门 盖古德之造颤夷 于礼颤外 父令供养礼 禁别修士颤者 正为熏起广行六度之心 起地扣几个头 便算了是灾 观本科所说 应受持词经 而得消灭素也 其为忏悔庙门也名胜 盖受持者 解行并尽之畏 解即是观 即设理颤 行即设事颤也 且由此可知受持 亦即观行之别名 寻常是受持为读诵 大悟 果而既约受持 何又约读诵乎 当知读诵员为 勋起受持 若但读诵 而不受持 只能重远因 不能收大笑 只能增福 不能开会 只能消清液 不能灭重罪 更不能地无上菩提 以 当如是之 总而言之 世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说至此刻 方位显境 而信心不逆 其福 圣彼之所以然 亦至此刻 方位说扯 本科标明 不约灭罪受计 而约灭罪得福者 正未点名 圣彼之福 至此方得之意也 此即显境功大科 千万语 其唯一宗旨 可以言统 或而顺名之曰 觉佛者若不从此经入 纵令苦行无数节 只能成菩萨 不能成佛 是也 此证发挥 前身性科中 结语所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之意去 以劝一切众生 身性焉耳 由此可见 本经章句及其严整 意理及其容冠 潜于说 身性科时 曾云 身性一科 已将全经义去扩进 向后不过将身性中所说道理 逐层逐层 加以广大之推产 深密之发挥而 关于此一大科所明之意 当可了然 人 三 约共佛显 分二 鬼 出 明共佛 四 显持经 鬼 出 明共佛 须佛 须佛 我念过去无量阿森止节 于然登佛前 的值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诸佛 西街 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阿森止 此云无央数 即无数之意 节字 已是指极长之时间而言 经约阿森止节 则是经过无数的极长之时也 不但此也 又约无量 无量者 华颜云 阿森止 阿森止 为意阿森止转 阿森止转 阿森止转 为意无量 是将森止之术 积至森止辈 名为森止转 又将此森止转之术 积至森止转辈 始为无量 复以无量之术 计算阿森止节 简言之 可云无量之无数的长节 所谓为成点节是也 言其所经节数之多 如点点为成 非算术所能记 非辟欲所能言 为佛能之而 此等节数据在 然登佛前也 准之教义常谈 由信未修至初注 须今一万节 或未须今三阿森止节 而由初注修至佛位 亦须三阿森止节 又有一说 由信未修至佛位 统为三阿森止节者 其说种种不一 经以此刻所说结束 参户考之 我是尊是在第二森止节之末 欲然登佛 正无身忍 遂由七的而登八的 即入第三森止节 据此 则于欲然登佛时 逆推至初注时 按之教义 只有一个第一阿森止节也 即连第二森止并记 欲然证实是在第二森止之末 故可并记 亦止两个森止节 于无量森止中 除去两个森止 其所欲者 仍无量也 然则由信未修至初注 乃是无量阿森止节 其止三阿森止节 更其止一万节哉 若依由信未知 佛未统为三阿森止节之说 记之 则于此经所说结束 不服有甚 每见有人 因之发生无数疑问 经故不得不隐而说 其不同之理 当之经中有如是种种 不同之说者 时有深意 其意云合 所谓对积方便 如法华云 我说然登佛 皆以方便云云是也 世俗美将方便二字 看成是随便 如言论 行为 不合于定轨者 则曰方便 此非佛经所说方便亦也 佛经中凡事与理无碍 于是恰合 本来不可拘之者 则用方便二字表示之 故凡方便之言 方便之事 皆是北极而然 结束多少 不依其说 亦是此意 盖由性畏而出注 而成佛 经历时间 或言或促 全是其人根器之利盾 功行之情堕 而至不同 其可居直 因是之故 遂有种种不同之说也 若名此理 则凡佛经中类此之言 皆可以此理通知 不可逆 不必已也 然登一名定光 过去古佛也 知者欲也 那由他 此云一万万 将一万万 加八百四千万亿倍 亦是即言其所欲之佛 非算术所能计 非辟欲所能言 为佛能之而 结束既有如笔之常 当然欲佛有如是之多 供养者 简言之 即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四是供养 广言之 如华言所说之 是供养 法供养 是供养 就上言之四事 更加推广 法供养 为依法修行 成事者 左右侍奉 西街正指 无空过言 无空过者 为无有一佛 不如是供养成事也 以上被言历时之久 供佛之情者 为显不及受持此经之章本也 贵 四 显持经 若富有人 于后末世 能受持读诵词词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一分 乃至算术辟喻所不能及 后者 后五百岁 正当末法 又通知后五百岁之后 以及其末而言 故约后末世 于我之余 比较之义 未比之持经功德 比我供佛功德 我则不堪与之相比 盖供佛功德 百分不及比之一分 千分 万分 一分 乃至算术不能算之分 辟喻不能辟之分 皆不及其一分也 言百分 又利言千万一分 算术辟喻育分者 以持经者根器之利盾 功行之深浅 有种种不同 故比较不及之程度 虽有如是之高下不同也 此第五次教显经功 是说在罪业消灭 当的菩提之后 亦若曰 受持读诵词经 便得除障 便得受祭 其我昔日未受祭前经历无数之劫 执欲无数之佛 但知供养成事之所能及栽 盖供养成事 只是供敬福牢 而何丹如来 则为少龙佛种 悲至行愿之大小 相差悬远 故曰乃至算术辟 所不能及也 此中说比较处 不能以历时短 受祭持素 未言 应持经者 已于无量千万佛 所种诸善根 其历时之长 欲佛之多 正负相似也 亦不能犯以文法未言 以彼此执欲多佛 成事供养 种诸善根 岂有不闻法之理 不供养成事 所以不及者的 只受持此经 以经中一去 是开佛之见 是佛之见 果能受持 便是悟佛之见 入佛之见 所以无数七宝师 生命师 多结共佛 不能及者 理在于此 何以故 一切诸佛 及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故 故供养二字 应兼以法供养未事 方显此经 一切法所不能比 不能专以四事供养说之 以自身之事教显 并点明然 登佛前者 证明此 为佛佛 相受之传心法药 而为自身多结 请苦修正所得 与语皆清 肝苦之言 以劝大众 信入此门 痛得受祭 共振菩提尔 前四次皆言 其福圣彼 是以列显胜 故言福德 不言功德 以显胜者 即聚斑若正志 则所修福德 皆成无边功德 所以胜比 此次言共佛功德 不及持经 是以胜名列 故言功德 不言福德 以名列者 应缺斑若正志 虽不无功德 亦只成有陋福德 所以不及 经中虽但说 受持独诵 该有广为人说在 读以后末世 未言者 其意有四 以后末世众生 斗争兼顾 业众福清 仗生会浅 然而尚有受持独诵之者 则非后末世时 大有其人可知 故说以后末世 便设境于时 此说法之善巧也 二 以如是之时 而有如是之人 故特举后末世言之 以事不可轻视众生 此设受之平等也 三 此经最能消除业障 故读言后末世 以此时众生 可不奉持此经 此就度之慈悲也 四 此经为三宝命脉所观 故举后末世 是为也者 为劝献浅当来一切众生 应立为红传 敬畏来际 不令断绝 此父主之身长也 人 四 结成精工 分而 鬼 出 名难据说 四 名不思矣 鬼 出 名难据说 虚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末世 有受持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或有人闻 心则狂乱 胡疑不幸 此结成精工一科 为前半部之总结 不但总结开解一科以也 且不但结成前半部 并已生其后半部 其中出难据说 一小科 是结成前五次教显功德 四不思矣 一小科 是结成前半部之真实意趣 即已生其后半部 两小科中 皆含有垂戒学人 显示精致 两种生意 张巨及诊言 地理及元族 自主曾说之 何以知其为垂戒学人也 是观上云 是人成就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乃至身符 灭罪 何单如来 当的菩提 是德功德 何故此中乃言为据说乎 又上来言 是经有不可思议等功德 又是人之成就何单如来 当的菩提 即是果报不可思议也 是两种不可思议 早已明说令众之之以 何故此中赋云之 其意不同前可知 盖此结成经功之文 并非说以劝信 乃是垂戒之意 狂乱 狐疑 当之 皆垂戒学人语也 何谓狂乱 狂者 狂妄 指望谈班弱者言也 谈何故妄 未解真实义耳 真义不明 自闭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或乱众心 不但自心或乱已也 故曰心则狂乱 何谓狐疑 将信将不信之义也 此只怕谈班弱者言 以由未解真实义 以至今不一味 不能生起决定信心 故曰狐疑不信 世尊玄见后 莫是众生有此二病 故下科丁宁告戒之曰 当之云云也 我若据说者 亦未难以据说 此含两意 一 是说明分五次孝显 而不依次据说之故 亦为我若不由浅而生 分次显之 而亦以次据说经功者 既不亦说明 必至闻者或狂或疑 反增过久 因力跟人往往见世太义 闻据说之功德 便狂妄自负 为正为正 为得为的 祸乱众心 其顿跟者 又往往者相为难 既闻一切无助 又闻据说功德 不敢以为是 又不敢以为非 狐疑莫绝 不深信心 世尊之谓此言 世界闻显经功者 应于有浅而生之 所以然处彻底领会 则不至满憨真 如而心生狂妄 亦不至莫名精止 而兴起狐疑 二 是说明即以五次说明 更不惧说之故 亦为我前来广说 受持词经者 所得功德 亦在是劝而已 以后不再多说 恐闻者不明其意 或者这相而求 是狂乱其心也 或者求不惧的 反乎一不幸也 世尊之谓此言 世界行人当之 此事本非说所及 为正方之 必须一切不着 真修实行 久久方能相应 不可广也 公道便能自知 不必已也 以事之故 后半部教显经功 只略略表意 不似前之注重矣 因前半部阵令 身性开解 若不极力显知 云何能性 云何能解 后半部阵令 向黎明觉相上修正 即菩提心 菩提法 菩提果 尚不应者 何况功德 若再广说 便与修正有爱 然意不绝对 不说者 又以事但不应者 而 并非断灭也 或有者 声望其不多有也 鬼 赐 名不思议 虚菩提 当之是精益 不可思议 果报 亦不可思议 当之两句 正是归界狂疑者 知此也 何故狂 何故疑 由其不知是精益去 即持说 此经所得之果报 皆不可思议 故耳 故界之曰当之 果报 即暗指所得功德 所得功德非他 即上文所谓 何单如来 即当的菩提事也 何谓精益不可思议 当之是精益去 安明离一切诸相 离相方能正性 所谓离明绝相 为正方之 故曰精益不可思议 何谓果报 不可思议 当之受持此经 原为正性 欲正无相 无不相相 不相聚无之性 必须离一切诸相 分分离 便分分正 果报 非他 即是自证究竟 信得元章 故曰果报 不可思议 综以明经义果报 皆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拟意 皆应离明子 言说 心原诸相 为密契入 若能知此 则望职位浅 何可贡高 狂乱之心可歇矣 虚相浅 浅 浅得自显 狐疑之心 可适宜 潜于灭罪科中 曾云 即显经功 正式发挥 前身信科中 所说 一切诸佛 以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之意去 以劝信 此结成科 为即显经功之总结者 又正式发挥 皆从此经出之下文 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之意去 以开解也 世尊之意若曰 前所谓法 即非法者 何耶 当之世经 亦不可思议故也 前所谓佛 即非佛者 何耶 当之果报 亦不可思议故也 盖即非者 简言之 即离向之谓 详言之 性体空济 亦思亦呼之相 不能者 这则即非空济 之性体 故曰即非也 我前来分五次 以显经功 不欲据说者 为令闻者身心领解 功德以离向之浅身而已 不智口谈空 心者有而狂妄自乱 亦不智亦闻离香 便怕偏空 而胡一不幸 总之 是经易去 是专潜情直 以正空济之性 所谓果报 即是正的不可怨念之性 直虚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方许少分相应 心形触灭 不可思也 言语道断 不可以也 此之谓是经易 不可思易 果报易 不可思易 此之谓佛法 即非佛法 若不知相这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不可思易 中观照弃入 便与经易乖为 那的果报可证 有狂语仪而已 受持读诵 用此经者当如是知也 知即是解 以此为开解一大科之总结术 正式显示所谓开解者 当如是深解也 亦正式显示此开解一大科中一去 皆是逐渐起导学人 令得如是深解者 真话龙点睛与也 宗以明修行以开解为本 一解其行 乃克圣果 不然 非狂则疑 其开示也切矣 其垂戒也生矣 而末世众生读诵此经 犯此二病者 正负不少 由其于五次教 显经功之所然 多忽略是知 故病此结成科中所说之道理 亦未能生切明了耳 漫憨弄动 其不身负佛恩也呼 即显经功一科 既是发挥一切诸佛 乃至极非佛法云云之一去 则此处结成一科 不但将开解科中一去结足 并将生性科中一去 亦一定结足以 盖非如此以后 亦显前亦 前半部亦去 不能发挥透彻 一切诸佛云云 是身性一大科之总结 即显经功一科 是开解一大科之总结 经以后之总结 显前之总结 则前半部之亦去 被加彰显 而刚领在卧乙 亦无以身其后半部来 后半之文 正是专明言语断 心形灭 不可思议之修正功夫者也 故前后经文 得此当之两句 为之勾索 张法 义礼 便连成一贯 其可局为前前后生 此两句是统治全经而言 且与后半仅相衔接 其可局盼前后为两周说 若各不相设者也 至是后半所说于多重负 则于经只泰无领会 不足论以 不可思议一语 具有三语 一 即上来所云言语断 心形灭 经义所名者 名词 果报所得者 得词 此本意也 二 回应是经有不可思议等功德具 并加是名 借义收数 即显经功义科也 前但云经有如是功德 经名之曰 言经有者 应其教义如是也 前叛位教义圣者 根据此处之言也 何以之教义有如是功德 以依教奉行者 能得如是果报故也 不可思议 是法身 是体 见前世 得体乃能启用 正得法身 报化自显 故但言不可思议以足 不必说不可称量云云以 旷间以明言语断 心形灭之本意 更不能杂以他语 三 以显示经功德 及持经者功德 无上无等 非凡情所能亏 非言语所能道也 故虽但说不可思议 便按设有不可称量 无边之意在内 善巧即矣 详谈本分两总科 出约静明无助 以张般若正志 即上来以讲之前半步经 四约心明无助 以显般若理体 即向下将之后半步经也 后半与前半步同处 资于未讲经文时 先当说明其所以然 入文方译领会 且从多方面说明之 以其彻底了然 以前世卫将发大心修行者说 教义如何发心 如何度重 如何扶获 如何断获 后世卫已发大心修行者说 盖发心而曰我能发 能度 能扶获 断获 即此人事分别 人为这我 人须遣除 后半专明此意 须知有所取者 便被其居系 不得解脱 凡夫应有人我 即直色身为我 知直故为生死所系 不得出离轮回 二圣应有法我 虽不只有色身 而只有无运法 仍是我见未望 故明法我 知直 遂为涅槃所居 以至审空至计 菩萨大悲大志 不为一切居系 故无挂无碍 而得自在 此之为不住道 所以少有执情 便应洗涤静静 而亦无所住也 二 仍我执 法我执 简言之 则曰我执法执 寻常说 本经前破我执 后破法执 未免殊掠 前半起口便云 菩萨与法应我所住 以及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等等 说之在在 何得云淡 莫人我直呼 当之我 法二直 皆有粗有细 粗者明曰分别 我法二直 盖对境欲缘 因分别而起者也 细者明曰 俱生我法二直 此则不带分别 其念即有 与念俱生者也 此经前半事 浅粗直 如曰 不应注六成不失 不应注六成生心 应无助心 应生无助心 应离一切相云云 皆是浅其余境缘上 身分别心 遂至住者之病 所谓我法二直 之由分别而起者 是也 故粗也 云和浅 也 离向事 以 后半事浅细直 即是于其心动念 时便不应注者 若存有所念 便是我执法 执之情 享味化 便未取相 者 敬之病根 是未浅其我法 二直之与心念 同时聚生者 不细也 云和浅 也 离念是已 三 前令离乡 是浅其所知也 后令离念 是浅其能之也 前不云呼 所执之幻香 岂于能执之望见 故诈观之 本经亦去 浅浅后生 然而不能如是局势者 因浅所执时 暗中亦以兼浅能之矣 何以故 若不离念 无从离相顾 故前半虽未显言离念 时已点醒不少 如能做事念否 我不做事念 应身清静心 应身无助心 若心有助 则未非助 皆令离念也 即如应离一切相发菩提心之言 立根人便可领会的 所发之心 亦不应助 何以故 明言有助 则非故 前云信心不逆者 何单如来 当的菩提 至人必已领会的一念 不然 未足云和担当的也 所以 席人有盼后半世 未顿根人说者 亦在于此 未立根人 即无须忽众说 应是兼立根人少 故不得不说后半部 令顿根者得以深入 此席人之意也 不可因此言 误会被后浅于前 虽然 离念功夫 甚深甚细 若不层层透露 但亦安人未亦进步 吉利根已知离念者 若不细细搓磨 功行何能彻底 如包交染 非而又包 能动 本空 归无所得乎 当之后半部自明五言以后 越说越细 至于正分 正是另于一毫端上 契入之最直结了当功夫 所谓直指向上者 不明乎辞 原则原以 顿由未也 若局未后半专未 顿根人说 于今旨意未尽何也 此理不可不知 四 前半说 离一切相 方位发菩提心 方位立意一切众生之菩萨 是空其住者我法之病 后则云 无有法发菩提 无有法明菩萨 以及一切法皆是佛法等于 是空其住者我法 二空之病也 故前是二边不着 后是二边不着 亦不着 前是发心应离相 后则并发心之相亦离 当之但始存有能力之念 人是我法婉然 便以分别取向 故又云非不以具足相的菩提 我见即非我见 法相即非法相 皆所已浅荡为细执情 简之又浅 至于能所接离 并离一离 方正本来 所谓正者 非他 但净凡情 本体自现 非别有能正所正也 岂但凡情不可有 即圣解亦应无 存意能修所修 能正所正 便是圣解 即使所知障 正障绝体 故弥勒菩萨金刚经诵曰 于内心悠行 存我为菩萨 此则仗于心 唯于不住道也 圆绝经云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应当远离一切 文化虚妄境界 本经前半不外此意 圆绝经又云 由坚持持远离心 故心如患者 亦附远离 远未患 亦附远离 离远离患 亦附远离 得摩索离 即除诸患 本经后半不 不外此意 五 前半不世明 一切皆非 如曰 非法 非非法 有助则未非助 以显般若政治之独争 盖此至本意成不染 而一切相莫非虚幻 故应一切不住 而后政治远章也 后半不世明一切皆是 如曰诸法如意 一切法皆是佛法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以明般若理体之以如 盖此体为万法之宗 故一切法莫非实相 故应菩提意不住 而后理体远荣也 由事观之 以不经刚经所权者 真如二字而已 最后节之曰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全经亦去 尽在理许已 又赴前明一切非 令官不变之体也 所谓正智者 乃如如之智 集体之智也 后明一切皆是 令官随缘之用也 所谓理体者 理者调理 属性用言 用不理体 故曰理体 此与宋人之言理气 截然不同 必亦浑然亦本者为理 以流行万输者为气 后如遍其眼里 知非是者 详以 又赴前济一切皆非 故虽则非与世明并举 而易住则非 所谓虽随缘而不便也 后济一切皆是 故虽系浅法直 而曰于法不说断灭相 所谓虽不便而随缘也 宗上无说 以观全经 全经只去 寥寥于心目中以 不止入文时 亦于领会也 即 次 曰心明无助 以显般若理体 分而 根 初 升官无助 以进修 次 纠集无助 以成正 根 初 又三 心 初 发心无法 四 举果明音 三 显圣结劝 心 初 又四 人 初 重请 四 世交 三 真事 四 结成 人 初 重请 二十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茂三菩提心 云和映柱 云和降伏其 心 此刻看似另起 实则 谨涅前吻而来 而时 正 指佛说 经义果报 皆不可思议 附近之时也 长老 亦未 既应 黎明 绝相 而善男子 善女人 明明各有 发心之相 且明明有 阿诺多罗三 秒三 菩提 之名 盖各 各自知 我应 发心 各各自知 阿诺菩提 是无上法 岂非我法之名 相晚在乎 前云 应离一切 相发菩提心 经思 发心 时便 助相了 云和此心 独应助 若不应 若不应 助而应 降伏 者 岂非 不发心 乎 然 则 云 何 降伏 其心 亦 此意 是说 我法 二指 已 与发 菩提 心 时 同时 与生 以 将 则 非 发心 助 则 指 我 法 此 正向一毫端上 追杂入去 指示行人 应向其心 动念 时用功 长老大词 故带一切众生 众请开示 根本方便而 前约 应云 何 助 试问菩提 心云 何 安 助 彼无 慈散 今约 云 何 应助 试问 菩提 心云 何 独应 助 者 盖若不助于此法 何 未 发此心 助 既 不可 将又 不得 将 乃之 何 此 英文 说 与法 应 我 所 助 乃至 有助 则非 因斯 菩提 异法 也 云 何 应助 耶 且 前 云 印 离 一切 相 发 菩提 心 一切 相 该 设 圣 广 发 菩提 心 之 相 当 意 美 何 寄 云 印 离 一切 相 又 云 发 菩提 心 耶 若 亦 印 离 者 又 何 以 未知 发 菩提 心 耶 顿根 人 文法 往往 执着 名言 年智 不化 长老 词问 又是 趋位 现前 当来 一切 年智 不化 者 请求 开 世 而 人 四 世 教 佛 告 须 菩提 善男子 善女 人 发 阿诺 多 罗 三 秒 三 菩提 者 当 身 如 是 心 我 应 灭度 一切 众 生 灭度 一切 众 生 以 而 无 一众 生 实 灭度 者 此 正 开 世 教导 其心 动念 时 离 向 之 方 便 也 观 上 科 问 词 若无 办法 观 此 科 达 语 及其 轻松 圆妙 菩提 下 唐人 写 经 无 心 字 应 从 之 世 思 开口 说 一句 发 阿诺 多 罗 三 秒 三 菩提 者 即 皆 云 当 生 如 是心 正是扫除此事发菩提心之相 故原本不用心字 以是敏相之意 即以文字论 不要心字 亦说得通 盖发阿诺多罗三 秒三菩提 即是发无上正等觉 不罪心字 有何不可 如是二字 指下三句 我应应字 正与生字相呼应 盖 现其本有约生 显其本无约发 一切众生 本来同体 灭度一切众生 不过完其信分之所固有 乃应尽知天直 有何其特 若以为我当发此心 便有经章之意 便者相以 故不约当发 而约当生者 以此 盖说一因字 是浅其者于菩提 破法之也 说一当生 是浅其者于发心 破我之也 应字统观下三句 三句之意 四地生静 初句言度身本应静之则 言下含有何可自经此事菩提耶 四句言应度众身至于庆静 以者 弃静之意 言下含有众身无静 此则又何尝能静 则何可自为我能度耶 三句更静一步 未应之虽度的庆静 而并无 无自略断 时有一众身灭度者 何以故 众身之性 本即灭盘故 且虽灭盘而亦不住故 彼若有住 便非灭度故 然则其有一众身时灭度者 则又何可自为有所度耶 八无上正等觉者 须先觉了度众身是应静之则 且此则中未能静 即静 亦等于未静 当身如是之心 无能度 磨所度 无分别 无所谓菩提 无所谓度 并无所谓发心 术语清静觉心相应而 浅达约时无众身的灭度者 重在一的字 未虽得灭度 而时无所得也 此中重在灭度字 尚无所谓灭度 那有的不得知可说 其意更深于浅可知 又浅达虽意是能度 所度并浅 其浅能度 所度 虽意是浅其者于菩提心 但语气浑寒 今则深切者明而说曰 当身如是如是心 则此是菩提 此是发菩提心 此是众身灭度的影子 也不许一丝存在 故与虽与前达相仿 亦则如万丈深谈 亦清到底 更有当知者 闻得此中所说 便应依此起修 前云 深信一科 已将全经指去设境 向后世家以广大之产名 深密之发挥 无被学人 应从深密处着手 方能达于究竟 所以闻前半步经者 更不可不闻后半步经也 本经天然分为信解修正四部分者 非为信解中无修功 乃只是前来所有修功 皆应依此中所说者而修之而 此我前于说信心清静时 所以极力发挥 信解形正 虽有次第 而不可举其次第 虽分四项 而不可举为四也 诸善之事 应体会此意也 人 三 真是 何以故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 相受者相 则非菩萨 何以故下 流通本有须菩提三字 古本无知 可审也 何以故 是自登问何故当身如是心 其下云云 是反言以是其意 亦为若不身如是心者 便有对待分别 既为托我人等分别执着之相 依然凡夫 岂是菩萨 下文所以者何 又反是得非菩萨之所以然 前云若取法相 即者我人众生受者 若自以为发菩提心 便取这菩提法 则四相宛然以 故曰则非菩萨 故当身如是心也 我人众受四相 虽同于钱 而亦甚系 盖以一切不着 但这于上求下化 即为系的分别而 不可烂同普通一般之四相 世尊言此 至开示行人若为系分别未尽 我相并跟人在 虽曰菩萨 明不复时已 警侧之意身在 人 四 结成 所以者何 须菩提 十五有法 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古本菩提下一无心字 此具阵引起下文 无法得菩提 心自由不应有 所以者何 乘上下 结乘上两颗意 十五有法 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者 有两意 可做两种 一 法字断句 意味法正觉者 十五有法 盖无上正等觉 即是究竟清静意 清静觉中 不染亦成 若存毫莫许 此是菩提 便是法成 便非静觉 则所发者名为菩提 实则分别心儿 顾必十五有法 乃名法无上正等觉者 二 无字断句 义味 有法发无上正等觉 实无如此事理 盖众生已无始不觉 故 因爱申取 遂至流转 故无论何法皆不应取 取之便是不觉 何名法觉乎 故实无可以有法 为发无上正等觉者 两意即明 则上文当身 如是心 即若有四相 则非菩萨之所以然 可以了然已 上来所明 不外发菩提者 当发而不自以为发 如是无发而发 乃未真发 而助将在其中已 盖云和助将 全观发心如何 不必他求 故不别达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助而助之意 应灭度一切众生三聚 是降伏其心之意也 初问只答降注 众问只答发心 故已是浅身次第 若不发心何必问降注 故发心是本 降注未莫 故曰浅身次第 然而前答降注 而发心设在其中 经答发心 而降注设在其中 且知的云和将 便知的云和助 又已是三是指一是 而前从降伏上说 原为不降之降 经就发心上说 又是无发而发 此皆破我潜直之为妙方法 应于此等处悉心领会 方位善用功者 心 四 举果明音 分二 人 初 降明 四 结事 人 初 又二 鬼 初 明果 四 明音 鬼 初 又二 子 初 明无得而得 四 明法法皆如 四 初 又三 丑 初 举问 四 答事 三 应成 丑 出 举问 虚菩提 于亦云和 如来于然登佛所 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部 四应往事未正也 其实正无身法忍 未登八地 世纪因缘 前已详说之以 上望极果 八得人为因人 而下望发心者 则为果位 此事介乎因果之间 因因果果亦如之礼 亦于名了 故举已为正 世尊房闻上说者 一味发心若无法 云和的果 故举果已正名之 若知的果者乃是无德而得 则发心者必应无法而发也 明以 标科曰举果明因 含有因果两种 盖举佛的知果法 明巴的知因心 及及巴的果仁之心 明发觉初心者之行也 此事前后两影之 而命意不同 不同之意有三 以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达约于法时无所得 其意重在得字 明其虽得而不住的相 与上闻似果的无的相之意一贯 以引其下闻 发心者应生清静心 不应注色身六成等相来也 此中则重在法字 盖以无法得菩提 证明上闻无法发菩提之意也 二 前问中法字 是指无身法人 此中法字 即指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十方登巴的 未得究竟果法 当之无身法人 名为菩提分法 所谓分正菩提 非究竟正的无上正等 感觉也 故此处问意 时屈重在下闻之反正是成 一名彼时因正无身法人 亦法不深 故蒙受计 此彼时心不住法可知 因彼时心不住法 故今日圆满正的究竟果法而成如来 使人了然于如是因 如是果 丝毫不爽 则发心不应住菩提法 毫无疑运意 若误会此句之意 未彼时已得无上正等觉 而不住法相 则差之远意 观下闻云若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足正此句的字非指彼时 彼时未成如来故 总而言之 得者 当得也 非以得也 三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亦是举果明因 然法自济止无身法 故笔中只有举八的果明发心因一意 此中之法 是指无上菩提 故应以两种因果是之 于一方圆 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否 作一句读 有法者 心有其法也 即住法之意 问义若曰 如来习于然登佛处 心中存有无上正等觉 果法 以求正得之否 由言心中存有当得无上菩提之念否也 经中不如是说之 而曰有法的云云者 与上闻有法之与相配 比浅维系法之之意 一目了然而 说亦如来 即含有不应住法亦在意 如来是信德之称 觉性原名 岂有法成 作佛时如此 则悉在八地时 既蒙作佛之授记 其心无法成也可知 正的菩提分法时如此 则出发菩提者便应如是而学 亦由此而可知 因因果果 先后亦如 故曰此处之举果明 因含义两重 丑 四 达士 不也 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义 佛于然登佛所 无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也 不也 活距 未非无法 非有法也 彼时 正蒙受记 当来作佛 作佛云者 许其将来的 正果法之称也 故非无法 然 彼时时 以正无身人 义法不身 而蒙受记 故非有法也 解所说义 正指上文 所说无法 发菩提之义 未有无法 发菩提之义 领会之 知必无法 乃的菩提 何以故 因果亦如故 长老继位作佛 亦非八的菩萨 云合知其境界 但于佛所说义中 领会得知 此正指示 解会之要也 不约如来 而约佛者 有身一焉 盖上约解义 是已出发 心修因时之义 解得正八的 果者之心 经举佛言 则是由今日 以得作佛之果 证明习时当的 作佛之因 何以故 佛者正的果法 成就尽觉之称也 举一佛字 明其约正果言 非必尽无法也 然有所解无法乃得之意 推之 则以今日之果 望昔日之因 其余燃登佛时 必无丝毫有法的阿诺 菩提之心念可之以 无字略断 有法的阿诺 多罗三秒三菩提 原是问词 经家亦无字 明其约修因言 非必尽有法也 总义谢明星 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若助法求得 便不能得 则不应助法八心 其亦昭然 丑 三 应成 分二 迎 出 如来应许 四 反正是成 迎 出 如来应许 佛言 如是 如是 须菩提 十五有法如来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两言如是者 许其非无法 非有法之说 不谬也 十五略断 有法的阿诺菩提 连读之 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原是问词 经于其中加如来二字者 如来是信德之称 决信原名 名为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有法称 便非原名 和名的无上菩提 顾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有言的诚如来 有法如来的云云 有言有法的诚如来 十五者 未必实在然登佛所 十五丝毫有法的诚如来之心也 经文不约的诚如来 而必约如来的阿诺菩提者 因正代破法之 顾代无上菩提法未言 以名时因心中无此果法 而后的诚如来而 此正应定长老所解不谬 长老以果名因 故举佛言 世尊则 世尊则约信德以明决信原名 那荣有法 顾举如来未言 亦在史之虽得而时无所得 方位信德原章之如来 以为下文说如来者 诸法如意 作前提也 因此反正是成 分而 卯出反是 此正是 卯出反是 虚菩提 若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登佛则不与我受祭 如于来是 当的作佛 好是加慕尼 此反正是 成中两科 正举问时目光所住之处也 上来皆是 旧今日佛的之果位 明习十八的之音心 此中则旧习的受祭之果形 明经初发觉之音心也 故上来所说 皆是为此处尊暗者 盖以臣佛臣如来 由于昔日之受祭 而昔日受祭 时由于正法无身 一切发觉初心之菩萨 若知的有法则不受祭 无法乃于受祭 则受持读诵词经 必应如交 于一切法无助而助 方为信心不逆 何丹如来 方能身负灭罪 当得菩提 其意起不招然若皆哉 三菩提 下 古本无者字 官不与受祭之说 可知此若有法如来的云云 是指尚未受祭之时而言 亦未彼时未蒙受祭之先 若心注于无上菩提 之法 希望成如来 得无上菩提 便不能正无身法忍 则并受祭亦不可得已 岂能成如来 如于来 是三句 是然登佛受祭之言 惊恐不明何谓受祭 故隐已明知 而不用做事言句 显其非然登佛如是云云也 卯 四 正是 以十五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故然登佛与我受祭 做事言 如于来是当的做佛 好是加慕尼 以时无断句 为以其时无助者菩提法 以求得知知心也 是故者 明其正因心无有法 乃正无身 以是之故 得蒙受祭儿 做事言句 显此中如于来是三句 乃是然登佛经口清宣 与上科之隐 以是受祭之意者不同也 或以世家 信 慕尼 明 知意 为能人寂寞 应曰 能人则不住涅槃 寂寞则不住生死 应其余法不住 故以此名号受祭之 此事未尝不可 但不居 应受祭中在应许当来做佛儿 无关明号 且佛佛接不住法 接蒙先佛受祭 皆有明号 而明号未必皆取不住之意 何可居居以明号是之 以下明法法皆如一表止 尚无得而得一科 是举正果之事 以明不应住菩提 此法法皆如一科 是说果正之理 以明无菩提可住 正是说明不应住之所以然者 乃离相之极致也 义法性之本然也 盖以果正者 相与不相之其敏 令之应行时 应相与不相以聚离而 法法皆如意运经为 经先将其要指穷元经为 四地说明 然后于分科中所明之指去 竖姬的有头绪 叫意名了 当之世尊说此法 法皆如之意 亦在令文法者于 就近了亦彻底了解而 盖必解身而后性身 解缘而后修缘 其余正入也不难以 何已故 解渐渐开 直请我渐便渐渐消故 所以学佛仲在解惠者因此 解惠者 所谓观惠也 此所以文思修三 不离乎一惠也 然则此法法皆如之要指 乌得不明便知乎 所谓无上正等觉者非他 即是真如本性 亦明自信清静心事也 因其为万法之宗 故称无上 因其为一切众生所同聚 故明正等 但众生未分别执着等妄念所障 不自觉知其信为无上正等而 若知之而能潜望除障 则明正觉 初能觉时 明曰发觉初心 觉知究竟 而令无上正等之信得全章 无以明知 明知曰得无上正等觉而 实则信是本具 安有所谓的耶 所以虽得而必归无所得者 此也 而得无上正等觉者 以众生同体固 慈悲本愿固 将清正之理体 用种种言词 以种种方便 巧辟区域 谱令一切众生皆的觉词 物词 修词 正词 无以明知 明知曰无上正等觉之法而 实则为众生本具之信 安有所谓法耶 明得此理 便知不应存有法相 存有的相意 自信 即明清静 可知其本来 虔诚不染 譬如果日晴空 有一点云 便遮障无光矣 故欲信光源照 虚令尽无点尘也 一切众生本不知自信 是如此清静的 佛际清正 教令应如是返照 应如是自觉 若不一一一教奉行 何明发觉乎 何以故 有意法在 有意的在 依然是分别着的老习惯 则其本性依然在仗故 故不但一切法不应注 即菩提法意不应注者 以此 众生何故有分别执着之并耶 无他 尤其不达一真法界 只认识一切法之相故而 既然是相 则相相不依 以迷于相故 遂不知不觉 随而分别 随而执着而 殊不知即明曰相 便是时时起变化的 故曰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虚妄者 言其是假非真 非为绝对没有也 而众生不知是假 念念在虚妄之相上 分别执着 故明曰妄念 言其逐于妄相而其念也 或虽之是假 人父念念不停 使虚妄相 于心纷扰 故明曰妄念 言其虚妄之相随念而其也 故妄念一名 含此二义 对质方便 亦有二种 一 离香 如本经前半所言是也 必须彻底觉悟 根深器界一切尽香 皆是空花水月 迷着计较 徒增烦恼 并需持戒 修福 断其染源 除其贪甜 如是观行久久 情直渐薄 妄想亦随而渐少 何以故 所谓妄想者 莫非情直使然而 是以离香味 离念之方便也 此依法也 二 离念 如本经后半所言是也 盖以无始来习气之身 虽之相皆虚妄 而攀缘不息 必须于动念处着力 向心缘上反观 所有持戒修福六度万行 迷腹精进 以力士而练心 若打的念头死 则一切分别执着自无 而向之有无 更无关系 何以故 能不起念 一切相不离自离故 是以离念为离相之究竟也 此又亦法也 此两种法 可并行而不悖 离相即是离念 离念方能离相 故曰不悖 然离相但离前依众妄念 所谓逐须妄相而起者也 离念是离后依众妄念 所谓妄相随念而起者也 故需并行 并行者 非居居于先离相后离念也 为离相时间修离念 则离相方能究竟 离念时间修离相 则离念更的方便 当同时并行 总之 众生既为一切法相所谜 从不知反照自信 安之自信是与众生同体 又安之内而五蕴六根 外而山和大地等一切法 皆是唯心所造 此即不知 便不知佛令一切法不应住者 事前其分别执着取向之病 与一切法并不相干 取向之病若除 则内而五蕴 外而山和等一切法 便如冷言经所说 贤是妙敬明心 性敬明体 何以故 一切法皆只有相而无性 非无性也 一切法之性 即是自性也 何以故 一真法皆故 然则又何可遣耶 又何必遣耶 此法法皆如之真实意也 所以其性论云 此真如体无有可遣 以一切法兮皆真故 亦无可立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须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真如之以明 若助于此 人事取向 有所取 便有所利 虽辱将一切法相浅进 而独立一菩提之相 便非一切法皆如了 何以故 有利便有废故 本性为万法之宗 无所不包 魔所不拒 利益而废于 便非全性 岂是无上正等 又岂是正觉耶 此经前半 尽浅一切法相 以显菩提者 除其取这一切法之病而 因恐或有取者呼菩提 故后半部开张 及附遣词 此并济 则信得全章 法法皆如以 无可欠者以 亦无可利者以 行人最后之目的在此 开经以来所说诸意 其归去意在此 事故法法皆如一科 为全经中重要之意 以及一切大乘佛法中重要之意 向后所说 无非禅发此意 正成此意 前半部所说 亦无不屈众此意 涉入此意也 此事世尊将自己 倾振者和盘托出 相未开示 彼众生由此而悟 由此而入者也 故法法皆如 必须一切情直浅静 为正方之 非可空言 若获取者之病 分毫不浅 而与人约一切皆如 则有法法成障焉耳 岂能法法皆如灾 是意望人也已意 望谈般若 罪至堕落无见者 因其一物众生 令人因而 广佛广法 卿世三宝 故也 当之法法皆如 若其正道 能行出 如醋无量劫 为一刹那 言一刹那 为无量劫 以戒子那须弥 便娑婆 为净土 至此事事无碍地位 方语说得此话 一切学人 唯当向法 法皆如上观照 以敬遣其我见遍际之之情 以其阵入 思未可耳 其可生大我慢 轻以易如之言 作口头禅哉 事关本经最后结束处 亦即流通分之初 于说如如不动之后 即皆曰 何以故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漏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正日指示如如不动 应从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中正入 作如梦幻等观者 浅情之也 此皆经中 仅要关见所在 不容忽也 何谓前半不知意 射入此中也 经略说之 以其物门 如曰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事思若见得相及非相 岂非法法皆如乎 故曰则见如来也 凡言某某非某某 皆是指点此意者 又如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须知应无分别执着 而后心静 心静便生实相 实相者 无相不相之谓也 则法法皆如以 故曰 应生清净心 应无助身心 应生无助心 应离一切相发菩提形六度 若心有助则未非助也 又如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不取法者 以一切法皆如 无可立也 不取非法者 以一切法皆真 无可浅也 正所谓法法皆如也 因法法皆如 所以无有定法 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所以法与非法皆非 皆不可取 不可说也 一切贤盛皆已无畏法而 有差别者 因法法皆如 则法法皆真 法华所以言 是法著法为 世间相常著 故一切法清净本然 绝非造作 故曰无畏 一切贤盛莫不修此证词 但因公行之浅深 故有成贤成甚之差别 实则亦如之法 出何常有差别灾 其他准以私之 总之 若领会得法法皆如 而弃入之 则亦无所谓空 无所谓有 无所谓中 则亦无防空 无防有 且亦无空无甲 而非中矣 何以故 我见情直之病 既都浅静 则渐相即渐性 头头是道 魔所不可 故罪圣王 为魔戒等经云 五蕴即是法身 生死即是涅槃 烦恼即是菩提 皆显法 法皆如意也 若其少有分别执着未破 则处途晨智 头头不是道 无意而可 纵令一切不着 而由者亦菩提 亦是取相分别 自障决体 则所谓中者非中 更无论住有偏空矣 凡发心自度度他 以其明信见佛者 恶药之方 全在于此 其方云合 依此经教 离相离念是矣 当知此经 即为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所从出 故经中所说 莫非根本意 究竟意 其他千经万论 皆是彰显此意 夫佐此意者 经故将此重要之意 委屈详尽 透底宣称诸善之事 善思为之 子 四 明法法皆如 分四 丑 初 约名号明如 四 约果德明如 三 约诸法明如 四 约报申明如 丑 初 约名号明如 何以故 如来者 及诸法如意 何以故据 自设问词 问上文所言 无菩提法 方与授记作佛 无菩提法 方成如来的菩提 其故何也 如来下 自设答词 若曰 佛称如来 如意之如来之意乎 其亦非他 正应其离一切法 差别之虚相 正一切法 亦如之真性耳 当知佛不见有诸法 差别之相 是知未如 佛意不见有意法 独意之相 是知未诸法如 如者 无差别之意 亦不亦之意 为法性无有差异也 法性无有差异者 以其空计故也 故诸法如意 即法性空计之意 名为如来者 以其正空计之性耳 若存有意空计 便成差异 便非空计 以 其名如来乎 故曰 如来者 及诸法如意 重读如字 然则发无上 正等觉者 其可存意 发觉之相 于心 另不空计乎 又复说 各诸法 是不一也 更说各如 而是不一 不一不一 法性然 佛称 大觉 即是究竟觉 此不一不一之法性 故曰 如来者 及诸法如意 重读诸法 即如 须知应不一 故 所以非菩提法 不应取 应不故 所以菩提法 不应取 前一说 专约体 四一说 兼约体相用 由事观之 定说诸法 是诸法 非也 何以故 虽诸法 而易如故 重读易如 定说诸法 非诸法 亦非也 何以故 是诸法 之易如故 重读诸法 其中关键 诠释者不着 不着 不着有 诸法 不爱 亦如已 不着空 亦如 不爱 诸法 亦 这于诸法 非如也 这于如 非诸法 如也 故如来 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不可取者 诸法 之性 唯一 真如 无分别故 是平等 之差别故 不可说者 真如 之性 不离诸法 为正方之故 于差别 见平等故 故发觉者 应离一切诸相 修六度万行 离诸相者 实际里的 不染一尘故 修万行者 佛是门中 不舍一法故 因其诸法 亦如 故应不舍一法也 因是亦如之法 故应不染一尘也 如是觉 如是离 如是修 则法相应 性相应 而得正相应 以 总之 媚平等 取差别 便心随法转 即非法 一成障碍 于差别 见平等 便法随心转 即法 法 莫非真如 古得所谓迎兵送客 运水班柴 行柱坐卧 二六时中 于诸法上 捏来便试者 是好一幅 无事 道人 行乐图也 当知天下 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于无空有中 取空有相 于无善恶中 私善私恶 妄相分飞 岂非自扰 念来便是 自在何如 古得又云 不悟时 山是山 水是水 悟了时 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 山是山水 是水者 只见诸法也 山不是山水 不是水者 唯见亦如也 又有悟后割云 青山还是旧青山 盖为诸法人 就也 而见诸法之 亦如 则青山 虽是旧 光景焕然 新矣 如来者 诸法如意 四指 是亦如自 实则来自 亦是 在内 何以言之 有来有去 是差别 是相 即诸法之 亦也 既诸法如 则亦如意 一切众生 来而不如 二圣圣人 如而不来 全位菩萨 虽如而未敬如 虽来亦未能辨来 为佛如来 正性亦如 则静真如济世来 真如无济 故来亦无济 真如不动 故来亦不动 虽明曰来 实则来而无来 无来而来者也 当知明曰如来者 为明其来无来乡 故曰如 为明其如无如乡 故曰来而 此节之意 是明曰来去之相言 诸法二自设之矣 曰来无来相言 如自设之矣 兼明诸法如意 是以诸法浅如 以如浅诸法 以显遮照同时之信得 上来所说 皆此意也 隐古得云云 非闲言语也 参 丑 四 曰果得明如 分而 迎 出 明无法 四 明亦如 迎 出 明无法 若有人言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十五有法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有者 或有之意 因上文有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言 恐不得意者 文如来 及诸法如意 因之怀疑曰 既是如来之意 为诸法亦如 则无菩提 可得也明以 何故上言如来的阿诺菩提 耶 为这此疑 故设疑或有之言 父乎长老而告之曰 或人所言 盖以其人为有法 殊不知识 无有法也 但未明其诀 以究竟 无以明知 名为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 言下含有 若曰信得言 时事诸法亦如 故此中不曰如来 而曰佛 正名称为的菩提者 亦在显其以正无上正等觉 亦及诸法亦如之果而 其未有菩提法可得哉 何疑之有 下文更以无时无须之意 明其说得而时无所得 虽无所得而亦不防明之曰的 亦可了然以 因 自 名义如 须菩提 如来所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世中无时无须 于世中 未所得中也 亦为 纵许如人所言 如来的菩提 殊不知如来所得者 唯一无时无须而 无时无须 即是诸法如意也 此意当广言说 以便领会 一 此与上来所云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时无须 与虽相仿 亦大不同 上是明法真实 未如来所得之法 乃是实相 实相者 无相无不相 无相 无时也 无不相 无须也 若究竟言之 实相者 相不相皆无 故曰无时无须 言须时皆无也 是未真实之法 以正成上文 真实之说也 此中日明时无有法 既已无法 更赫论的 孤如人言 说之 曰如来的 而关于事中 并无所得 何以故 亦时无有法 故 是特假明之 得 无时也 然亦无妨 说如来得 何以故 亦所得 为如故 得此 乃称如来 无须也 此针对 前说明义 二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真如觉性之以明 然则如来 即诸法如意 有言称为如来者 因其以正真如觉性而 足正如来所得 为事亦如已 故虽明曰所得 而于事所得之中 无时也 何以故 觉性空济故 亦无虚也 何以故 觉性元章故 故曰于事中 无时无虚 总之 无有有得之得 是未无时 非无无得之得 是未无虚 此正中边论所云 无能取所取 有 有能取所取 无 以及佛性论所言 由刻成空故 与法界相离 无上法不空 与法界相随 是也 刻成空 故无时 无上法不空 故无虚 虚知佛之言此 事明不可文言的 便宜未有法 不可文言无法 便宜必尽无正耳 此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名义 三 说亦无时 事明其照而常记也 说亦无虚 事明其记而常照也 无时无虚 便是双遮双照 记照同时 事中亦法不深 记故 父无法不现 照顾 亦法不深 时无有法也 故无时 无法不现 诸法亦如也 故无虚 此之谓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的者 得此耳 此曰 寄照同时明义 四 无时无虚 即起信论 如时空义 如时不空义 如时即是真如 因真如为真实之性体 故曰如时 明其诸法亦如 是未真实也 论明如时空义 曰 所言空者从本以来 一切染法不相应故 未离一切法差别之相 已无虚妄心念故 此言一切众生心中 虽有虚妄之念 即以解能所对待污染 不尽差别之相 而此如时性体 人负常恒不便 以本以来 已尽亦然不相应故 不相应者 相离之未也 云何相离 以从本以来 如时之体 本非虚妄心念故 又曰 当之真如自信 非有相非无相 乃至非一意具象 总说已有妄心 念念分别 皆不相应 皆不相应 故说未空 若离妄心 时无可空故 此言 所谓空者 是空其虚妄念 差别相 故曰 非有相 非无相 乃至非一意具象 此意是说离相也 若离尽 若离尽有 无 一 一 等一切对待之四具相 则离虚妄心念以 此等即离 则真如自信 现前已 故曰 若离妄心 时无可空 明其所谓空者 非未无真如自信也 然则虚妄心念 云何能离而空之 以所有念念分别之妄心 与真如自信 本不相应故 明其自信本空 故可空也 然妄念 然相继空 则真如显现 又明其空而不空也 其明如实不空一曰 所言不空者 以显法体空无妄顾 即是真心长恒不变 净法满足 则明不空 此言 法体即空诸妄念而无之 便是长恒不变 满足无量净功得 法之真心 以 故不空也 法体 即为亦如之真性 所谓亦如是也 真如为一切 法之体 故法体 问又曰 亦无有相可取 以离念境界 为正相应故 此言诸法 亦如之真性 为一切法体者 使有法 亦不应 以其是离念境界 为正方 故曰亦无有相可取 亦明其不空而空也 综上论亦观之 如实空者 无实也 如实不空者 无须也 空而不空 无实即富 无须也 不空而空 无须即富 无实也 此是一切 法如如不动之真体 故此中 佛说如来 所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仪 于是 中无实无须 正是说来 全是上文 如来 及诸法 如意者 且细读论文 明言不空 是由空来 可知无须 是由无实来 诸法亦如 是由实无有法来 以 以论正经 亦去昭然 又可见所影之 两段论文 无意融会 本经大指 而说之者 故欲明本经 不得不读 其信论也 此曰其信论 以明义 五 无实 可知诸法言 诸法原生 故无实也 无须 可知如言 真如不空 故无须也 诸法之相 虽是原生 而无实 诸法之信 则同一真如 而无须 故曰 于世中 无实无虚者 是明如来 所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时无有法 亦无所得 但正诸法 如意而 此曰诸法 如意以明义 六 无实无虚 是空有亦如 信得本然 如来正此 故说此刻 而令不深觉 此修辞 虚知此四字 平等平等 不可看成两绝 不可局分前后 若观一切法为实 凡夫也 若观一切法为虚 二胜也 即观一切法 时中有虚 虚中有实 亦是权为菩萨 亦是权为菩萨 为佛不然 观一切法 无实无虚 是整个的 无实即富无虚 无虚即富无实 世之谷 世之谷 世之谷无法 亦如也 亦即是空有同时也 亦如是觉 亦如是修 云和修 身魔所助心事 离一切相形 不失六度 以利益一切众生事 物令离相时 即是利益时 利益时 即是离相时 此即是身无助心 此即是法无上菩提 则虽约发 而实无菩提之法 如此 树基与无实无虚诸法 亦如知觉性相应 概并无实无虚诸法 亦如等明相 亦复离阙 方位无法 方能相应也 苟非然者 虽约发菩提 实以妄施菩提 妄施菩提 变成魔式 此无被所应时 实提思者也 当知世尊说 其自证者 无他 未令读经文法者 依教奉行而 此约策修明义 宗和尚说诸义观之 可知佛说此刻之义 凡以名菩提无相而已 已无相顾 所以无法发菩提 无法得菩提 故约无实 已无相顾 所以非亦法是菩提 乃把法是菩提 是未无虚 故父说下科 已结成此一焉 此约起下明义 丑 三 约诸法明如 分二 分二 初 明及一切法 四 明离一切相 迎 初 明及一切法 事故如来说 一切法皆是佛法 上言诸法如意 何以见其诸法意如耶 至此 至此乃结成之曰 以一切法皆是佛法故而 事故二字 论其静脉 事成无实无虚 而素其来源 则成诸法如意 亦为 由是诸法原生而无实 同一如实而无虚 知故 所以如来说 一切法皆是佛法 盖由诸法如意 开出无实无虚 即以无知无虚 显明一切皆是 还以一切皆是 正成诸法意如 辗转相生 辗转相世 辗转相成 其时皆明一意 云何一意 应魔所住是也 此佛法之所以无一不原 佛说法之所以无往不妙也 如来说三字最要 明其是约信而说也 若约相说 一切法只是一切法 岂是佛法 宗以明离相关信 则头头是道 人言所以云 五运 六入 乃至十八戒 皆如来